欢迎收听有声小说 长安十二时辰 本书由市厅书院制作 上 天宝三载 元月十四日 四正 长安 西区第四节 西市 春寒料鞘 阳光灿燃 此时的长安城上空万里无云 今日应该是个好天气 随着一阵嘎吱声 西市的两扇厚重访门被缓缓推开 一面开明寿旗高高悬在门楣正中 外面的大街上早已聚集了十几只驼队 他们一看到挂出旗子立刻喧腾起来 伙计们用牛皮小编把握在地上的一头头骆驼赶起来 连鼠霍乡 呼唤同伴 异国口音的叫嚷此起彼伏 这是最后一批在上元节前抵达长安的湖商队 他们从遥远的佛林 波斯等地出发 日夜兼程 就为了能赶上这个长安最重要的节日 要知道从今晚开始上元灯会要持续足足三夜 大唐的达官贵人们花起钱来那可是毫不手乱的 西市鼠的鼠力们一手持步一手持笔 站在西市西入口的两侧 面无表情的一个个查验通关闻碟和货物 今天日子特殊 西市比平时提前半个时辰开启 这些鼠力都想赶快完成工作回家过节去 查验速度不觉快了几分 一位老力飞快地为一对波斯客商做完登记 然后对排在后面的人招招手 一个穿双帆领绿色短袍的胡商走过来 把过锁双手承上 老力接过去看了一眼 顿时愣住了 这份过锁本身无懈可击 申请者叫做曹破岩 苏特人来自康国 这次来到长安 一共带了15个半当 15封骆驼一匹公马 携带的货物是30条羊毛粘毯和杂色皮货 一路关金都有手关的看过牵牙 问题不在过锁而在货物 老力做这一行已有20年 见过的商队和货物太多了 早练就了一双犀利如狐鹰的眼睛 16个人 却只运来这么点货物 军摊下来成本得多高 何况长安已是开春 詹坦行情走低 这些货就算全出手 只怕连往返的开销都盖不住 万里长路上 哪有这么蠢的商人 老力不由皱起眉头 仔细打亮眼前这位胡商 曹破岩大约30多岁 高鼻深目 瘦箫的下颌留着一圈 硬邦邦的落腮黑胡 像是一把硬棕毛刷 如果算上他头戴的白肩毡帽 整个人得有七尺多高 老力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 曹破岩一一回答 他的谈话很生硬 来回来去就那么几个词 脸上一直冷冷的没有笑容 完全不像个商人 老力注意到 这家伙在答话的时候 右手总是不自觉地去摸腰间 这是握贯武器的习惯动作 可惜他的腰带上 只有一个空荡荡的小铜钩 出于安全考虑 所有商人的随身利器 在进门时就被城门间收缴了 要出城时才会交还 老力不动声色地放下笔布 围着曹破岩的商队转了一圈 货物没有任何问题 普通货色 十五个半张都是胡人 紧腿裤 尖头鞋 年纪都与曹破岩相仿 他们各自牵着一封骆驼 默不作声 但肩膀都微微紧绷着 这些家伙很紧张啊 老力暗自做出了判断 提起笔来 打算在过所上批一个位字 意思是 这个商队身份存疑 得由西市署城 做进一步勘验 可比未落下 却被一只大手给拦住了 老力抬头一看 发现一个浓眉宽脸的汉子 正在冲他微笑 崔六郎 这个人在西市是个有名的前客 人脉甚广 举凡走货智库 租房寻人 诉讼关税之类 找他做中介都没错 所以他虽无关身 在西市地面上 却颇吃得开 崔六郎笑眯眯道 还没吃朝食吧 我给老丈你烧了张饼 然后递过去一张 热气腾腾的胡麻面饼 正面坠着一粒粒油亮的大芝麻 香气扑鼻 老力一捏 发现面饼的反侧 深深压着一枚 小小的直银亭 他暗自掂量了一下 怕不有二粮 虽不能做献钱 却能给闺女 打付好簪子了 这几位朋友 是头一次到长安来 很多规矩都不清楚 还请老张通龙 崔六郎压低声音道 老力略做犹豫 还是接过面饼 然后在过所上 披了个厅 准许入室 崔六郎插手致谢 转过身去 流利地说了一连串速特语 曹破岩 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 既无欣喜 也不兴奋 在崔六郎的带领下 那只小小的驼队 顺着砍道 鱼罐进入西市 过了砍道 迎面是一个宽阔的十字路口 东南西北 四条宽向的两侧 皆是店铺行四 从捐布店 铁器店 瓷器店 到安间铺子 布梁铺 珠宝 试店铺 乐器行 一应俱全 这些店铺的屋顶 和长安建筑不大一样 顶屏如台 倒不是因为胡商思乡 而是因为这里寸土寸金 屋顶平阔 可以堆积更多货物 此时 铺子还未正式开张 但各家都已经把幌子 高高悬挂出来 接齐连金 几乎遮蔽了 整条宽向上空 除夕刚挂上门楣的桃符 还未摘下 旁边又多了几盏 造型各异的花灯竹架 这都是为了今晚 花灯游会而备的 此时灯笼还未挂上 但喜庆的味道 已冲天而起 咱们长安呀 一共有108坊 南北14街 东西11街 每一坊都有围墙围住 无论你是吃饭 玩乐 谈生意 还是住店 都得在房里头 寻常晚上 可不能出来 会犯夜禁 不过今天吧 不必担心了 晚上有上元节灯会 暂时宵禁 其实啊 上元节正日子是明天 但是灯会呢 今儿晚上就开始了 崔六郎一边走着 一边为客人热情的介绍 长安城里的各项掌固 曹破岩左右扫视 眼神始终充满警惕 如同一只未熬熟的阴损 周遭马罗斯鸣 车轮临临 过往行旅都在匆匆赶路 没人留意这一只小小的商队 两人走到十字街正中 崔六郎停下脚步 接下来咱去哪儿 是寻个旅社 还是阁下有挂靠的店家 曹破岩从怀金里 拿出一张折好的纸递给他 崔六郎先争了争 然后笑道 原来您都定好了 来来来 咱往这边走 他伸直手臂 略带夸张的朝右边一指 抬腿前行 其他人紧随其后 曹破岩并不知道 他和崔六郎的这一番小动作 被不远处望楼上的五猴 尽收眼底 望楼是一栋木制黑漆高亭 高于巴掌 耸立在西市的最中间 可以居高临下 俯瞰整个市场的动静 楼上有五猴 这些人都经过精心挑选 眼力敏锐 市里什么动静都瞒不过他们 从崔六郎曹破岩入市开始 就一直被望楼严密的监视着 看到崔六郎的首饰 一名五猴直起身子 拿起一面纯色黑旗 朝东方挥动三下 并重复了三次 两个弹指之后 望楼东侧三百步开外的另外一座望楼 也挥舞起了同样的黑旗 紧接着 更东方的望楼 也迅速做出了响应 就这样 一楼传一楼 不过数十个弹指功夫 黑旗的讯息 已跨越了一条大街 从西市传到了东边一访开外的光德访内 光德访的东北域是经兆府宫县 旁边便是慈悲寺 在两者之间 夹着一处不起眼的偏院 这里原本是孙思淼的故宅 不过如今药王的痕迹全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肃杀气氛 院子里 竖起一栋高大的黑色大望楼 比其他望楼要高大许多 楼上舞侯看到远处黑旗舞洞 在一条木简上 记下其色与挥动次数 飞快朝地面置下 楼下早有一名高壮的通船 接着木简 一路快跑 送入三十步外的一座宣厂大殿 大殿正上方高高悬着一块 金漆黑木扁 上书靖安司三字凯书 书法丰润饱满 赫然是颜真轻的手笔 一进殿 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巨大的长安城沙盘 赤年土捏得外国城墙 黄蜂蜡捏得仿式墙园 一百零八坊和二十五条大街排列严整如棋盘 就连坊内取向和草运水渠都先毫必现 当然 唯独工程是一片空白 旁边垫脚 还有一座四街盘龙铜漏水中 与顺天门前的那台铜漏铜调 俯看此盘 俯以水漏 如自云端下市长安 时局变化 了然于凶 沙盘旁边 两位官员正在凝视戏关 老者须发揭白 身着宽袖圆领紫袍 腰配金鱼带 少年人脸圆而小 青涩之气尚未退进 眉宇之间 却隐隐已有了三道浅纹 显然是思虑过甚 他穿一袭窄绿袍 腰间挂着一枚银鱼带 手里却拿着一把道家的浮沉 通船跑到两位官员面前 齿俭高呼 那洪亮的嗓门响彻殿内 狼入西市 已过十字街 官员们没动声色 身旁一名美貌女婢 向前驱了一步 拿起一杆打马球用的乐杖 将沙盘中的一尊黑桃涌 从西市外大街推至室内 与崔六郎曹破岩所处位置 恰好吻合 殿内稍微沉寂了片刻 年少者先开口探寻道 何间 连问数声 老者方才睁开眼睛 常元 你是怎么安排的 年少者微微一笑 用浮沉往沙盘上一指 崔气亲自带队 五十名吕奔军 已经布置到了西市之内 一四六郎套出消息 崔气马上破门捉人 外围还有长安县的不良人 百余明把守诸相 西市两门 卫兵可以随时封闭 重重三道铁围 此聊绝无逃脱之力 随着浮沉指点 女币飞快地 放下一尊尊猪套涌 沙盘之上 猪勇转瞬间 便将黑勇团团包围 密不透风 这些狼崽子 以为装成速特狐伤 买通内应 就能瞒天过海 殊不知 从头到尾 都是咱们在钓鱼 已有心算无心 焉有不胜之力 少年收回浮沉 下巴微昂起 显得胸有成竹 老者嗡了一声 重新合上眼帘 不置可否 每隔一小刻时间 大嗓门的通船 就会从外面跑进来 汇报崔六郎 和曹破岩的最新动向 郎过梵济安间铺 朝十字街西北而去 郎过如意新捐总铺 右转入二回趋向 郎过广通渠三桥 拐入独柳树左向偏道 女币手持乐障 不断挪动 黑涌到相应位置 曹破岩的行走轨迹 形象地呈现在 两位主侍者眼前 这支商队 正离繁华之地 越行越远 逐渐靠近 市西南的独柳树 独柳树 是西市专门 处展犯人的场所 商家闲不吉利 多有远壁 市已四周 人越来越少 年少者 微一侧头 徐主事 那附近有什么建筑 在两位官员身后 环绕着十几张 堆满卷制的暗机 数十名低阶官吏 都在埋头忙碌着 一个微胖的中年书利 听到呼唤 连忙放下手中卷制 跑到沙盘前 他的势力不是很好 需要费力的趴在边缘前探身子 才能看清黑涌所在 徐主事略意思索 立刻如送书一样达到 西市西南巷 地市多巴下施 只设有十六个货站 旁街广通渠 开元十五年曾遭暴雨 取水暴涨 三名湖伤的存货吸毁 加五千罐 他的记忆力相当惊人 随口答出 全无制色 年少者打断了他的滔滔不绝 这十六个货站 附近可有出口 没有 不过 恰好在这时 通船又闯入大殿 打断了他的话 狼入丙六货站 未出 殿内的气氛 一下子被这条船门 给挑动起来 所有人的视线 都投向沙盘 就是这里了 年少者眼神豁然发亮 传令催气 准备行动 不良 即刻清场货站外围 不许任何人进出 吸食二门 随时待命 一条条简短有力的命令 从他嘴里发出 语气中 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 通船记下命令 飞快地离开殿内 年少者双臂撑住沙盘边缘 身子前倾 望着黑桃涌 喃喃自语 我倒要看看 这些突厥的狼崽子 来长安城 到底想干什么 命令 从靖安寺大殿 上传到望楼 然后通过一系列旗语 迅速跨越大街 传回到西市的 北侧望楼上 武侯把旗语抄在木检 抛到楼下 同时大喊道 崔吕帅 接令 木检还未落地 就被一只大手牢牢捏住 抓住木检的是个身材高大的 球然大汉 胳膊粗得像一条梁木 他接过木检 迅速扫了眼上面的命令 精神一震 立刻回头大吼道 全体集合 从他身旁的舱房里 五十名旅奔军的士兵 迅速鱼贯而出 他们个个身披黑色不人铠 手持破张寸弩 腰旋 无环横刀 其中十人还斜跨长弓 整个队列集合的过程中 没有人说话 只听见沉闷的脚步声和呼吸声 崔弃阴沉着脸扫尸一圈 目标在丙六货站 先为后打 尽量留活口 一会儿都给机灵着点 谁也别给吕奔军丢脸 说完一挥手朝外面跑去 士兵们五人一排 紧紧跟随着主将 开始是小跑 然后急速奔跑起来 他们轻车熟路的掠过十字街 钻进趋向 向着西市南访而去 沿街的客商 看到街上突然尘土飞扬 跑过这么多军人 都露出惊骇神情 还没等他们交头接耳 又有大批不良人走过来 要求各商铺暂时关闭大门 街上的行人 也被请进临近的店铺休息 禁止任何人离开 在西市的东西两个入口处 守门士族 将十字纺栓 从地坑里抬起 随时可以关闭大门 蜘蛛网一层层的飞速编织着 一支利剑直刺而去 进入丙号货站范围后 崔器做了几个手势 早有默契的旅奔军 分成三个方向 悄无声息地接近丙六货站 不良人已经将附近所有的路悄悄封锁 这一带只有几个商队的马匹牲畜 栓放于此 三两个伙计看着 有不良人过去 交涉几具 把牲口都远远地迁开 至此 丙六货站与西市完全隔绝 崔器半蹲在丙六客栈附近 一堵土墙的拐角处 摘下胸前护心镜 挂在横刀头上 小心地朝外伸去 借着护心镜的反光 他不必探头 也可看清前方状况 丙六货站是一间压岩木制建筑 长六十步 宽四十五步 近乎方形 只有一个入口 四面有通风窗 但特别小 不容成人通行 建筑底部悬空 被十六根木柱拖起 有点类似岭南风格 因为这一带靠近水渠 夏季容易被烟 门口守着一个大鼻子胡人 正是曹破岩的十五个半当之一 他背靠着木门 不时低下头 去玩一玩手腕上的一串木珠 显得心不在焉 崔器估算了一下弩剑的距离 如果真要动手 他有信心在十个弹子之内破门而入 崔器把目光投向入口 屏住了呼吸 万事俱备 就等货站内的动静了 在与外界隔着一面木墙的货站内 曹破岩背靠屋脚 双手抱毙 面向入口而立 他已经摘下了尖顶白帽 露出一头浓密的黑色发辫 其他人则在货架之间散开 三三两两的低声交谈着 但用的不是速特语 而是突厥语 当然 站在窗边的崔六郎 表现出了一副 完全听不懂的样子 崔六郎搓手笑道 曹公啊 谁给您找的这地方 这里太潮了 附近呢 也没有什么十四杂铺 不如这样吧 我给您另外安排一间 曹破岩像是没听见这个问题似的 冷冷的回答 做正事 崔六郎也不尴尬 好 好 您找我到底做什么事 现在能说了吧 曹破岩打了个响指 两个半当走过来 在地上铺开了一卷布帛 展开来是个宽方的尺寸 然后他们又拿出了 小狼豪艺馆 墨定一方 燕台一展 崔六郎一正 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要开科考师傅 他再一看 那硬黄不薄 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 不少密密麻麻 画着巫术方格 墨线纵横 正是长安城的 一百零八仿图 不过这地图太过粗略 仅仅只是勾勒出了 仿式轮廓和名字 这玩意儿 只在黄城密府里头有收藏啊 这百姓谁家私藏 这可是杀头的大嘴 曹破岩双眼一瞇 你不敢接 崔六郎哈哈大笑 后退一步盘腿坐在地上 我若是不敢 就不会把你们接近西市了 富贵险中求 干我这行的 有几个把大唐绿令当回事 来啊 笔墨伺候 你们想标什么 我要你在这份长安仿图上 把所有的隐门 暗渠 加强通道 等要害之所标出来 曹破岩一字一句道 崔六郎一边硬撑着 一边在脑子里飞快地转动 长安城内地势错综复杂 可不是纵横二十五条路街这么简单 住坊之间有水路渠道 城墙之间有家墙 桥下有沟 坡旁有砍 彼此之间如何勾连城网 连通何处 大部分长安居民一辈子都搞不清楚 若有这么一张拳图在手 长安城大半虚实 尽在掌握 来去自如 看来 这些突厥人 缩突飞小啊 一人掏出皮囊 倒了些清水在雁台上 一会儿功夫 沿出浅浅的一滩墨水 崔六郎舔开狼嚎笔尖 沾了沾墨 提笔画了几笔 忽然又停手 曹公 你不是中原人对布匹布熟 这布啊 不成 这叫硬黄布 做衣服合适 上墨呢 却显得质色 不如啊 我去买一些 一品的宣纸回了吧 你不能走 曹破言断然否决 崔六郎摇摇头 提笔开始勾画 刚填完长安城一脚 他又抬眼道 长安城太大 若是事无巨细都画上去 三天三夜也画不完 曹公啊 你用这图到底要干嘛 我心里有数 下笔自然就有降略了 曹破言断 与你无关 崔六郎双手一摊 你要我两个时辰 填完长安城全途 却连干什么用的都不肯说 抱歉 得罪了 话不了 曹破言听了这一串 说辞不由的大怒 一步迈到崔六郎的身前 伸手要饿他的咽喉 崔六郎犹豫了一下 没有躲闪 他知道 静安司的人就在外头 只消一声高喊 这些突厥人一个也跑不掉 可是那样一来 之前的心血就全浪费了 他读 曹破言现在只是虚张声势 没拿到仿图前 不会真的下手 只要再炸上一炸 就能搞清楚 他们的真正目的了 曹破言的手掐在咽喉上 骤然停住 崔六郎心里一松 知道自己赌对了 曹破言保持着这个姿势 头忽然朝窗外歪了一下 似乎在侧耳倾听 崔六郎有些紧张 难道是吕奔军的人粗心大意 搞出了杂音 他连忙问道 曹公怎么了 你听到什么没有 曹破言指了指窗外 崔六郎听了听 外面寂静无声 他有点茫然地摇摇头 什么都没有啊 对 什么都没有 曹破言露出草原狼才有的 猙獰笑意 手指猛然发力 刚才进门时 附近明明拴着很多牲口 热闹得很 现在却连一声马鸣都没有了 一听这话 崔六郎的面部居然变色 开始是因为惊慌 然后是因为窒息 崔七在外头等待着 心里越发不安 霍站那边没什么动静 可他就是觉得不对劲 作为一名老兵 他的这种直觉往往很准 他再度用横刀把护心镜探出去 这次对准的是 丙六霍站的窗户 窗口很小 镜上只能勉强看清 有人影晃动 忽然一个人影在窗前消失 同时传来咚的一声 似乎有沉重的东西倒在地上 不好 崔七的心脏骤然停跳了一拍 他猛然收回横刀 急切地对周围吼道 破门快 吕奔军早已在各自的站位准备就绪 命令一下 八支弩箭立刻从三个方向射出 当时把守门的突厥人 盯成了一只刺猬 与此同时 两名士兵猛然跃上门前木阶 掠过刚软软倒下的敌人身旁 用厚实的肩膀狠狠撞在门上 逐支的护书 抵挡不住压力 煞石破裂 轰隆一声 士兵的身体连同门板 一起倒向里面 在他们身后 另外两名士兵毫不犹豫地踏过同伴的身体冲进屋去 手中劲弩对准屋内先射了一轮 然后迅速矮下身去 这时趴在地上的两名士兵已经翻身而起 把门板抬起 形成一个临时的木盾 护在同伴身旁 给他们争取弩剑上弦的时间 这一连串动作 行云流水 无比流畅 仿佛已经排练过无数次 距离他们最近的几个突厥人 吼叫着扑过来 然后又一头摔倒在地 发出痛苦的惨叫 三具长弓 在客栈远处发射 两尺长的铁剑准确地穿过客栈的狭小窗口 刺穿了他们的大腿 这一轮攻势争取到了足够多的时间 更多的士兵手端手弩冲进货站 边前进边举弩大喊 伏地伏地伏地不杀 可是突厥人仿佛没听懂似的 前赴后继地从货架的角落扑出来 他们高呼着可汗的名字 赤手空拳冲过来 这对于吕奔军的士兵来说 就是活靶子 一时间货站里充斥着 金属泄入肉体的闷响和惨叫 士兵们并不急于推进 他们三人一组互相掩护着缓缓前移 突厥人只要稍微现身 立刻就会被数把手弩射中 士兵们得到的指示是 要尽量留活口 所以尽量瞄准非要害部位 可是这些绝望的草原狼 旱不畏死 哪怕只生一口气 也要设法反击 数名士兵因为无法痛下杀手 一时犹豫 反而被偷袭受伤乃至阵亡 就算那些突厥人无力反击 也会立刻自杀 绝不犹豫 很快 屋子恢复了安静 只剩下横七竖八的尸体 躺在过道和木架之间 在付出了三名士兵战死的代价后 吕奔军终于控制了整个货站 士兵们没有放松警惕 谨慎地一个货架一个货架地搜过去 突然 一个原本躺倒在地的突厥人 一跃而起 扑向距离最近的一名士兵 那士兵猝不及防 被他拦腰抱住 两人纠缠在一起 突厥人张开大嘴 要去咬士兵的鼻子 可他的动作猛然一将 旋即扑倒在地 脑后勺上插着一根清津津的弩箭 一名士兵的同伴 在过道尽头放下空手弩 眼神慌乱 他本该让突厥人活下来 可同袍的遭遇 让他忘记了训令 笨蛋 我怎么教你的 崔弃一把夺下那士兵的手弩 抬手就是一耳光 他幼黑的脸疼 仿佛涂上了一层千灰色 黯淡无光 破门只花了十个弹纸 全灭敌人在二十六弹纸之内 这在京城诸位中算是着异的成绩 可突厥人太凶寒了 居然一个活口都没留下 这可不是上头想要的结果 崔弃带着怒气 在过道上踱步 眼神扫过那些尸体 手指不安地攥紧刀柄又松开 忽然 他愣了一下 旋即快走两步 前方正是崔六郎的尸身 他的脖颈处有明显的指痕 双目圆睁 不用武作也知道是被掐死的 阿兄 崔弃悲愤的一声唬吼 单腿跪在地板上 想要俯身去抱住死者 两人眉眼相仿 正是亲生的兄弟 只可惜 其中一个已永不可能睁开眼睛了 如果我能再早下令三个弹纸 如果我能亲自第一波去破门 回忆如同蚂蚁一样 啃食着崔弃的心 他的手指猛烈颤抖着 几乎握不住阿兄的手 一个旅奔军的士兵跑过来 看到长官这副模样 不太敢靠近 崔弃偏过头去 用眼神问他什么事 士兵连忙立正 刚才清点完尸体 一共是15具 除去崔六郎 一共有16个突厥人进了货站 也就是说 现在还有一人没有捉到 经过辨认 应该是为首的曹破炎 崔弃猛然吸起一口气 重新站立起来 眼中跳动着火焰 搜 他沉着脸喝道 货站不是住家 是一个没有隔断的大厂间 中间只有一些木制货架 崔弃在货站里巡视了几圈 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这样一个坦坦荡荡的地方 一眼就能忘去 他能躲哪呢 难道这家伙会什么西域妖法 能穿墙不成 崔弃忽然觉得头顶有点发凉 他停下脚步猛一抬头 瞳孔煞时收缩 在他的正上方 有一个井口般大小的木盖 盖子略有歪斜 露出一丝湛蓝的天空 这居然有一个通风口 丙六货站的顶部是压岩结构 所以没有人想到 居然屋顶还会有一个通风口 正常来说 只有平顶屋子才有这样的设计 这大概是之前的某位使用者 偷偷开的口子 没有在西市数报备 崔弃恨恨的骂上一句 吩咐人拿来梯子 然后给手弩装进了一支 拿掉箭头的弩箭 狂怒并未让崔弃失去理智 这是最后一个人 务必要活捉 否则整个计划就完蛋了 现在货站周围都是旅奔兵 曹破岩就算是去了屋顶 依旧无路可走 几乎等于瓮中捉鳖 崔弃唯恐再出什么纰漏 亲自登上梯子朝上头爬去 爬到顶端 崔弃正要推开木杆 忽然感觉到一阵杀气 他连忙缩头 一块嵌着铁钉的硬木条 擦着头皮飞过 他二话不说 抬手就是一弩 扑的一声 似乎刺中了什么 崔弃一洗 手脚并用 往上爬去 却冷不防被一条腰带 抽中了左眼 这腰带是熟牛皮制成 质地极硬 抽得崔弃一阵剧痛眩晕 腰带上含有一个小铜钩 抽回时 又在他脸颊上 划了一道长长的血口 这袭击激起了崔弃的汗勇 他不退反进 反手一卷 扯住腰带 用力一拽 硬是冲上了屋顶 他还未等站稳 就感觉腰带一松 显然对方松开了手 崔弃一下子失去平衡 拼命摆动双臂 好不容易才重新站稳 就在这个当口 他听到咔嚓咔嚓 一连串脚步踩碎瓦片的声音 随即哗啦一声乐起 然后远远的传来 一阵沉闷的咔嚓声 接着就是哗啦的水声 这声音有些诡异 不像是落在土地上 催气大急 他的左眼肿痛 看不清东西 可脑子却还清醒 他意识到 自己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丙六货站旁边 有一条紧贴仿墙的广通渠 这条水渠在一年前 拓宽了曹运 专运秦岭木材 所以渠身水多 宽可行舟 此时尚在正月 水渠尚未解冻 上面附有薄薄的一层冰面 如同朱雀大道般平整 而水门并无任何部署 催气之前的安排 光顾着陆路 居然把这事给忽略了 他听到的 正是曹破岩撞开冰面 落入水中的声音 广通渠从西市流出之后 连通永安渠 清明渠 更远处还连着龙首渠和宫渠 流经的礼访多达三十余个 跨越大半个城区 换言之 只要曹破岩潜水游过西市水门 就可以轻松拖出包围圈 在全城任何一个地方上岸 催气恨不得抽自己一耳光 这个错实在是太蠢了 他情急之下 也纵身飞跃 朝水渠里跳去 可他却忘了 自己披挂着沉重的明光铠 双脚刚一触冰面 冰面就咔嚓一声断裂开来 直接把这位吕帅拖入水底 临入水前 他的右眼勉强看到 一道水花正向水门击驰 水渠和仓库之间 有高高的低强阻隔 吕奔军的士兵 只能从另外一端绕过去 花了不少时间 然后 他们纷纷脱甲下水 七手八脚把主官拽上岸来 这么一耽误 曹破岩 早已消失在水门的另外一端 崔气被救上岸后 趴着大口大口吐着冰水 面色铁青 在他手里 攥着一根挂着铜钩的牛皮腰带 这是整个行动里唯一的收获 静安寺的店内 气氛凝重如水银 每个成员都轻手轻脚 不敢作声 生怕惹恼了这两位 脸色不渝的主官 谁都没想到 十拿九稳的一次追捕 居然让煮熟的鸭子飞了 刚才那一场袭击很完美 可是毫无意义 连个火口都没留下 崔气 单腿半跪在店前 浑身湿漉漉的不及擦拭 水滴在地板上 阴成一片不规则的水痕 在曹破岩逃离后 他被紧急召回了静安寺 上头急于弄清楚 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而望楼其余 没法传递太复杂的消息 他只能亲自跑一趟 面对静安令和静安司成 崔气不敢隐瞒 跪在地上 把整个过程一五一十地讲出来 然后把头低垂下来 听候审判 老者扶了下衣袖 常常叹了一声 本来是请君入梦 反倒成了引狼入室 每个人都知道这句话的严重性 那个曹破岩 在刚才展现出了凶悍 狡猾和极强的顺势应变 这么一个居心叵测的突厥人 在上元节前夕闯入长安城 谁也无法想象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更要命的是 这头狼几乎可以说是被静安司 一路带进来的 这个责任若是追究下来 谁也担不住 卑职已派人延驱搜捕 崔器小心翼翼地补充了一句 希望能冲淡几分失职的惭愧 年少者铁青的脸 一摆浮沉 这点人记得什么事 你知道广通永安清明 龙手朱曲有多长 去把各街铺的武侯和李手都调出来 朱房封闭 给我一房一房地搜 常元 浮沉可不是用来砸人的 老人抬起手掌 温和而坚决地制止了他 方才封锁西市半个时辰 已有跃居之嫌 若是来一次合成大索 整个长安城都会饶动不安 今天可是上元街灯会 现在街上处处都在扎灯布置 你闹得动静一大 连圣人都要过问的 年少者还要争辩 贺奸不认其事可不知道 曹破岩这十六人只是最后入城的一批 他们有更多党羽 早已潜藏城内 若不尽快搞清突厥人的意图 这长安城恐怕会有大祸临头啊 他的语气已近乎无理 不过老者并未动怒 他伸出一根指头 朝东北方向点了点 那边是工程的所在 我没说置之不理 但公然搜索 绝不可行 可不能给那位添麻烦啊 一听到老者提及那一位 年少者眼神黯淡了一下 他沉吟片刻 玄机又爆出更炽烈的火光 既然贺奸认为台面上动不得 那我若是只调遣少量精锐 暗中擒贼呢 对这个建议 老者捋着胡须 似乎犹疑未决 崔气一听的此言 突然昂起头来大声道 崔气自知犯下大错 不求宽幼 只求能亲自首刃仇敌 为阿兄复仇 今日之百 他连连犯错 若不打出血亲复仇的旗号 将功折罪 只怕下场堪忧 可年少者和老人 同时摇摇头 长安这里 住着近百万居民 汉湖百官诸教九流 各种势力交错纠葛 是一个明暗相间的复杂漩涡 崔气半年前才到长安任职 上阵杀敌没问题 指望他在城中穿梭寻人 就不太现实了 靖安寺这里汇聚了各处的精英 有精通事意前良的能源老力 有过目不忘的主事文书 有凶患无勇的战兵 甚至还有一批深暗胡情的胡人蜀员 现在唯独缺少一条 能游走于长安暗处 嗅觉敏锐的老猎犬 本来他们有一个最合适的人选 就是崔气的哥哥崔六郎 可惜他已经殉职 崔气知道主官在惋惜什么 双目一红 一拳砸在地上 竟砸得砖块 微微裂开一道细细 沉默片刻 老人拿起旁岸上的福头 端正带好 又把算带 手巾系在腰间 年少者一愣 忙问 贺奸是要去哪里 老人叹道 宫里对突厥狼味非常重视 今天的事瞒不了多久 我进宫一趟 试着拖延几个时辰 在这期间 长远 你呀 最好能想出应对之策 弥补先前的过失 否则 老人白眉一锤 没有说出口 年少者肩膀微锤 暗自松了一口气 同时又心生比 这个老家伙 滑不溜手 一件事情办杂 就找理由离开 不肯承担任何定策的责任 但他这一走也好 省得自己束手束脚 现在一刻值千金 他可没太多时间耗在对付自己人上 年少者把老人送至照壁 然后回转店内 神情明显轻松不少 他严厉的看了仍贵在街下的崔气一眼 袍袖一服 非常之时 惩戒暂且压后 接下来你不可再有分毫懈怠 崔气面容一速拱手退下 他知道那位姓贺的老头子只是挂名 真正掌管静安司和自己性命的 是眼前这位叫李璧的年轻人 这位上官别看年纪轻轻 手段着实犀利 沙发过绝 整个静安司都被调教得服服帖帖 处置完了崔气 李璧用力敲了敲按脚 把各部主事都叫过来 你们现在好好想想 有什么合适的人可以取代崔六郎 记住 我要最好的 殿中主事各个陷入沉思 可一个都没吭声 距离灯会只有四个时辰 在这之前要找到曹破岩 近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差事做得好 未必有好处 做得差了 搞不好就成了替罪羊 连推荐人都要跟着倒霉 李璧看见部下们微微缩缩 正要开口训斥 忽然目光逆凝 看到那个目力有样的徐主事 犹犹豫豫豫抬起了手 他知道 此人叫徐斌 本来在户部做书令使 记性齐家 月卷过目不忘 所以被调来静安司担任主事 就是略有口吃 李璧下巴一台 试以他说话 徐主事犹豫了一下 开口道 在下道有一个人选 不知是否合您的意 讲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叫张晓静 从前在安西都护府军中 做一个使长 后来续工 调回长安 在万年县担任 部良帅 已有九年 我想他或许和李四成之一 哦 李璧眼神一眯 这份履历说来简单 细琢磨可是不一般 不良帅乃是捕贼县位的副手 留外官里的顶阶立职 分管捕道治安诸事 一个都护府的小小使长 居然能当上一线之不良帅 已是十分难得 更何况 这不是一般的县 是万年县 长安分成东西两县 西边为长安县 东边为万年县 这万年县在天子脚下 王公贵族多居于此 关系盘根错节 此人居然能稳稳坐了九年 李璧产生了点兴趣 他人在何处啊 他去年犯了事 如今身在长安县狱中 已是待绝之身 徐滨斟酌着字词 周围的人窃窃私语 这徐主事怕不是糊涂了吧 怎么推荐了一个囚犯来 还是个死囚 这不是找倒霉吗 谁知李璧却面无表情 我要的不是圣人 是能人 这个人是不是最好的 徐滨连忙提高了声音 长安之内 即是补到无出其右 一枚银鱼符从半空划过 徐滨慌忙伸手去接 差一点没接住 李璧道 用我的马去接 两颗之内 我要在这里见到那个人 徐滨愣了一下 才听懂主官的意思 他先把银鱼符系在腰间 又觉得不合适 连忙解下来捧在手里 匆匆跑出店外 李璧环顾四周 发现其他人 都伸着脖子往外看 不由的发怒道 你们还闲在那里干什么 赶紧给我去查 东西二世的过所事状 城门间的简路 各处街铺的训报 都给我彻查一遍 快 靖安寺的官吏 赶紧纷纷回到自己位子 埋头开始苦干 店内又陷入忙碌 李璧从身旁婢女 接过一条开水烫过的 蝉花紧怕 用力在脸上搓了搓 忽然又想起什么 开口道 姚汝能 你去京兆府一趟 把张小静的注色经历 给我调过来 一个年轻小立立刻起身 飞奔而出 李璧把外袍胸襟扯开 将双臂撑在沙盘旁边 身子前倾 继续俯瞰着长安城的沙盘 他的犀利眼神扫视着每一栋建筑 似乎享用目光将那头狼生生挽出来 垫脚的铜漏 水滴仍在从容不迫的低下 无论世事如何击破 它从来都不曾改变 沙漠 废墟 还有浓烈的血腥味道 无数黑旗在远处来回驰骋 远处长河之上 一轮浑源的血色落日 古城城中 狼烟正直直地刺向昏黄的天空 它费力地直起身来 愤怒地大声示警 可城园周围是层层叠叠的尸山 没有一个人能站起来回应它的呼唤 唯有一面残破不堪的龙旗 大了在城头 旗杆歪歪斜斜 几乎要断裂中折 咚咚咚 敌人进攻的皮骨响起 骨剑如飞黄秘籍 这一次只有它一个人面对 张小静猛然醒来 才意识到自己并不在西域 而是在长安县的死牢之内 枷锁牢牢锁着自己的脖颈和双手 连从梦中惊醒都动弹不得 梦里那战鼓的咚咚声 原来是有人在用鞭柄敲打木剑 他抬起眼皮 看到牢门前站着两个人 一个是死牢的结局 还有一个人面瞎短眉 下河无履乱糟糟的常然 眼神关切 徐斌 徐有得 张小静微微一愣 旋即笑道 想不到啊 最后来送我的居然是你 言语之间竟听不出 丝毫临行前的失魂落魄 徐斌知道他误会了 可也不好解释 冲节级拱手道 麻烦请开牢门 解枷锁 结级鼓着两只略突的眼睛 像是一只不甘心的癞蛤蟆 可当他扫过徐斌右手 捏着的银鱼符 又退缩了 只得掏出钥匙 哗啦一声解开牢锁 让两个牢头去解 两个牢头战战兢兢 似乎对张小静很敬畏 紧张到咱们也拆不开枷锁 张小静冷哼一声 笨哪 这是三扭蛇锁 拇指得从下面斑中间使劲 牢头如法炮制 咔啪一声 枷锁终于裂成两块 两人各置一块 荒急站开 张小静用余光扫了一眼结疾 后者打了个哆嗦 眼神赶紧避开 张小静的身材不高 但结实的像块泰山磐石 额头微突 下有两道短黑醒目的残眉 他晃动发酸的手腕环顾左右 大声道 酒石在哪里 县里置办断头酒 成立是五百钱 你们可不要苛扣啊 周围的人避之如瘟疫 都不去搭话 徐滨弯腰进入牢里 掺住他的胳膊 低声道 有人要见你 张小静一脸诧异 原来徐滨不是来送中 竟是来捞人的 可他一个好好先生 哪来的神通 从死牢里救人呢 徐滨没有过多解释 只是催促节级 赶紧办手续 很快 徐滨送下来一份文书 要徐滨签字 张小静一看那文书的册封 就知道 这不是赦免状 而是遗调囚犯的文书 一般用于大理寺或刑部 从县域里提调犯人 但这两处提调 可不会先给犯人出家 张小静心中疑斗重重 不过此时 还不是问话的时候 保持着沉默 徐滨龙飞凤舞的 签下自己的名字 然后一干人等 离开阴暗的死牢 回到地面 阳光从入口照射进来 在最后几级台阶 形成鲜明的光暗对比 张小静踏上最后一级台阶 忽然停住脚步 脸上浮现极许感慨 这一截是阴阳风格的界限 他本有向死之心 可没想到从鬼门关前转了一圈 莫名其妙的又回来了 接下来是凶是急还不知道 但好歹多看了一眼阳光 止了 张小静庞若无人的走向一口水井 这多少有点不合规矩 但周围的囚族都远远站开 无人喝止 张小静铁钳般的双手 交替拽着井绳 很快打上一桶 带着冰茬的井水 他高举水桶兜头一击 冰水浇在头上 让他打了个惬意的冷战 一扫地牢里的污秽和萎靡 张小静搁下水桶 高高扬起了头 冰水顺着发柳滴下去 隐隐从身上散发出灵力的气势 此时日头正盛 金黄色的阳光洒下来 照在他的左眼窝里 那里早已没有眼珠 只有一道极深的老九刀疤 在阳光下分外凶寒 朗朗乾坤 别来无恙 他举起拳头 向天空用力一挥 那一刹那光影摇动 刀砍斧凿般的侧脸 有如金刚一般猙獰 办妥了提掉手续 徐斌带着张小静 匆匆出了长安县攻陷 徐斌心急如焚 连囚服都来不及让他更换 攻陷前的拴马石前 有两匹梁州票旗 骏马鹅头前 有一条醒目的戴帽戴抹鹅 这意味着两匹坐骑 可以驰行于任何一条大街上 甚至包括朱雀大街上的玉道 不必受遗志令的限制 两人各自跨上一匹 张小静问道 去哪啊 徐斌答道 咱们回光德坊的静安寺 他看了一眼 衙门前的日轨 得尽快赶到 得赶快 得跑一刻半的 一刻之内准到 张小静用无名指扫了扫马尔 马的灵敏反应让他很满意 长安外国以朱雀大街为分隔 东归万年县管辖 西归长安县管辖 是以长安县的监狱 位于西城的永达坊 去光德坊的话 得先朝西穿过三条大街 在北上四个街口 全城得有十来里路 想在一刻内感到 必须得策马狂奔 不得有半点耽搁 两人扬边池上大街 飞奔而去 两匹高头大马 汹汹上路 街面上 无论行人 还是监狱 都纷纷避让 唯恐冲撞 徐斌的骑术 明显不及张晓静 他整个人几乎浮在马背上 双手死死抓住江省 颇为狼狈 张晓静放缓了一点速度 与徐斌平齐 独眼瞇邪 尤德兄 到底怎么回事 徐斌勉强控制住棋子 喘了口气 这才开口道 老你出来的是静安司啊 静安司 张晓静略感诧异 他经熟长安官府体制 却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徐斌解释道 勘乱平镇曰静 四方无事曰安 静安司是朝廷心力的官署 统设整个西都的贼士厕房 这都是你进去之后的事了 他们如今呢 正征僻贤财 所以我推荐了你 张晓静惨眉一条 负责长安城治安的 有金吴卫的街史 有御史台的巡史 有长安万年两线的捕贼卫 这得是什么样的贼 逼着朝廷 要另外成立一个新属来应付 徐斌继续道 主管静安司的叫李璧自长元 他以戴赵汉林之静安司成 正是李司成要见你 张晓静撕了一声 疑斗更增 这就更反常了 静安司的职责是贼士厕房 恕物必然繁拒 让戴赵汉林这种 闲散轻要的文学官 来管抓贼 这不是胡闹吗 张晓静在脑子里搜索了一下 忽然想起来了 莫非是那个说齐的神童 徐斌别有深意地点点头 开元十六年 有个叫李璧的七岁神童入宫觐见 天子正在和中书令张晓一齐 天子令张晓、李璧 二人以方元动静为题 吟齐 张晓写的是 方如其菊 元如其子 动如其生 静如其死 而李璧则开口说道 方如行义 元如用智 动如逞才 静如碎翼 大得天子赞赏 送入东宫陪太子读书 现在算起来 李璧已是二十六岁 正是雄心勃勃 展露头角之时 静安思成 位卑而权重 可以积累数字力 正是个完美的近身之介 想到这里 张晓静用小拇指 刮了刮左眼窝 黑黑一笑 李思成 如此求贤若渴 看来静安思 是惹下了天大的麻烦吧 他说起话来 总带着点淡淡的嘲讽味 徐斌有些尴尬的 把视线转开 他这个朋友 眼光太毒 可讲话又太直 这两个特点结合在一起 可真叫人受不了 抱歉 这个我还不能说 等会李思成呢 会跟你讲 张晓静哈哈一笑 好 不问了 反正啊 什么事都无所谓 再惨 还能惨过杀头吗 徐斌的视线 头向前方 暮色凝重 这个 真不好说啊 就在两人 朝着静安思奔驰的同时 曹破岩 刚刚爬上陡峭的曹渠地岸 岸边恰好立有一块 高于两丈的青石鹿碑 上书永安北渠四个字 他手脚并用 奔到石碑旁 背靠着碑面坐下 脸色煞白 喘息不已 他左边的肘部一直弯曲着 关节处露出一节 有黑的钢弩箭尾 袖管引有血迹 他很幸运 如果上面装了箭头 只怕整条胳膊就废了 忽然 曹破岩的耳朵一动 他迅速扶低身子 用石碑遮挡住身形 在不远处的大路上 一对金武未接使的巡队 隆隆开了过来 这条路上的行人车马特别多 动辄拥堵不堪 巡队不得不大声呵斥 才能分开一条路 在这种情况下 几乎没人会去注意 河渠旁的动静 等到巡队远离 曹破岩采用右手 捂住左肘 缓缓起身 他环顾四周 正要迈步出去 突然目光一领 远处有一个人离开大道 迈过排水沟 正晃晃悠悠地 朝石碑这边走来 这是个四十多岁的醉汉 穿着一件缺跨白袍衫 胸襟一片湿漉漉的阴痕 走起路来一步三晃 想来喝得不少 曹破岩指得重新矮下身子去 尽量压低呼吸声 这醉汉走到石碑前 先打了个响亮的酒格 然后一手顺着开叉 撩起旁边 一手稀稀缩缩地解开腰带 居然对着石碑开始撒尿 这一泡尿可真长 醉汉还饶有兴致地 扶住阳具 去冲杯上的浮屠 撒完尿以后 醉汉随手把腰带一扎 转身正要走 可他忽然低下头 发出一声 咦 他看到 从河渠到石碑之间的低岸上 有一串凌乱的水痕足迹 醉汉好奇地屈前几步 绕过石碑 恰好与背后的曹破岩 四目相对 醉汉愣了一下 然后哈哈笑了起来 口里说 姊妹啊 原来你回来了啊 来来来来 咱俩喝一杯 曹破岩伸出手去 搂住他的脖子 醉汉屋子嘟囔着 别闹别闹 下一个瞬间 石碑后传来 紧鼓折断的声音 嘟囔声 戛然而止 过不多时 曹破岩身穿着缺跨衫 神态自然地 朝着大街路面走去 胡人穿滑袍 在长安再普遍不过 他就这样走入人群 如同一粒沙子 落入沙漠 张晓静和徐斌 抵达光德坊时 恰好一刻时间 代价是 徐斌颠丢了自己的头巾 在经过了严格搜减之后 两人在 静安司大殿后的 一处僻静庭院里 见到了礼壁 这里是一间退市 肃墙挥把 平息简暗 窗下潦草地 种着忍冬 清冠 几簇半哭的黄竹 主人显然没有 花任何心思在装饰上 唯一特别的 是一台斜指天空的 铜雀小日轨 可见主人很关心时间 日轨周围 挖了一圈小水渠 潺潺的清水 蜿蜒流淌去了院后 徐斌交还了余带 攻身告退 只剩下张小敬和李璧 单独面对 张小敬双手伸衣 一只独眼 趁机飞快地 打亮了一下 这位面色清秀的 说其神童 身着身绿蓝袍 符合戴赵汉林的 六品之阶 但余带是五品以上官员 采取佩戴的 他又赐银余带 说明是天子超品恩赐 从这一个小小细节 就能嗅出浓浓的 圣倦味道 不过此时的李璧 可没那么春风得意 虽然他极力维持平静 但眉梢 嘴角的肌肉 一直紧绷着 张小敬一眼就看出来 这个年轻人 正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最有意思的是 李璧居然还手持一柄浮沉 不知道一个静安司的树武官 为什么拿着一把道家法器 李璧浮沉一抖 没有做任何寒暄 直接开门见山 接下来我要跟你说的 是朝廷的头等机密 你只有两个选择 为我做事 或者回去等死 张小敬保持着沉默 他知道对方并不需要回答 只是在确认谈话的主导地位 李璧走到岸边 用力一扯 将墙上的白薄宽领扯下来 露出一副大唐疆域总图 用扶尘指向北方一处 天保元年八月 突厥内乱 新任的乌苏米什可汗 不服王化 起兵作乱 朔方节度使王中寺 联合了巴西密 回湖 葛罗路 出兵讨伐 整整打了一年半 如今突厥可汗 已是穷途末路 他的声音清澈 冷静 十分有条理 就像是排练过许久似的 李璧一边说着 一边从旁边书架上 取下一卷 以红绸标签的书录 扔给张小敬 这是一卷长符 上面横贴着一张张纸条 纸条上的笔迹都很潦草 长则百字 短则一句 按照时间排序 单独看 都语焉不详 但随着书录 徐徐展开 张小敬 却是越看 越心惊 二年九月初 朔方刘后院 传来了一份秘奏 说突厥可汗 派遣了数批进士狼卫 潜入长安 欲对天子不利 以扭转 前线战局 那些突厥狼卫是草原最可怕的精锐 残忍 脚侠 对可汗极其忠诚 为了专门测访此贼 朝廷设立了静安司 李毕稍微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可是突厥人的计划 到底是什么 我们并不知道 刘后院和静安司拼尽全力 也只是勉强捕捉到了 其中一对的动向 说到这里 李毕用手指关节 轻轻扣了一下松木案集 本来静安司设下请军入瓮之计 想用这一对狼卫 调出其他的潜伏者 可惜啊 手下庸禄 功败垂成 在半个时辰之前 竟让关键人物给逃了 李毕吩咐人 把刚才那次行动的往来文读都取来 让他浏览 因有考教的意思 张小静翻了一遍 指着其中的一条记录道 突厥人来自草原 对马拼名教最为敏感 李思成 你下令轻走 货占周围牲畜的时机太早了 有声便无声 自然会被警觉 李毕文言 不由得正在了原地 此前静安司有过议论 曹破言是如何识破圈套的 结论莫中一世 李毕一直认为是 崔六郎无能 才会露出破绽 没想到 原因居然在自己身上 他本来有意考教这个人 看有没有真本事 结果反倒把自己的错处揪出来了 一念即此 李毕先是略有惭愧 可随后却微微笑了起来 这岂不正是他正在寻找的人吗 张小敬倒是面色如常 他在长安干了九年不良率 什么诡异奇特的案子都经历过了 这点简单的推断还原 根本不算什么 李毕叹息道 入瓮之际失败之后 一切线索都断掉了 我们唯一确定的是 狼卫一定会在今晚 上元灯会时动手 说到这里 他的目光看向窗外的日轨 目光凛然 张小敬闻言一惊 上元灯会向来是有时燃烛 如今已过了四时 满打满算 只剩下四个时辰 靖安司必须在四个时辰里 从百万人口的长安城中 揪出所有的突厥狼卫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张小敬这才明白 为何李毕会如此急切地 把自己从死牢里提出来 这件事太重要 太难 太急迫 寻常手段根本做不到 这位年轻的官员 不得不兵刑险招 余尊降贵地 跟一个死囚谈话 李毕高挑的身材 微微浅倾 四个时辰之内 你能做到吗 张小敬反问道 为什么是我 我查过你的注射经历 你之前在西域 跟突厥人打过交道 对他们应该很有经验 你又做了九年长安不良帅 这城市的情况 恐怕没人比你更熟 他有意停顿一下 傅又抬起一只手 只要你能扮成这桩差事 我保你个赤许特赦 对死囚来说 再没有什么 比赦免更有诱惑力了 可张小敬 没有流露出惊喜 他的毒眼微微眯着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然后恭敬地拱手 多谢思成美意 在下情愿回牢里等死 李璧眉角一抖 他居然拒绝了 唯一可以求生的机会 为什么 长安有一百零八房 想在四个时辰之内 找出几个突厥人 神仙也没办法 反正都是死 我现在回牢里 还落得个轻盛 张小敬摊开双手 然后转身朝外头走去 给你受宣洁较位 再加上一个 上府别将的实质 够不够 这不是酬劳的问题 李璧的脸色阴沉起来 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开除你的条件 他不相信 一个人会放弃这个机会 除非他真不想活了 张小敬继续向前走去 我已经说了 这与酬劳多少无关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你恨突厥人吗 李璧突然问了个 无关的话题 张小敬的脚步停住了 恨 声音无喜无怒 李璧的声调陡然提高 你那么痛恨突厥人 难道打算做事这些野兽 在长安肆虐 张小敬依然保持着背对姿态 长安上有天子百官 下有十万强军 怎么抓突厥人的事 反倒成了我一个死囚的责任了 他的语气里 带着淡淡的嘲讽味 李璧立声道 因为如今能救长安城的人 只有你 这话说得近乎无赖 张小敬正要摇头离去 不料李璧急步向前 不顾身份扯住了他的袖子 一悬身挡在面前 两道剑煤几乎并立在一处 张小敬 我知道你对朝廷怀有怨气 但今日这事 无关天子颜面 也不是为了我李璧的仕途 是为了合成百姓的安危 听明白了吗 是为了百姓 你若一走了之于心何安 我不关心你怎么想 但你必须得把这事办成 这是几十万条人命 是人命 他说到后来 声音竟然有些发颤 显然是情绪鼓荡之鼓 这可不多见 张小敬没料到 这位年轻官员突然失态 当他听到人命二字时 心中终于微微掀起波澜 不知为何 梦中那一幕尸山血海的景象 再度出现 猙獰的狼旗与哭声交织 他漠然良久 终于常常叹了一口气 好吧 李思诚 您说服我了 李毕松开他的袖子 后退一步 又变回矜持的态度 我之前的其他承诺 依然有效 张小敬沉吟片刻 开口道 不过 我有一个要求 官府办事顾虑太多 刑事束手束脚 要是让我四个时辰之内 亲得次聊 就得按我的规矩来 你的规矩 是什么 就是不讲任何规矩 张小敬的右眼 闪过一丝危险 桀骜的光芒 李毕是聪明人 立刻明白张小敬的意思 长安城的水太深了 各种势力交错制衡 做起事来阻碍重重 如果不能有一柄快刀 展开这团乱麻 别说四个时辰 就是四个月 也未必能有什么成果 张小敬 要在四个时辰之内 在长安城内 抓住突厥人 必须要有碾压一切的 绝对权威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每个人都得配合 没人能够阻挠 李毕迟疑了一下 这家伙在长安 做了九年不良帅 什么狠辣手段都有 真要是形势没了顾忌 难以想象 会造成多大影响 张小敬 见他不言语 嘿嘿冷笑一声 转身就要朝外走去 且慢 李毕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抬起右手 亮出一块黄灯灯的铜腰牌 上头镌刻着静安侧平四字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静安司的都尉 凭此腰牌 长安城内的望楼 街铺武侯 防守李卫 寻骑 城门卫 金兆府两县的不良人 都能听你调遣 剑牌如剑本关 张小敬毫不客气的 接过腰牌 系在腰带上 打了一个牢牢的酒和节 从现在起 他就是全长安 最有权势的死囚犯人 李毕忽然问道 我给你如此之大的权柄 若你不告而逃 该怎么办 没有保证 张小敬毫不犹豫地回答 人是你选的 路是我挑的 咱们都得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谈话就这么结束了 李毕摇动按上铃铛 叫来两位婢女 他们把张小敬带去附近乡房 换下了灰球衣 改了一套便于活动的小袄 加贺眠裤 收拾停档后 李毕亲自把张小敬 带去静安寺的大殿 这里是整个静安寺的中枢所在 集结了各部精英 汇总各处军情 并加以推演 厢房里有一个庞大的库房 里面堆积着长安从六部 到两室各个方面的卷宗 可以随时调阅 徐滨就是因为在这方面有专长 才被抽调过来 最让张小敬印象深的 是静安寺的望楼 整个长安 每一房都设有二到三栋望楼 平时用来监测盗匪火警 在李毕的部署下 如今望楼多了个功能 设了专门的直骑武侯 他们可以用约定的骑语进行交流 白天用骑 晚上用灯笼明暗 这样一来 长安城任何一栋望楼看到的情况 都可以迅速地传到静安寺中书 同样 静安寺中书也可以对任何一处 迅速发出命令 这套玩意儿显然是学自边疆风碎 但比风碎更为便当 望楼彼此之间相距不过半里 军情瞬息可横跨整个长安城 张小敬一眼就看出 这东西的实用之处 这意味着 无论他身在长安何处 都可以通过望楼与静安寺保持联络 无意中多了一只俯瞰长安的巨眼 不过这套望楼体系耗费极具 只有静安寺这样的怪胎才用得起 此时崔弃也在殿内 正在与负责沙盘推演的婢女低声交谈 李毕喊她的名字 崔弃连忙跑过来单膝跪倒 她可还没忘记自己是戴罪之身 李毕平静道 崔吕帅 六郎之死 源自清场不慎之师 令自我出 本官也负有责任 崔弃猛然抬起头来 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一没料到 阿兄的死居然是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疏尸 二没料到 这位主官居然自成其措 难道 这就是收买人心之术 李毕对此撇了撇嘴 他现在可没时间玩弄全数 只是高傲到不屑 尾过于下罢了 他一指张小静 正是这位张都尉破解此疑 他接下来会接替你阿兄 追查狼味 崔弃打亮了一眼张小静 眼中既有感激 也有疑惑 他知道张小静是个死球 不明白为何李毕会把宝压在他身上 不过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他行了一个军中礼节 震声道 我麾下有三百旅奔军 不齐军合 两刻之内可以抵达长安任何一处 希望张先生可以给我个机会 首刃仇敌 为我阿兄报仇 张小静注意到 他说的是张先生 不是张都尉 李毕交给他的这一把利剑 似乎没那么容易操控 时间太紧迫了 接下来的安排紧张而密集 张小静记下了望楼其语 和一些必要的联络方式 然后走到大沙盘前 听取关于突厥人的简略介绍 负责解说的是那位手持乐仗的 拼庭婢女 她面对沙盘时推时进 声音明朗轻悦 还带有一丝轻微的胡音 张小静略显无礼的多看了一眼 这个叫谭琪的姑娘 有着高耸的鼻梁和盘记黑发 应该是汗湖混血 重点是突厥狼卫打算怎么动手 张小静问 谭琪道 目前还不知道 唯一的一份情报 来自于朔方刘后院 有一个部落的突厥首领曾声称 整个长安城即将变成 雀乐霍多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吧 张小静点点头 雀乐是个突厥名词 近似于九幽地狱 而霍多 则是化为尘土之意 整个词既是一句诅咒 也是一种传说中的凶兽 雀乐霍多这四字 就算不懂突厥语 也能感受到其中滔天的杀意 长安城即将变成雀乐霍多 这也许是一句夸张的修辞 也许是什么东西的比喻 没人知道 谭齐知道时间紧急 语速很快 这是我们在丙六客栈 搜捡到的一块残布 上面勾勒了半个长安城外锅 很可能曹破岩想要的 是整个长安的详尽仿图 一听是长安仿图 张小静的两道残霉 揪到了一起 李毕注意到他的神色 变得严峻问道 以你之见 突厥人要着仿图做什么 让我换个问法 如果仿图在手 他们能做些什么 顺渠下毒 连仿纵火 趁夜沙粮 散播腰衬 拦入皇城 若是上缘灯会 只消在重人坊 严寿坊 兴庆功 取江池几处 关灯凡胜之处 抛撒几枚铜钱 都能闹出大乱子 有仿图之音 这长安城 他们就能来去自如 可干的事情 只怕太多 张小静掰着手指 侃侃而谈 每说一句 周围人的脸色 就含上一分 李毕面色严峻 他已经把刑事 估计得足够严重 没想到 还有这些 匪夷所思的险恶招数 静安寺的人 毕竟是官面上的 见识远不如这位 见惯了鬼欲伎俩的 前任不良帅 依你之见 倘若不能公开搜捕 接下来该如何着手 李毕问 张小静答道 私藏皇城仿徒 是要杀头的大罪 除了官府 一般人家不会有 曹炮炎 既然无法 从崔六郎那里获得 要么 去皇城里偷 要么 他的视线 移到了沙盘上 身体朝谭琪挪了挪 几乎与他肩碰肩 望楼最后一次 看到曹破炎 是在哪里 谭琪对他的大胆 有些吃惊 迟疑了一下 才回答道 曹破炎翻过水门 的速度太快 望楼来不及监视 不过据我们推测 他可能在严寿坊 不正坊一带上岸 这两处都是人流 繁盛之地 利于隐藏 我们已经派人去搜索了 张小静道 我猜他不会走远 最终还是得回到这里来 说完 一指沙盘 西市 崔弃有些惊讶 李璧却微微点头 和张小静异口同声 胡商 胡商多聚集于西市 其中不乏身家巨腕的巨骨 长安仿徒 对生意大有并益 他们暗中收藏一份 并不奇怪 张小静对他们的秉性 再熟悉不过 这些人 天生就是逐利之徒 胆子比骆驼还大 崔流浪败露之后 曹破炎不敢再接触唐人 若想在最短时间内拿到仿图 他别无选择 只能打胡人的主意 可你知道 去找哪个商人吗 李璧皱眉问 西市胡商的数量太多 不可能一个一个排查 张小静捏了捏拳头 淡淡答道 非常之实 自有非常之法 李璧略显紧张 可话到嘴边还是咽下去了 这家伙说得非常之法 恐怕会是一些 不合人道的手段 不过现在 可没时间奢谈刑律和良心 垫脚铜漏 水扔在一滴一滴 敲击着石桶 每一滴 都可能意味着数百条人命 张都尉 朝廷之国运 何称民众之安危 都托付给你了 李璧大秀一服 郑重的双手抱拳 肃荣一败 他身后的官吏们健壮 也一并起身 齐齐拱手 张小静没有回礼 只是用手谈了谈 左眼窝里的灰尘 淡然道 我是为了长安百姓 其他的可不关心 诸位莫要会错了意 众人煞食脸色全变了 这叫什么话 虽然私底下 大家伙对朝廷都有怨念 可怎么能堂而皇之地 说出来呢 张小静咧开嘴笑了笑 转身走出殿去 静安司的一杆鼠原 心惊胆战 都看向李璧 李璧面色如常 扶尘搭在手臂上 似乎全部为异 这家伙 这是在向自己暗示啊 他不愿接受任何控制 在门口 崔器已经准备好了 一整套装备 精炼杖刀 贴身软甲 腌丸 牛筋副锁等等 还有一把破张手弩 张小静娴熟地 把这些东西披挂起来 又蹲下身子 用两节麻绳 把裤脚扎紧 穿戴妥当后 一股惊汗杀气扑面而来 张小静把那柄手弩拿起来 反复拉动空弦 又用耳朵听了听 对崔器道 拆掉望衫 勾心再调紧两分 崔器文言一正 望衫是瞄准用的 比较累赘 有准头的人不爱装 勾心调节的是弩剑飞速 越快威力越大 但准头不易控制 看来这位是个用弩的高手啊 他联邦拿着弩剑 去找弩剑调整 张小静趁机把徐斌叫到一边 压低声音道 麻烦有得 你派人去敦一访西南狱 那儿有个文记箱铺 给掌柜的送个口信 立刻离开长安 一刻也不要耽搁 最好你也劝家里人尽快出城 绝对不要去参加灯会 徐斌瞪大了眼睛 不明白他的用意 张小静语气无比严厉 我在长安待了这么多年 比任何人都知道 这座城市有多么脆弱 若李思诚所言不虚 我估计 说到这里他难得的犹豫了一下 然后加重了语气 这次长安再劫难逃 曹破岩此时正站在某一访的大门口 此时他头上多了一顶斗笠 不掀开的话 完全看不到面孔 此时访门大开 无数摊贩摆在访墙之下 吆喝声四起 十来个贤汉在一处空地 抓着粗绳两端 牵钩作戏 围观古尽的人更有十倍之多 在访门旁边 立着一具高于武藏的挑竹大灯轮 灯轮上每一脚都垂着五彩愁碎 只待黄昏后举竹 曹破岩拉低斗笠 从李渭身边朝房内走去 静安司已经传来了一通文告 让朱房李渭留意一个连然胡人 只是士气仓促 没有附上图影 李渭们正忙着为牵钩喝彩 他们一看曹破岩衣着不是胡袍 连打量都懒得打量 任其进入 曹破岩走到十字街口 附近一处僻静角落 从怀里掏出一截小纸卷 看了眼 然后拦住一个跑过的小孩 询问李渭竹器铺在哪里 小孩见他相貌凶恶 连忙说 就在背街宽向尽头的宅子里 曹破岩顺着指点走去 这里果然有一个竹器作坊 过道和门口堆满了 还未胡纸的灯笼架子和竹蜜子 有鸾缝 有云龙 还有各色神仙与吉祥物件 看来生意不错 到了上元节当日还在忙碌 他敲了敲门 三下长 一下短 然后再两下长 屋里沉默片刻 一个高鼻深目的枯瘦竹将探出头来 一把削竹尖刀提在胸口 白瞻金杖设在盲亭何处 他用突厥语忽然发问 草原的雄鹰不惧狂风 曹破岩掀开斗笠 也用突厥语回答 对方打盖一条小缝 让他闪身入内 天宝三载 元月十四日五出 长安城西区第四街西市 西市的市面 并未因刚才的骚乱而变得萧条 随着五十临近 珠坊的百姓乡身 高门府上的白袍采买 散居京城的代选官吏 全国各地的投县文人都一窝蜂地涌来 希望能抢购到最新进城的狐货 甚至在人群中 还能见到许多投插春圣的女眷 他们不放心别人 非得亲自来挑选不可 张晓静走在街头 行步如飞 在他身后 紧紧跟着一个 稚气未脱的圆脸年轻人 此人叫姚汝能 是才加入静安司不久的年轻干例 京福补力出身 有过目不忘的才能 李璧派他来 协助张晓静进行调查 当然也存了监视的心思 张都尉 您这是要去哪啊 姚汝能忍不住开口问道 张晓静的矫程太快 周围人又多 必须竭尽全力才能跟上 张晓静脚下不停 柔家欲针访 这柔家欲针法的名字 姚汝能到听过 乃是个专供女子 面药口汁的铺子 铺子里都是大食饭来的 秘制养容药膏 效果齐佳 在长安城的贵妇圈里 相当有名 店主是西市数得着的豪商 姚汝能忽然超前一步拦住他 请您解释一下 去这里的目的 张晓静眉头一皱 都什么时辰了 你还在这里啰嗦 姚汝能一本正经的说道 您现在身份特殊 形式须得先说明原由 也好让李四成放心 我若不说明呢 姚汝能以我腰间刀柄 我随时可以抓您回去 他话音刚落 张晓静五指伸过来 一下抓住刀饿 轻轻一掰 那配刀便要离身 姚汝能急忙侧身去抢 不妨张晓静脚下一勾 他灯石扑倒在尘土里 张晓静俯视着他冷冷道 我若真想跑 你现在已经死了几次了 说完他转身离开 姚汝能狼狈地从土地上爬起来 顾不得拍掉身上的土 连声喊道 喂张都尉 你这么干 我可是要上报的 张晓静理都没理他 静止朝前走去 姚汝能只得气急败坏地 跟了上去 预真坊在西市东南二街口的 北侧趋向内 需要拐一个弯 恰好可以挡住 外街的喧嚣和视线 移入坊内 迎面是三面交香泥墙 上头分裂酒排长架 架板都用粉铃包裹 上头摆着大大小小的 琉璃瓶与瓷器 此时只有大约十几个 身披各色佩帛的女子 她们不时低声垂头交谈 露出雪白的脖颈 茄香的味道 轻柔地弥漫四周 令人沉醉 伙计一见进门的 居然是个男人 呆愣了一下 张晓静把腰牌一晃 沉声道 静安思办事 带我去见店主 伙计还要讲话 张晓静独眼一瞇 朝那些女子扫去 伙计不敢惊扰顾客 指着说去通饼掌柜 张晓静却一把拽住她胳膊 静止向仿后走去 军情钥匙不容担搁 我随你去 伙计还要挣扎 被她用刀柄一颗腰眼 灯石不敢动了 就这样 张晓静拽着两股战战的伙计 大咧咧地朝后面走去 姚汝能紧随其后 她对这个做法倒是无意义 时间紧急 哪能容她慢吞吞地来回通饼 访后是一个开间大院 一个胡人胖子 正斜靠在勾纹团花的波斯粘毯上 左手拿着高足杯 肘下支着隐囊 驱左腿而坐 旁边一个黑靴小士捧糊而立 中庭一个美貌歌姬 正围着一棵梅树 唱着春莹转 且歌且舞 张晓静他们一闯进来 歌舞灯石进行不下去了 两名护卫走过去想要阻止 店主却皱了皱眉头 挥手让他们退开 阁下是 静安司都尉张晓静 张晓静放开伙计 亮出腰牌 然后示意姚汝能把院门关上 哦 可是万年县的张阎罗 店主在长安待了许多年 稍微有点名气的人 他都有耳闻 万年张一眼 号称五尊阎罗 狠毒辣拗绝 乃是镇压东边混混们的 一尊沙神 不过 听说他早几个月前 犯事被抓 判了绞刑 怎么这会儿又出狱了 张晓静面无表情的一拱手 有几个问题要请教尊驾 店主伸出右手食指 慢条丝里的顺着嘴角的 胡须滑动 一直滑到高高翘起的 一片须尖 才一由为尽的放下 张言论这是没钱过节了吧 居然敲诈到了 玉珍坊的头上 也不问问 这坊和宫里的关系 来人哪 给张爷取一匹陆娟来 官定速撕一匹四十尺 寻常交易之用 若是长途运输 还要再多叠四十尺 为之陆娟 只适合罗马驼着 常人根本没法抱走 店主故意给陆娟 存了有意羞辱的心思 想要钱 那就自己当畜生 驮着出去 张晓静走上前去 坐视药街 店主轻蔑一笑 可他笑意还没消失 就看眼前白光一闪 一把利刃架到了脖子上 别说店主 就连姚汝能也是大吃一惊 他本以为 这个死囚和店主 有什么交情 想不到居然上来就动了狠手 姚汝能刷的抽出佩刀 却不知是该掩护张晓静 还是该阻止他 这时 一群御针访的伙计冲进来 姚汝能的心和刀 同时一横 学着张晓静的样子力声道 警安私办事 都给我粘开 那群伙计 果然不敢上前了 张晓静的声音依然冷漠 我的问题还没问呢 你敢动我一下 就等着被碾死吧 店主恼羞成怒 张晓静捶下头 凑到店主耳边 不瞒你说 在下是一个死囚 办不成差事 回去也是死 你猜我会怎么做 店主望着那只森森毒眼 心中一紧 他最怕的是不守规矩的疯狗 他眼神闪动树溪 只得开口道 你到底要问什么 张晓静把刀口挪开一点 最近你有没有和突厥人打过交道 店主对这个问题有点诧异 不过很干脆的答道 没有 那你听过最近有什么商家和突厥人接触吗 没有 突厥人 在长安都多久没看见了 突厥早在贞观年间已一掘不振 西突厥在显庆年后也分崩离析 只剩下几个小部族在草原上 时返时归 至于留在长安的突厥人 已完全规划 除了俘虏 史杰和复京朝锦的酋长们 长安不闻突厥之名已经许多年了 不如把你的人都叫过来问问 也许他们知道呢 张晓静坚持 店主指得吩咐伙计们过来 一个一个询问 有无和突厥人有接触 结果自然都是否 张晓静挥手让他们都散了 继续问道 那么你知道西市谁家里有长安访图 店主一听 连忙摇头 别家又没有不知道 反正我没有 他又补了一句 这有为大唐律令 形如谋反 谁敢私藏 张晓静收起头来 退后一步 实话好叫你知 最近有几个突厥人潜入长安 想在上元节闹事 如今只缺一张长安访图 你没收藏那就最好 不然朝廷事后查出 谁家私藏了访图 那可是颇天大祸 店主这才明白 为何这个官差办事 如此急吼吼的 原来还有这一层因果 他直起身子 换了一副关切的表情 小老虽至一介商骨 也有报效朝廷之心 不知那几个突厥人 什么形状 什么来历 小老也好帮忙探听 张晓静冷冷道 不必了 若见到可疑之人 及时报官便是 对了 此事是朝廷机密 不可说于旁人 自然自然 店主连声答应 刚要吩咐奴婢 端来几瓶流之禁膏子 给几位磨手 一抬头 两人已经离去 店主见他们走了 双腮坠肉一脸 换来一个心腹小思 耳语了几句 张晓静等人 离开玉真坊 在趋向口 对面的一处 齐晃下站定 对姚汝能道 你记下刚才坊内 所有伙计的面孔了吗 姚汝能点点头 张晓静道 你仔细盯着 玉真坊的前后门 有什么可疑的人出来 让西市署的不良人 坠上去 看他们进了哪家商号 记下名字 姚汝能这才恍然大悟 张晓静这是在敲山震虎啊 刚才那么一闹 店主必然心中害人 赶紧去提醒那些 撕毁了仿图的商家 这样一来 只消盯住 玉真坊的使者 便可知道谁藏仿图 有了店家主动带路 这比一家一家去盘闻 省事多了 这种做法看似粗暴 却最省力气 姚汝能看向张晓静的眼神都变了 不是几年老历 可想不出来这招 分寸 祸后 都拿捏的恰到好处 您怎么知道 玉真坊有问题 姚汝能好学地问道 张晓静面无表情地回答 随便选的 这西市豪商里 身家清白的可不太多 姚汝能撕了一声 万一猜错了呢 那整个长安城就会完蛋 姚汝能以为这是张都尉在开玩笑 可对方脸上疏无笑意 他是京畿齐州人士 家中世代都是捕道之力 父亲伯父先后死于贼室 后来朝廷垂恩 破格把他拔着到长安为例 所以他临行前发下过誓言 一定要在长安城 做个让恶人闻风丧胆的干例 才不辱莫加风 张晓静干了九年不良帅 整个万年线都服服帖帖的 这在姚汝能看来 简直是一个最完美的偶像 他出发之前 暗自激励自己 一定要从这位老前辈身上 多学点东西 说不定将来也能当上不良帅 甚至县位 没想到这一位张都尉 和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 姚汝能想象中的捕道老手 应该正气凛然 像一把磨刀似的锋芒四射 贼道为之束手 可这位张都尉 行事说话都带着一股子斜劲 具体哪不对 说不上来 可总之呢 是隐隐带着 来自黑暗面的不安信息 他忽然想起 李璧临行前的叮嘱 对此人远观即可 不可尽交 不由得心中一灵 这时张晓静忽然问道 你做捕利没多久吧 啊 对 三个月零八天 姚汝能回答 那我问你 做捕利该当如何行事 自然是嫉恶如仇啊 张晓静惋惜的摇了摇头 那在这个城里 可活不了太久 姚汝能站起身来 我敬重您是前辈 也钦佩您的手段 可您别打算用这种言辞 吓跑我 我会继续履行职责 协助您 同时上保一切可疑动下 除非您把我杀了 面对这个轴人 张晓静也有些无奈 他比了个随便你的手势 什么都没说 不良人们 这时已经慢慢聚拢过来 姚汝能交代了几句 忽然想到了一个细节 回头问道 张都尉 仓促之间 人手有限 那些商号平时进出的人 那么多 该怎么盯烧才好 只盯胡人 这种事 他们不会信任外族 张晓静毫不犹豫地回答 其实大唐从来不以血统而论 长安城汉湖混杂 非中原出身的文武官员 多得是 就算是静安司的属原里 也颇有几个精通算学 熟知行商的狐利 不过一下大方这种论调 总会有人偶尔在心里嘀咕 涉及到胡人 要不要跟西式鼠抱贝一下 姚汝能刚提出点意见 就立刻被张晓静不客气地打断 我现在需要的是手和脚 不是一张嘴 姚汝能不敢耽搁 领命而去 静安司并没有自己的不良人 都是从各访各属就近争调 需要花点时间 张晓静在奇幌下双手抱毙 一动不动 表情凝滞 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此时太阳一块形至天顶 时间正像渭水一样飞快地流逝着 他的独眼一直望向远处的望楼 望楼上一片平静 尚无任何旗帜挥舞 他等待的另外一个消息 至今还没有动静 与西式一访之隔的静安司 此时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忙碌 所有的书立们都买手于无数卷制之间 殿中只听见卷轴被展开的刷刷声 溥仪们一刻不停地 从外面报来更多卷宗堆在书立案前 为了提高效率 他们会提前把卷轴展开 铺在一个简易的逐插架上 这样书立可以直接浏览内容 不必在展卷上浪费时间 每位书立都配发了三具插架 一架用来展卷 一架用来浏览 一架用来卸卷 保证书立在任何时候抬眼 都有现成的卷子可以阅读 他们必须在两课之内 完成一件既简单又困难的工作 开元年后 突厥和大唐之间的贸易 一直处于停顿状态 但双方的需求却不会因此消失 精明的西域商人 早就注意到了这其中的商机 悄悄地建立起了一条中转商路 他们从草原收购毛皮牲畜 以西域货物的名义运入长安 再从长安运出绸薄茶盐 辗转运去草原 不少长安的虎谷大商号 都与突厥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礼弊调来了近五年来 所有进出长安的商对过所 重点核茶 羊皮 牛津 泥盐 铁器 这四宗货品的入出量 前两者是草原特产 后两者是草原急需 哪几个商号经手的货量越大 说明与突厥人的联系越紧密 对静安司来说 这意味着曹破岩找上门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是张小静在临走前跟礼弊定下的办法 在往常这些统计数字 得让户部忙上几天才能有结果 但现在时间比诸狱还宝贵 这些各部调来的暗毒高手们 只好拼出老命去 算筹差点都不够用了 礼弊虽然没有参与具体事务 但他背着手 一直在书案之间来回踱步 仿佛一位国子剑的老夫子 过了一阵 他扫了一眼垫脚水中 然后又烦躁地摇了摇头 转回到沙盘前 谭琪 你觉得张小静这个人如何 李毕忽然问 谭琪正在把望楼最新的通报摆在沙盘上 听到李毕发问 不由得厌恶地耸了耸鼻子 相由心生 我看他就是一个粗陋的登徒子 真不知道公子 你为何把前程压在一个死丘身上 谭琪是汗湖混血 鼻梁高耸 瞳孔有淡淡的琥珀色 他是李毕的家生毕 母亲是小薄律人 从小在李家长大 聪慧有识 所以最得李毕信任 说起话来很随便 听到谭琪的问话 李毕用指头敲了敲桌面 太宗在法场救下李卫公时 曾有一句圣训 使功不如使过 太宗能用李卫公 我为何不能驾驭此人 谭琪撇撇嘴 他哪配合李卫公比呀 我看他一直在偷看你 你可不要做红服啊 谭琪面色一红 话灯时接不下去了 狠狠地挽了他一眼 李毕哈哈大笑 疲劳烧去 忽然又轻轻叹息一声 你若知道他的来历 就不会这么说了 难道还是罗刹鬼转世不成 谭琪撇撇嘴 李毕道那是在开元23年 突厥突齐师部的苏鲁可汗作乱 围攻安息波乱城 当时在波乱城北30里 有一处封碎宝城 驻军220人 他们聚保而守 硬生生顶住了突厥大军9天 等到北亭都护盖家运率军赶到 城中只活下了三个人 但大盗始终不倒 张小敬 就是那幸存的三人之一啊 谭琪用衣袖 掩住嘴唇惊讶 光从这几句不带渲染的描述中 都能嗅到一股惨烈的血腥味道 张小敬归国续功 除受飞其位 在兵部只要打凹几年 便能嗜鹤为官 前途无量 可惜他与上风起了局语 指得卸甲除急 转了万年线的不良帅 一任就是九年 半年前 他因为杀死自己上司而入狱 谭琪倒吸一口冷气 不良帅的上司 那岂不就是万年线的县位 下杀上 立杀官 那可是不义之罪 唐绿中不得摄诱的 十恶之一 为什么他会杀死自己上司 他问 不过李璧 只是微微摇了一下头 谭琪知道公子的脾气 不该说的绝不会说 于是换了一个话题 公子 你为什么会选 这么危险的家伙 李璧抬起手掌 猛然在虚空一抓 只有最危险的家伙 才能完成最艰巨的任务 长安城现在微如雷软 非得下一副 治刚治烈的猛药不可 谭琪探道 公子的眼光 谭琪从不怀疑 只是周围的人会怎么想 贺奸又会怎么想 还有公里那位 公子为了那一位 可是往自己身上 加了太多负担 他太了解大唐朝廷了 靖安寺这种地方 就是个天然的靶子 哪怕有一点点错漏 执掌者就要面临 无数名枪案件 李璧把扶尘横在壁弯 眼神坚毅 为他也罢 为黎民百姓也罢 这长安城总要有人去守护 除我之外 谁又能有这心智和胆量 我虽是修道之人 亦有济世之心 这份苦心不必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徐斌捏着一张纸 匆匆跑过来 口中高喊 名单出来了 徐斌他们完成了一个 不大不小的奇迹 居然真的在两课之内 汇总出了数字 名单上有七八个名字 都是这五年来 四类货物出入量比较大的胡商 一量排名 李璧只是简单地扫了一眼名单 立刻说 传望 不行 望楼转移太慢 张小敬现在何处 谈其之道公子 已经进入认识状态 收起谈笑 指着沙盘道 西市第二十字街 北驱向前 姚汝能和他在一起 在沙盘上 代表张小敬的 是一枚孤零零的灰色人勇 和代表吕奔军的猪桃勇 代表突厥狼位的黑桃勇不一样 用快马 把这份名单给他送去 李璧吩咐 狼下既配有快马 骑手随时待命 专门用来传递内容复杂的消息 名单被飞快地卷入一个小鱼桶内 骑手往绣管里一插 一夹马凳应声而出 马踢声迅速远去 与此同时 大嗓门的通船跑入殿中 与快马恰好擦肩而过 报 贺奸返回 他肺活量十足 唱起鸣来 气玩神足 李璧眉头一皱 他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这可不太寻常 他看了一眼 后者会议 阅仗一打 把代表张晓静的那枚灰色桃涌 从沙盘拨开 通船把另外刚送来的几份文书 也一并交过来 这都需要李璧先过目签收 他且看且签 突然间眉头一挑 从中拿出一份 随手交给了旁边一个小丽 低声交代了几句 李璧刚刚吩咐完 贺老头子匆匆迈入店内 劈头第一句就问道 长远 你居然任用了一个死球 文冉拍掉手里的蜡渣 把父亲的牌位摆了摆 然后轻叹了一声 今天可是上远节呀 真的要走吗 屋子里没有人 他只是在自言自语 刚才有人送来一个口信 口信里有一个独特的暗号 他知道 这是恩公发来的 口信说让他立刻离开长安 却没提具体是什么事 这让文冉有些为难 自从父亲死后 他依然接过这间香铺的招牌 一个人咬着牙惨淡经营 凭着几分倔强和执着 现在生意已颇有起色 上远节各处都要用香 正是赚钱的好时机 若是自己现在离开 可要少赚不少钱呢 但这是恩公的命令 文冉不能不听 若非恩公 去年文家早就家破人亡 父亲生前曾反复叮嘱 让他一定对恩公言听计从 他轻轻叹息了一声 把行囊整理好 顺手抬头看了看墙上的货牌 木牌密密麻麻 每一块都代表了一份 沉甸甸的订单 文冉十字不多 不会写账本 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寄生意 他看到其中一块木牌 写了个王字 旁边点了十二个粉色墨点 这是安人坊王杰度假的大小姐 订了十二封极品匠身云香 预定今日送到 文冉两道淡淡的峨眉皱了起来 这份订单对文记香铺 可是至关重要 那位小姐对自家的河香爱不释手 一直想要挤封新的 若把她哄高兴了 日后整个高门女眷的圈子 都会打向名气 安人坊在敦一坊的东北方向 隔着三条大道 距离不算特别远 文冉心想 好歹把这份订货先送过去吧 再出城不迟 他逐一既定 转身取来云香 放到一个逐渣的箱架上 背出门去 文冉本想另一批骡子 可今天过节 附近脚铺里的牲口全被定光了 家架都没有 没奈何 只能背着箱架子一路走去 此时路上行人颇多 他挤在人群中 勉强走到重业坊 却走不动了 这里有一处玄都观 达官贵人多来此处进乡 各色牛马大车停在房口 堵得水泄不通 百姓们只能暂时停下脚步 耐心等待 文冉安静地站在队伍里 浑然未觉 在对面淮珍坊的房角 九四二楼 一道阴森森的视线 越过宽阶 在他身上来回扫了几回 一个穿着浅清官袍的 中年男子收回视线 缓缓举起酒绝 他双眼瑕促 鼻尖挺而勾 一动嘴唇 便会扯动鼻翼与眼尖 好似一条蛇 在脸皮之下游走 这个女人 你们看见了吗 他戳了一口酒 淡淡问道 旁边的几个锦袍少年 听到询问 纷纷点头 中年男子 愿读地说道 他和他爹去年那案子 搞得鸡犬不宁 还网送了一个 县位的姓名 今天既然让我撞见了 可见是天意呀 此仇不报 别人会说我 封大伦好欺负 你们一会儿 可得好好关照一下他 紧抛少年们 都哈哈笑得起来 眼神里进入银邪 封大伦把酒绝放下 你们尽管放手去做 张阎王在狱里等死 这次谁也保不住他 一提到这个名字 他眼神里 闪过一丝惧意和恨意 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到底哪种情绪 更浓烈些 为了驱散 这种令人不快的情绪 他挥了挥手 站着干嘛 还不赶紧去做事 紧袍少年们插手告辞 蹬蹬蹬地跑下楼去 文然好不容易 才从重业坊的拥挤走出来 沿街走了一段 不知不觉中 他发现身边多了几个浮浪少年 这些少年 个个衣着轻挑 袍巾开处 能看到脖颈下的几缕深色纹身 浮浪少年们 开始只是在附近晃荡 然后一个个不动声色的贴近 把其他行人排挤开 慢慢的 纹染的前后左右 都被他们占据 这些人彼此之间距离松散 却连成一条坚不可摧的人墙 把他关在其中 文然感觉有点不对 想往外冲 浮浪少年们嬉皮笑脸地挡住他 用肩膀和胳膊把他顶了回去 文然恼怒地抓住其中一个人的胳膊 用力一扯 没把人扯开 反倒把袍子给拽了下来 露出两条幽黑的胳膊 那个少年两条胳膊上 闻着两行猙獰的青字 生不怕经兆府 死不怕阎罗王 这 这是熊火帮的标记 这个帮派是万年县一霸 豢养了数百个无赖贤汉 轻则寻衅滋事 重则杀人掠祸 终日横行街头 肆意无忌 难道 这就是恩公口信里提到的危险 文然心想 可是他不明白 熊火帮的人 为何来找他的麻烦 文然就像是落入了激流 完全身不由己 被人墙裹挟着 一路朝着北边的偏僻地段而去 文然倔强地咬着牙 眼睛不断从人墙间隙朝外看去 他忽然眼前一亮 发现前头房角有一处武侯铺 有几个武侯手持插杆 正在铺前闲坐 他猛然加速 撞开一个浮浪少年 跑向武侯铺大声呼救 武侯们听见呼喊 纷纷拿起插杆 可他们一看到姑娘身后 十几个双臂蚊子的扶浪走过来 脸色都为之一变 为首的少年 不慌不忙走过去 一拱手道 家里的婆娘不听管教 叫几位爷见笑了 说完 从腰间解下几条钱送了过来 这话不进不识 武侯们却不欲多声是非 收了钱 逆其朝后退去 少年们嬉笑着 把绝望的文冉拽回到人墙里 在前头的路口 正停着一辆拱箱马车 两扇车窗被黑布罩着 浮浪少年们 推推嗓嗓 把他扭送到车厢里 然后又跳上去两个人 把门从里面关牢 马车徐徐跑动起来 文冉在黑暗中十分惊慌 却无处可逃 过不多时 忽然车外 传来一阵辉煌的钟声 这钟声很特别 红阔中带着点剔透的轻音 一听就来自于 赶叶寺的紫金佛恩钟 武则天曾在此出家 寺中系紫金所住 与其他寺庙的钟声 颇有不同 这钟声让文冉忽然平静下来 不是因为佛法无边 而是因为他忽然意识到 自己还未到彻底绝望之时 赶叶寺位于安夜坊内 文冉常来这里送香 对附近路径非常熟悉 他一听到钟声 立刻就判断出 自己此时的位置 大概是在安夜坊西侧 距离本来要去的安人坊很近 中间只隔着一条朱雀大街 朱雀大街 是长安城最中间的南北大路 宽约百步直通工程 如果有机会 跑上御用的迟道 说不定便能脱困 文冉这样想着 背靠相避执起身子 他的手在黑暗中 触到地板缝隙里 一枚松动的铁钉 他的性子 可从来不会轻易放弃 随着一声压抑到极点的惨呼 曹破岩身子猛然向前跳起 双目赤红 嘴里的木棍差点被咬断 一截幽黑的弩剑杆 被竹将手里的尖刀挑了出来 鲜血淋漓 然后他割下刀 熟练地给伤口缝合 敷药包扎 弩剑无头 不会伤及性命 只是手肘几个月用不得 竹将说 用水盆洗掉手里的血水 曹破岩额头上浸满了汗水 虚弱地点了点头 这时 门外传来脚步声 一个面色阴郁的男子 走了进来 这是一张典型的突厥人相貌 有着一张 君烈丛生的狭长马脸 和两条浓密的白眉 他穿着一件连地的素色丝绸长袍 风格既不类中土 也不似胡服 后头还搭着一个 护斗状的兜帽 诱沙贵人 曹破岩和竹将 一起公身做礼 诱沙不是人民 而是突厥官位 王族分都诸部者 在东称左沙 在西者 称右沙 权柄极大 这么大的一位人物 居然藏身于长安城内 如让朝廷知道 定然是一场轩然大波 右沙 扫了一眼曹破岩的手肘伤口 我刚刚得到确切消息 你带来的十五位勇士 已经转生了 曹破岩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羞愧地拿起旁边的尖刀 对准心口 一切罪责都归于属下 愿以死赎罪 狼卫是大汗最忠诚的侍卫 他们奉命进入长安 就没打算活着返回草原 但这些狼卫的生命 本该换回几百倍的唐人鲜血 才算对大汗尽忠 死在一个破落货战里 实在是极大的浪费 右沙冷笑道 你的性命是属于大汗的 有什么资格自己决定 他从曹破岩手里 把尖刀拿过来 削掉后者头顶的一缕头发 绕在手腕上 这在草原上代表 收取有罪者的魂魄 从这一刻开始 曹破岩已彻底死了 只剩下一个 服从任何命运的躯壳 接下来 你要完成我的所有命令 才允许死去 曹破岩的头颅滴滴垂下 一声不吭 这位右沙贵人 是突厥这次在长安行动的 统社之人 有着阿什纳家的高贵血统 代表了大汗的意志 他的意愿 就是曹破岩的命运 右沙把刀丢开 抬手道 仿图的事你不必管了 我以另外派人去弄 现在有另外一个任务交给你 曹破岩抬头 又杀到 刚得到消息 此时朔方节度 使王中寺的家眷 正在京中 你去把他的女儿绑来 剁掉指头 一节一节地送到 草原的唐军行营去 他说这话的时候 嘴角不自觉地 露出残忍的快意 王中寺是突厥的噩梦 是让突厥人喘不过气的 罪魁祸首 郎魏难得来一次长安 不送一份大礼 实在有失礼数 可曹破岩却眉头紧皱 这次在长安的行动 筹谋已久 眼看到了实施阶段 怎么能因为一时的心血来潮 而随意更改呢 有一句话 他一直没说 那位崔六郎 也是诱沙这边一手安排的 结果发现 是唐人的细作 他倒不怀疑 诱沙与唐人勾结 可他连最起码的审查工作 都没做好 结果导致十几个精英狼卫 还未发挥作用便丧生 背黑锅的 却是他曹破岩 这位诱沙贵人的性子 和突厥贵人们差不多 太过粗疏随意 在草原也许还行得通 可在长安城的行动中 他并不适合做一个统帅 曹破岩把这些念头 强行溢下去 千功地匍匐在地 稀释一意 唐人已有所警觉 此时或许已布下天罗地榜 属下担心 突然结外生枝 于大居无补 反而一声乱刺 诱沙脸色阴沉下来 这可是他突然想到的神来之笔 居然被一个卑贱的狼卫 如此质疑 闭嘴 诱沙愤怒地一挥咆哮 你们狼卫不需要嘴 只需要獠牙 曹破岩还要生变 诱沙抬起腿来 一脚把他踹翻在地 可惜手里没鞭子 不然非得狠狠地抽一顿 这个狂妄的混蛋不可 到了这份上 曹破岩只得闭上嘴 叩头谢罪 可是他的双拳 微微攥起 眼神里跳动着不甘的火焰 一串彩石小项链 从他的脖颈上垂下来 看起来像是出自孩童之手 诱沙喝退了曹破岩 转身推开门 走到外屋 外面是一个宽阔的工坊 数十名突厥人 正在热火朝天的 坐着木工活 他们不似狼卫一样 惊悍健壮 大多都有一个沟楼的脊背 和一双满是茧子的大手 这样的工匠 每一个都是草原上的质宝 此时 他们却藏在这个小小的工坊里 埋头苦干 周围还有十几名健壮的狼卫 在来回巡逻 眼神锐利 一根根毛竹被削去叶子 结成三尺长短的枝杆 两侧各钻上十个半寸大小的气孔 并排斜放在窗下 另外还有五六个人 正在分批把灯笼装车 这些灯笼有葫芦 仙桃 蝙蝠 祥云等等 造型各异 体积都差不多 相同点是 中间流出一个圆筒状空隙 恰好可以插入一根竹管 幼莎拍了拍手 所有的工匠都停止了工作 朝他看过来 可汗通过我的眼睛在看着你们 这是他的开场白 每一位工匠都单腿跪在地上 用右手扶在左胸垂下头 许多年前 这里的城市任由我们揉力 这里的女人和牛羊任由我们掠夺 现在我们却归缩在草原异域 任凭大唐和回湖人奴役我们 但这一次 我们将找回祖先的荣光 从白毛大盗的帐下出发 穿过风雪 穿过刀剑 仇恨是最好的作机 只有他才把我们带至千里之外的长安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大寒愤怒的信使 是复仇的火焰 现在我们要像蛇一样 钻进敌人的心腹之内 用他们住所的石块打建坟墓 太阳不会永远照在仇敌的操场 总会有风雪落下 又杀的口才非常好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 却能让整个屋子都听得一清二楚 每一个人都被他的情绪所感染 我刚才检查了你们制造的进度 还不够快 这不是灰顶杖 不是独自车 这是伟大的 缺乐或多 你们必须再加把劲 完成他的肉身 他的魂魄 也已经接近长安 到了日落时分 而这合二为一 我们将看到他降临长安 把这座城市的壮年老年女人孩童 全树吞噬 从雪到谷一点不留 你们的名字会比大汗最勇敢的勇者还荣耀 你们的子孙会同时被先祖和英灵庇佑 又杀最后一句是吼出来的 工匠们和狼尉们流露出极度亢奋的胸光 他们不敢高声欢呼 只能有节奏地垂着胸 跺着脚 低声喊着 却乐或多 却乐或多 他们的靴子塌在地板上 发出整齐的咚咚声 如同南下进军的鼓声 曹破岩一个人待在屋里 也保持着半跪俯兄的姿势 不过他却没有外屋的人那么兴奋 只是冷冷地看着佑莎的演说 做完最后的动员 佑莎又交代了几句离开了铺子 竹器作坊的门前 是一条通向大街的狭长巷道 佑莎一边缓缓走着 一边用双手把兜帽从后头掀过来 遮住自己的突厥面孔 露出长袍背后金线绣成的十字标记 他又举出一串琉璃念珠挂在脖子上 用右手捏住正中的木制十字架 当他踏上大街时 整个人已经换了一番形象 慈眉善目和蔼可亲 对路过的每一位行人 都微笑着合掌起送 愿仁慈的主与你同在 快马飞驰而过 片刻不停 直接将鱼筒朝张小静丢了过去 张小静伸手一捞 牢牢抓住 与此同时 姚汝能那边也汇总了对 玉珍坊的监视匆匆赶了回来 胡人的反应非常快 店主在张小静离开之后 立刻派了五个仆从 吩咐五家商铺 然后那五家商铺 又分别派人去了别家商铺 亏得姚汝能调度得当 才顺利搜罗到了 所有被通知到的商铺名字 现在张小静手里 有了两份名单 一份是藏有仿图的商家 还有一份是与突厥人 联系密切的商家 把这两份名单叠加对比 最可疑的几家一目了然 静安司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 搞出这么一份东西来 真是奇迹 李思成是宰相之菜 张小静放下名单 由衷地佩服了一句 他做不良帅那么多年 破案无数 深知很多事情 并不需要搜考密新 真相就藏在 人人可见的文卷之中 就看你能不能找出来 此所谓大暗读之术 李毕特意在静安司 集中一批精干官吏 专事简教查阅 正适合应付眼下这局面 可见此人着实 张小静 张小静朝远处望楼做了个手势 告知妥收 然后开始分派任务 名单一共勾选出了四家最可疑的商号 这几家虽然都在西市 但位置很分散 张小静和姚汝能 只好各带一队人马 分头行动 在分手前 姚汝能恭敬地请教行动方针 张小静攥起拳头 在他心口处虚导一下 干掉不合作的 就这么简单 姚汝能在宫门不是没遇到过汉利 可他真没见过 像张小静这么粗暴不安的 他就像是一柄飞舞的千军铁锤 没有耐性从瓶中掏出金银 索性把花瓶砸得粉碎 姚汝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即使没有时辰的急迫限制 这个人也一样会这么干 是不是觉得这不合人道 张小静语气里带着讥讽 指了指周围人来人往的行人 对敌人心怀仁义 就等于放纵对这些百姓的残忍 记住 这是你的第一课 可我们现在并不知道 他们是不是敌人呢 不合作的就是敌人 张小静先去的是一家 叫做西府的金银器铺子 店主集贯康国 西府店虽然业主是金银器 但也经常以借贷的形式参与到大宗贸易中来 所以才会列入静安司的名单 曹破岩进入西市时用的过锁 写的正是来自康国 而且该有当地印鉴 这种文书 若没有点康国上层的关系 不太容易弄到 要知道 康国本来就是突厥种的国家 虽然两者分野已久 但族类血统的东西 谁敢保证 当然 这并非出于歧视 事实上 在这四家被怀疑的商号里 两家是胡人 两家是唐人 并无任何偏见 静安司和红卢寺不一样 向来不但用最大的恶意 来揣测任何人 西府店位于西市 第三个十字街的西北角 这是个黄金地段 诸禄交汇之所 最为繁盛 这家门前的气象 与别家颇为不同 两侧皆是两抱立柱 都漆得正亮黑底 上嵌一圈一圈的盘龙云纹 张晓静掀开布帘 踏入铺子 店里很安静 没什么客人 一进门 就被一个弯月形的高木台拦住 台子比寻常人恰好高一头 只能勉强看到空荡荡的台面 却看不到台后状况 他摇动一枚挂在旁边的铜铃档 很快 一个留着山羊须子的胡人老头 从后台探出头来 居高临下望着他 面无表情 对气还是对钱 老头干巴巴地问 语气很不好 张晓静在台面上 用食指和中指轻轻敲了三下 亮出腰牌 官府办事 你是店主 老头点点头 张晓静直接了当道 我们现在怀疑 西府店私藏长安仿图 勾结突厥残党 需要搜查一下 这个指控非常严重 店主却没流露出什么表情 慢吞吞地答道 碧店是做金银生意的 绝无私藏仿图之事 亦不曾主动与突厥人勾结 他的谈话非常流利 没有任何口音 那要本位搜过才知道 店主脸上的咒者抽动一下 瞪着张晓静道 老夫与金兆尹很熟 你不妨先去问问他老人家 这种金银铺子 跟朝中很多大员都有借贷关系 靠山多得很 寻常差利根本不敢轻易上门 张晓静眼中凶光一闪 正要动用强力 忽然一个不良人惊慌地闯了进来 张卫 外面有黄烟起来了 他大喊道 张晓静眉头一皱 立刻转身 歇开门帘走了出去 店外街上很多行人 已经停下脚步 朝着西北方向的天空 指指点点 他仰头望去 看到远处生起两股烟柱 一股是浓浓的黑烟 另外一股 是略淡一线的红烟 两股互相皎洁 扶摇直上 在清澈的天空中非常醒目 那个方向 是姚汝能去搜查的远来商站 远来商站 是舒勒商人的产业 主营大宗牛马羊生意 跟草原突厥的关系更为密切 可疑程度不逊于西府殿 黄烟是静安司携带的烟丸所发 见烟如见敌 必须立刻聚拢复原 姚汝能伸手很好 又带了七八名不良人 他生起黄烟 说明一定是碰见硬茬了 张小静立刻召集周围的不良人 朝着那个方向跑去复原 路过一个街口 张小静突然停下了脚步 跟在身后的人一时没收住 差点撞上去 一丝疑问在张小静脑子里闪过 他猛然想起西府殿主的那番话 愈发觉得可疑 绝无私藏仿图之事 亦不曾主动与突厥人勾结 没主动勾结 那么就是被动应付了 这么想的话 老头子提及经兆饮食 语调略不自然 难道是在暗示报官 张小静作了一声 懊恼地用手掌 用力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这才做了多久牢狱 就迟钝到了这地步 若换到从前 恐怕当场就觉出不对劲了 你们继续去支援姚汝能 我回去看看 张小静当即回身 以惊人的速度跑回西府殿 到了殿门口 他刷的抽出寸炉 架在左肘端平 右手扣住悬刀 攻身踏了进去 铺子里依旧非常安静 这次老人没有探出头来迎接 张小静谨慎地扫视了一圈 然后走到高台的尽头 与立柱相连的地方 一脚踹开侧面的小门 侧身闯了进去 寸炉的正面 始终对着台子的方向 在台后 张小静看到老人 靠着墓壁旁的垫脚边 脑袋软软歪向一侧 眼睛瞪着大大的 张小静过去蹲下身子 伸手探了一下脖颈 发现老人已经没有了气息 他把身体翻过来 看到背部腰眼 有一道深深的伤口 很明显 刚才老人跟张小静对话时 台后站着另外一个人 正拿着力气顶着他后心 老人不敢呼救 只能通过种种暗示来提醒 可惜张小静一时疏忽 没有深究 以致惨遭毒手 张小静目光一灵 将寸弩端得更平 朝店铺后面走去 从他刚才离开到现在 还不到小半炷箱 凶手恐怕还没离开 高台的后面 是个略显杂乱的长间 房间正中是张方案 上头搁着几卷帐布 小横秤和脚剪 周围一圈高高低低的弹架上 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金银器物 每一件都擦得正亮 地板上还躺着十几个 包着绣角的 萌兽皮大箱子 有几支箱 半开着箱盖 可以窥见里面 金灿灿的诸国钱币 西府店除了做金银器经营 还有一样业务是汇兑 大秦 波斯 大石等地的金银钱币 到这里可以折成大唐 铜钱捐匹 反之亦然 所以这才会有外国全货汇聚 几个伙计和护丁的尸体 躺倒在这些钱财之间 他们都是心口中刀 这样出血不多 血腥味不易被外人察觉 张晓静走过这一片狼藉 大概可以还原当时的场景 突厥狼卫闯进店来 第一时间干掉了店里的伙计们 恰好自己入内 狼卫胁迫店主 蒙混过关 一等离开 他就立刻出手杀死店主 这狼卫被静安司估计的 还要凶残 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和平交涉 张晓静深吸一口气 看到在长间的尽头 有一扇虚掩的小门 门上挂着一把已被拉开的方锁 锁眼上插着一把花饼钥匙 这应该是西服店里收藏贵重物品的小间 张晓静走到门口 拉住门吧 先往外一拉 没动 只能往里面推 可他轻轻一推 觉得微有阻力 随即门内传来一连串 叮叮当当的 精气撞击声 张晓静暗叫不好 急忙推开门去看 原来门里是一列向下延伸的台阶 通往垫底的地窖 在台阶底部 躺着一件衰扁的橘瓣金盏 闯入者显然经验丰富 搁了一件精气在门里头 如果还有人推门而入 金盏滚落 可以立刻发出警报 张晓静重新给寸挪紧了弦 然后一步步踏下台阶 走到底部之后 眼前是一条狭窄涌道 前方拐过一个弯 可以看到隐隐烛光 他身子紧贴着墙壁 慢慢先把寸弩伸过去 然后猛然跃进去 屋里没人 只有一根蜡烛在壁上亮着 借着昏暗的烛光 张晓静看到 这个房间并不大 物件也不多 但个个是精品 在烛光映照下 熠熠生辉 张晓静一低头 看到地板上 翻倒着一件 刘金仙人驾鹤文的茶螺子 螺剔半抽出来 里面空空如也 该死 张晓静低声骂了一句 很显然 店主把仿图 密藏在了茶螺子里 结果被狼卫 给找了出来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在房间的另外一端 一张飞天挂坛半挂下来 墙壁后是一个漆黑的洞口 可容易人猫腰通行 这是店主给自己修的密道 这些商人从来都是角兔三空 估计那个闯入者 听到警报之后 立刻就从这条暗道逃顿了 张晓静冲向洞口 忽然脚步一收 把外袍脱下来裹成一团 先扔进洞去 几乎就在同一瞬间 洞里突然传来 皮筋响洞 然后一支弩箭 飞射而出 正中外袍 张晓静肩不容发地抬手 寸弩对准洞内射了一发 然后迅速补箭拉弦 又补了一发 洞中之人心思缜密 故意不去熄灭房间里的蜡烛 埋伏在洞口里侧 倘若有追兵冲到洞口 挡住烛光 变成了最好的靶子 不过 弩机都是单发 张晓静用外袍 废掉他的箭 占得了先机 不容他回填拉弦 就补上两箭 在这么狭窄的洞里 几乎不可能躲过去 张晓静不管射中与否 纵身入洞 前方黑暗中脚步声急促远去 可见那两箭 就算射中了对手 也不是致命伤 张晓静端着弩机 边走边上弦 紧追不舍 可只追出去十几步 他忽然觉得脚心微微发痛 急忙抬腿 然后俯身一摸 才发现 原来地面竟撒着一串铁吉利 倘若他追得稍微急了点 就会被刺穿脚背 这么一耽搁的功夫 闯入者又逃远了几分 不过短短几个呼吸之间 两人已经回斗了数个回合 张晓静扫开铁吉利 抬弩盲射 同时大喊道 伏低不杀 可回应他的只有更急促的脚步声 这密道不算宽阔 拐弯却不少 好在一路到底没有任何岔路 闯入者在前头跑 张晓静在后面追 前者身上不知带着多少铁吉利 沿途抛洒得毫无规律 严重阻碍了张晓静的速度 但张晓静刚才那两件也对闯入者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这能从盘山的脚步声中判断出来 两人你追我赶 不知不觉追出数百步之远 张晓静忽然眼睛一眯 看到前头有一束日光投射下来 看来出口快到了 是个垂直向上的竖井 一个人影顺着木梯攀爬而上 等到张晓静冲过去时 那人已经爬到了顶端 推了几下木梯 发现在竖井里无法推倒 又没有时间拆毁 就随手把空手弩砸了下来 张晓静闪身避过 抬弩便射 可惜弩剑擦着那人的头皮 飞向天空 他也扔掉弩机 手脚并用顺着梯子爬上去 当他从出口探出头来 脑袋却冷不防 差点撞到一具鹿鹿上 原来这个出口 被伪装成了一口废弃的水井 鹿鹿床篮一应俱全 张晓静爬出井口 第一时间抽出杖刀 侧举到自己耳边 以防止可能的偷袭 杖刀比横刀要短要轻 适合贴身进展 在井口这么狭窄的地方 也能施展开来 不过 什么都没发生 闯入者似乎对社府 已经失去了信心 直接逃掉了 从密道的距离和方向考虑 张晓静大致判断出来 这里应该是在西市南边的怀源坊内 这家店主本是不小 居然挖出了一条跨坊的地道 怀源坊里有很多胡人聚集 如果让那个闯入者混入其中 麻烦可就大了 张晓静看到一串草地上的脚印 向远处延伸 立刻追了过去 这口井位于一座小庙的后院 这是个民间野辞 庙里供着画阅府军 连庙墙也没有 开门既是坊内横接 失之上远 不少附近居民都会来烧一柱过路香 香火还颇旺盛 张晓静绕到庙前 看见一群百姓惊讶地指指点点 两个卖龙饼和羊羹的小摊子 翻倒在地一片狼藉 再往前看 一个头戴折上巾的年轻人 趴在地上手持马鞭 朝着一个方向大骂 显然是坐骑平白被抢 张晓静面色一领 若是让突厥狼卫抢到坐骑 那可就前功尽弃了 他拨开人群冲到街边 飞身截住正好路过的一辆单元马车 车夫促然与袭 下意识地挥边要抽 反被张晓静一脚踹下车去 车厢里一名女子惊慌地探出头来 张晓静大喝一声 静安司办事 争掉二马 他吓得掩住胸口又缩了回去 张晓静手起道路 斩断了原马与车子之间的几根缰绳 跃上光溜溜的马背 双腿一夹 朝着突厥人逃顿的方向 急驰而去 怀远房里住户密集 道路拥挤 再快的马也跑不起来 张晓静很快就看到了 前方那个纵马狂奔的身影 那家伙奇数了得 一路撞倒各种摊贩 引起一连串的惊呼和怒骂 却始终保持着速度 可惜啊 张晓静抢的这匹马 不是骑乘用的 有没有马鞍做力 再如何鞭打 也最多能与突厥人 保持三四个身位 能看清 他脑后果的后金 但没法更近了 这两匹马你追我赶 在房里的街道上奔驰 不时骤停急转 掀起极大的烟尘 路上的车子行人纷纷闪避 引发了更多骚乱 这番混乱终于惊动了 房里的李魏 两个卫兵手持用来 拦阻金马的木叉子 从街道两侧朝码头叉来 突厥狼卫右腿一偏 僵身狠狠一勒 坐骑发出了一声嘶鸣 前蹄扬起 刚好躲过木叉的袭击 然后他迅速调整姿态 继续急持 但这点阻挡 因为张晓静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 他猛然冲进几步 从腰间掏出烟丸 向前方投去 这烟丸含有白鳞 硫磺 芦苇英子 松香 张脑等物 遇风而然 然则发烟 本是军中联络市井之用 静安司也制备了一批 他这一头 恰好把燕丸 投进到前头 搭在马鞍旁的夹带里 被抢走马皮的那个年轻人 可能是个 正要去干液权贵的文人 夹带里 都是一束束诗文 燕丸亦然 立刻把这些指数都点着了 滚滚黄烟 从夹带里冒出来 宛如在马背上竖起了一面流动大道 这一下子 突厥狼位面临着两难窘境 如果对此置之不理 烟柱将会让他无处遁形 可这个夹带是用皮绳捆在马鞍旁的 要解开就得腾出一只手 速度势必会大受影响 后头追赶的那个混蛋 可不会放过任何机会 他下意识地回过头去 看到追兵的毒眼里满是冷笑 不由得心中一寒 那眼神他很熟悉 那是草原上最危险的孤狼 狼位一咬牙 往前又奔出树部 突然掏出匕首 顺着马尔狠狠刺入炉中 那马一声哀鸣 轰然倒地 狼位借着跌倒之势 跃入街旁的一条小巷 马匹的巨大身躯 恰好挡住了巷口 形成了一个绝佳的路障 随后赶到的张小静 不得不勒紧缰绳停了下来 他并不着急 怀原坊的望楼看到黄烟以后 会第一时间击鼓示警 李卫会立刻封闭两侧大门 接下来就是瓮中捉鳖 他不信这个突厥狼位 还能找出第二条跨坊的密道来 那两个拦马的李卫 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张小静向他们表明身份 然后问这个方向 能否通向坊外 一名李卫告诉他 这是一条死路 张小静又问巷子另外一侧 有什么建筑没有 李卫犹豫了一下 说有 是什么 先叫瓷 李卫有点苦恼地抓了抓头 这条巷子走到尽头 视野突然开阔 形成一个宽约两百多部的广场 在广场正中立着一座两层大瓷 这瓷白壁红瓦 四面皆有拱门 形质与中途迥异 门上 镌刻着三只立在莲花座上的骆驼雕像 背成圆盘 盘有新火 两侧有鸟身人形祭司 势力 这仙瓷乌檐用的瓦皆为猪翅之色 壮如火焰 一片一片相叠成片 让瓷顶看起来如同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 张小静和李卫冲进广场时 广场上的信众已经嘈杂成了一片 仙教在长安不利寺不红教 这个词只供长安湖人里的信众礼拜 所以广场上聚集的几乎都是湖人 此时他们都面带惊骇 望向仙慈方向 张小静独眼一瞇 看到那突厥狼卫站在门口 双臂挟持着一个老者 那老者身披一件金边白袍 两条红束带交叉在胸前 李卫面色大变 说那是仙慈的仙政府官 帝卫与中国疑似住持相仿 倘若他出了什么事 整个还原坊里的信众只怕顶沸 张小静略意点头 朝那边仔细端详 一直到这会儿 他才看清那突厥狼卫的面貌 不是曹破岩 他的脸宽平如饼 双目细长 还有个大九糟鼻 突厥人中 仙教流传十分广泛 但看这个狼卫穷凶极恶的模样 恐怕对可汗的忠诚 还在神灵之上 张小静跨步向前 走到祠堂街前 说出了一口流利的突厥语 你现在已被包围了 如果放开人质 束手就擒 我可以保证你得到永世应有的礼遇 突厥狼卫的匕首 顶住了仙政的咽喉 声音有些阴雅 只有大汗才有资格称颂勇者之名 张小静黑了一声 能选派来长安的狼卫都是死忠 劝他们投降 比让天子不睡女人还难 区区几句话休想大动 不过对付挟持人质 他这位钱不良帅 可有的是手段 张小静笑着迈不朝前 你一定会死 但你的名字不会 接下来我们会对外宣布 你供出了大汗与王庭的一切秘密 并亲自为大唐军队带路 很快整个草原都会知道 是这个人出卖了整个部族 是这个人玷污了狼卫的尊严 不可能 你不会知道我的名字 突厥狼卫发出沉沉的低吼 你可以读读看 张小静把刀尖对准他的胯下 虚空一滑 笑而不语 独眼里闪着猙獰的光 狼卫突然觉得嗓子发干 手腕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 突厥狼卫有个极其隐秘的仪式 每一个成为狼卫的战士 都会得到一位美貌女奴的侍奉 让他的杨聚充分勃起 然后在上面纹上一个特别的名字 当杨聚垂下时 看到的是一个狼名 勃起时则显出本名 突厥人相信 杨聚象征强大的生命 这会多次与勇士一条狼命在身 这个狼卫不清楚张小敬 如何得知这个仪式 但他意识到 自己的尸体 若是落入这个独眼男子手里 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放开人质 我会让你英勇地战死 否则你的名字 将会永远耻辱地流传下去 张小敬走到距离 两者五不远的地方停住了 他在等待 等待恐惧在对方心里发叫 那位仙教仙政 紧闭着双目 嘴唇喃喃自语 不知是在求饶还是祈祷 周围的信众紧张地望着对峙 甚至有些人跪倒在地 聚拢起一个小小的火堆 投入香料和脂肪 仙教以火为尊 拜祭火神 这一举动引起了不少人效仿 一时间仙慈四周兴起了十几个小火堆 祷告声四起 就在这时 广场上传出了一声响亮的吏贺 还我马命来 一个影子从人群里嗖地跳出来 扑向突厥狼位 突厥狼位本来就极端紧张 促然欲袭 下意识地手腕用力 那仙政脖颈泛起一道雪光 口中呵呵扑倒在地 然后那影子一头撞去 把突厥狼位硬生生地撞到了台阶下面 这一下子掀起了轩然大波 仙教信众们先是惊骇地发出奸笑 全涌了过来 煞时将跌落台下的突厥狼位团团围住 怒骂和拳脚声此起彼伏 张小静急忙扑过去 可愤怒的信众根本无法控制 人头攒动 你拥我挤 一时极其混乱 张小静和两个李卫 试图分开人群挤进去 口中高喊让开 却屡屡被撞开 这时 从巷子口冲出几十个身着造衣的箭士 不是本房李卫 而是长安县直辖的不良人 为首的正是姚汝能 他们看到这边黄烟缭绕 立刻赶来支援 这些不良人各个手持铁齿 进来后迅速分割信众 强行驱散 不服的就铁齿伺候 很快将局面弹压下去 不过这是暂时的 大部分人不肯离去 他们聚拢在周围 大声喧哗 等着官府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一个仙政 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杀 这可是个惊天的变故 张晓静管不了那么多 他快步上前 看到那突厥狼卫躺倒在地 五官流血 四肢扭曲 竟已被活活殴死 他俯身在狼卫身上摸了一圈 脸上刷的变了颜色 仿图不见了 饶是张晓静 心理素质齐家 也不禁冷汗大冒 刚才信众骚乱 凑到狼卫身旁的人太多 说不定哪个些小临时起义 盗走了他的算带 这是运气最好的结果 如果是被突厥人的暗装 趁乱取走仿图 他急忙朝四周望去 却只看到无数张 充满敌意的面孔涌动 无从分辨 张晓静懊恼地回过头去 那个搅局的身影 正趴在仙政身前 一脸不知所措 张晓静认出了他的脸 是刚才被狼卫夺去马匹的年轻人 你 叫什么名字 张晓静强压住怒气 先招沉森 年轻人毫不示弱地回瞪着他 你为什么要杀他 沉森气乐了 他当街抢了我的马 为何我不能追上来讨要 他忽然情绪一低 带着哭腔 抢就抢了吧 为什么还要杀他 绿梅多善解人意 跟着我这么多年 就这么死在巷子口 与其忽悠一顿 马死尚能用金肠 我的尸也都烧光了 这可怎么赔呀 张晓静没空听他唠叨 对姚汝能沉着脸道 把这家伙和狼卫的尸体都带走 对了 原来商站那怎么回事 怎么燃起黄烟 别提了 原来商站那边呢 突然闹惊触 好几匹生马跑了出来 偏偏又是没叠照的 正赶上我们上门 一辆身份 商站的人 以为是西市属集司 一句话没说 就打起来了 姚汝能一脸无奈的解释 同时摸了摸额头 那里有一道新鲜的 狭长伤口 张晓静歪歪头 还未发表意见 忽然听到远处望楼 咚咚几声鼓响 这是提醒声 说明 即将有靖安司的命令传来 两人同时朝望楼看去 一会儿 楼上午猴挥动旗帜 姚汝能连忙开始转意 他的脸色 随着转意的进展 变得非常古怪 张晓静问道 是谁发的命令 李思成吗 不 李思成只是副手 这个命令是贺奸亲自发的 贺奸 您不知道吗 就是靖安司的真正主官 贺之章 听到这个名字 张晓静微微动容 命令是什么 姚汝能一完命令 整个人完全呆住了 好在望楼的命令 都会重复传送三次 他忙不迭地又异过一遍 发现无误 他看向张晓静 有点手足无措 静安都尉张晓静 及时夺职 速押归私台 第三章 武正 天保三载 元月十四日 武正 长安城 西区第三街 光德坊 贺之章 站在静安司大殿的正中 手里 托着一枚铜金方印 神态平和 李璧站在他的对面 目光丰锐 如飞剑射来 可却不能影响 这位老人分毫 私里的其他人 都低下头 去装作忙手头的活 谁也不敢发出声音 这时 店外的通船跑进来 先看看李璧 又看看贺之章手里的大印 犹豫了一下 这才向贺之章拱手道 怀元坊望楼回报 张都尉已被控制 即刻返回 虽然他有意压低嗓门 可还是让周围的人 听了个通透 贺之章要的 就是这个效果 他满意地点了一下头 这才对李璧 语重心长 长远 莫怪老夫 用这撕印压你 实在是你行事太梦了 任用一个死囚 为静安卫 还是刺杀上司的 不赦之罪 传出去 明天御史们的谈章 能把你给埋拢 李璧怀抱扶尘 冷哼一声 明天 不知道这长安城 还有没有明天可言 长远哪 你勇于认识 老夫自然明白 但蓝台的人 能明白吗 相国们能明白吗 就算他们明白 可在乎吗 说到这里 贺之章特意加重了语气 你以为老夫为何匆匆返回 李相那边 已经听到行动失败的风声 试图夺取静安司的指挥权 现在老夫还顶得住 若他知道 你竟把长安存亡 押于一个死囚身上 到时候 群意汹汹 就是我也扛不住压力 他见李璧沉默不语 又换了夫 和蔼口气 朝堂之煞 处处伏兵 稍有不慎 便是亲父之祸 老夫今年八十六岁 已无所谓 你还年轻 要牺牲 贺之章一口气说这么多 可称得上是推心致富 可李璧却不为所动 您在这里 每教诲一句围观之道 那些突厥人 就离德城 尽上一分 他看了一眼垫脚 铜楼里的水 依然无情地滴落着 贺之章道 我没说不抓突厥人 只是听说 那人对朝廷的怨恨 溢于言表 你就这么信任他 我不信任他 但他是现在最好的 不是唯一的选择 西都汇集天下英才 满城人物 难道没一个比得上 那死囚犯 贺之章口气转而严厉 你已错了一次 让静安司备受重压 如今情势 容不得第二次犯错 李璧踏前一步 木锐如芒 您只想保住静安司 而我要保住长安 这时通传第二次踏入殿内 粗着嗓门吼道 报 静安都会张小敬等 已至门口 贺之章挥了挥衣袖 不必进来了 把他的腰牌收脚 直接押还长安县 这时李璧忽然大喝一声 慢 长元 贺之章的语气 已带有几次不满 李璧却不顾呵斥 抢声道 刚才西市 怀元坊先后有黄烟升起 必有重要进展 不如先叫他进来 交代清楚 再一处不迟 贺之章明知李璧在拖延 可也明白眼下情势紧急 于是轻叹一声 挥了挥手 不过 他又安排了四个旅奔军士在侧 一旦张小敬报告完 就立刻上前将其拿下 贺之章轻易不会干涉私物 但若李璧逾越了规矩 他就会化身为龙头江绳 把年轻人拽回来 突厥狼位当然要抓 但他绝不能让政敌们找到借口 染指静安司 这一切可都是为了那一位的安全 脚步声响 张小敬大咧咧的迈入殿中 全无秃躁解直的京剧 他先冲弹齐眨了眨眼睛 然后把好奇的目光 投向那位须发揭白的老者 这个人在本朝实在太有名了 诗书双绝 明显开源天宝二十多年 就在十天之前 贺之章宣布告老还乡 天子特意在城东 供仗清门 百官相送 算得上是长安 一线颇轰动的文化大事 可张小敬万万没想到 这位名士居然又前回京城 摇身一变 成了一个和文学毫无瓜葛的 静安令 他如今已经八十多岁 致逝时已是三品 银青光露大夫 正受秘书间 这是为什么别人竟称为贺奸 一来做静安令 这么一个索油官 实在是高配 很显然 做出这个安排的人 不指望贺之章能有如何作为 只是希望凭他的资历和声望 坐镇正印 方便副手李璧在下面做事 张小敬忽然笑了 贺之章的出现 解答了他一直以来的疑问 长安城的城防职责 分散于金武卫 金兆府 御史台 尖门卫等官署 叠床驾屋 矛盾重重 这个静安司凭空出现 凌驾诸鼠之上 若非有力之人在背后支撑 绝不可能成事 贺之章的身份 除了银青光禄大夫 和郑寿秘书间之外 还有一个太子宾客的头衔 而李璧 则是以代赵汉林 供奉东宫 这静安司背后是谁 可谓一目了然 虽则 如今太子不拘东宫 可从这些幕僚直贤的安排 仍可略亏古中玄妙一二 贺之章注意到了张小静的无理视线 但他并未开口责难 只是垂着眉毛闭目养神 李璧走上前来 要他汇报情况 张小静摸摸下巴 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李璧脸色一变 这么说突厥人已经拿到了仿图 这可是他们仅有的一条线索 若是断掉 静安司除了合成大索 没别的选择了 张小静道 还不确定 我已安排姚汝能 封锁仙词周围 正在逐一排查附近住户 话未说完 贺之章刷得睁开眼睛 语气严厉 好大的胆子 你可知道 善风仙慈会引起多大的骚乱 不知道也不关心 我的任务只是抓住突厥狼位 张小静回得不卑不亢 那你抓住了吗 如果你们总是招我回来 问些无聊问题 那我抓不住 李璧微微有些快意 张小静这家伙 说起话来 总带着点嘲讽的味道 现在 轮到贺老来头疼了 贺之章眉头一皱 这个死囚实在是太过无礼了 他举起大印 想叫人把张小静抓起来 先丈二十再说 这时通传第三次跑进殿内 报 仙教大萨宝求见 殿内烧熟长安官场的人 心里都是意图 长安城的胡人多信仙教 一旦起了争议 光是信众骚动就能掀起大风波 所以 官府与仙教的交往 向来谨慎 大萨宝 同管京畿诸多仙慈 影响极大 他忽然至此 肯定是来兴师问罪的 贺之章 一阵冷笑 这个无知囚徒 非但搞砸了 唯一的一条线索 还惹出了这等风浪 他看了一眼黎毕 长远 你今天 已经是第二次犯错了 贺之章轻轻点了一句 然后转过脸去 绑起来 带走 黎毕尴尬地站在原地 眼神闪动 如果真是惹出仙教的乱子 他也没法出言回呼 几个如狼似虎的侍卫得令 把张小青按住 五花大绑 就要朝殿外推去 忽然 殿里传来一阵尖利的 木脚摩擦地板的声音 众人寻声望去 看到徐斌 略带惶恐地站起身来 周围的疏力都跪坐着 把他衬得特别显眼 贺之章眯起双眼 不动声色地盯着他 面对静安令的威压 徐斌战战兢兢 有心想替好友 说几句辩解的话 可情急之下 口吃得更加厉害 脑门都是汉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挣扎了半天 终于放弃了说话的努力 迈步走出人群 快步走到张小静身旁 徐斌没那么多复杂的心思 当初是他把好友送进静安寺的 也必须是他送走才成 贺奸是大人物 应该不会为这点小事记恨我吧 徐斌这样想 右手去掺张小静的胳膊 同时低声说了一句 抱歉 张小静反捡着双手 面色如常 对一个死囚来说 这不算最糟糕的情况 最多是回牢里等死 和之前没区别 只是先给了他一点生的希望 转瞬间又彻底打碎了 这比直接杀他更加残忍 贺之章 已经对这个穷途陌路的骗子 没兴趣了 他心中想的是 一会儿怎么对付大萨宝 这事仔细想想 颇为奇怪 仙教的消息 什么时候这么灵通了 这边才出的事 那边立刻就找上门了 莫非背后有人盯着寻静安斯的岔子 一进入到朝政的思路 老人的思路就活跃起来 不料张小静像是读出了他的心思一般 笑呵呵的说道 贺奸 你别瞎猜了 是我让姚汝能去通知他的 文然的手指非常修长灵巧 可以挑起最细的木线香 也能秀出最精致的平筋牡丹 此时他背靠车厢 右手两根手指拼命挤住板戏 夹住那门松动的铁钉头 一点点的扭动 与此同时 他还在心中默默的 记着马车转向的方向和次数 车子平稳的朝前驶去 车厢里依然黑暗 那四个压车的守卫一边两个自顾闲谈着 马车内弥散着一股芬芳的香气 这是鞋放在旁边的香架散发出来的 文记的和香 一向以香味浓郁 味道持久而著称 大概是被香味所影响 守卫们不知不觉聊到青楼的话题 各个面带兴奋 其中一人转过头来 银鞋的盯着文然骨障的胸口 文然恼羞成怒 突然大声尖叫 守卫不得不抽了他一眼光 才安静下来 等到守卫们都回到座位上 文然缓缓抽回右手 刚才他趁着尖叫掩盖 把钉子从缝隙中生生拔了出来 他在黑暗中握紧拳头 让尖锐的钉子头从指缝之间透出 又过了一阵 车夫在前头忽然高喊一声 车子速度又降了下来 今天上元节 街上人太多 马车不得不走走停停 文然双目突征 一跃而起 一拳砸向 刚才唐突他的那个守卫 拳头狠狠砸在对方的眼窝上 守卫发出一声惨叫 文然拳头收回来的时候 指缝间的钉子头上 沾满了鲜血 其他三个守卫 一时间都惊呆了 文然另外一只手 趁机把箱架推翻 河箱撒了一地 在狭窄的车马空间里 这个阻挡颇为有效 文然趁机冲到车厢前部 扯开帷幕 对着车夫后脑勺狠狠捶了一下 车夫促然被铁钉凿脑 剧痛之下 缰绳一勒 马车正在转弯 远马吃这一勒受惊挣扎 车架子 当时失去了平衡 后面车厢里的人东倒西歪 文然一咬牙 偏过身子 滚落车下 他一落地 打了几个滚 片刻不敢停留 朝着东边飞奔而跑 他之前一直在推算着马车行进的位置 估计这附近是在职业坊和风乐坊之间的横街 这两坊都在朱雀大街的西侧 他只要沿着横道往东跑 很快就能看到朱雀大街 两个又惊又怒的首尉跳下车厢去追文然 他们身强体壮 肚子迈得大 很快就拉近了和文然的距离 为首一人跑得最快 追出了百步 距离他只有一步之遥 浮浪少年宁笑着伸出手去抓他的头发 不料文然猛然回头 一包粉末从手里砸出 在他鼻梁上绽开 这是他跳车前抓起的一个香包 里面是给王家小姐特制的匠神云香 这东西对人体无害 但文记香铺做工细腻 香料均碾得极细 浮浪少年一下子被粉末迷住了眼 不得不停下脚步去揉 趁这个机会 文然一跃冲上了朱雀大街 他抬起头 摇摇看见街对面 剑幅似的金色塔尖 心里生起一股希望 那里就是安人坊了 就在文然踏上朱雀大街的同时 大萨宝恰好刚刚踏入靖安寺的大门 大萨宝今年六十多岁 此时换上了一件 利领白纹断面长袍 脖子上交叉挂着两条火焰纹的丝束带 这是只有吉正式场合才穿的技服 代表萨宝甫对这件事的重视 一位先政在此前众目睽睽之下被杀 这是何等的侮辱 他抵达靖安寺 被直接引到了偏殿一处都市里 这里没有势壁 只来了一个五大三粗的军士 端来一杯茶 茶是间隔寿木 倒是不坏 只是茶粉筛得太粗 一看四散的拨墨 就知道监察者漫不经心 过不多时 一位老者推门而入 大萨宝在长安待了许多年 一看鱼带和袍瑟 就知道此人身份极高 两人各自失礼 互通了名姓 大萨宝这才知道 是大名鼎鼎的贺之章 态度凝重了不少 贺之章双手一拱 徐徐开口道 经文有歹人唐突贵词 轻嗆法事 靖安司既然策京城防贼之众 必不轻忽 一遣精干官吏 通力彻查 绝无姑息 等一等 大萨宝觉得不对劲 听贺之章这意思 一上来就要把靖安司的责任摘干净 不由得怒眉一扬 操着生硬的唐语道 明明是贵司追拿贼党 引入我词 贺之章立刻接口道 幸亏较众建议勇为 欧必凶丸 我会向圣人秉明 予以张表 贺之章这两句话连拉带打 既撇清了责任 又抛出了甜头 还顺带暗示 自己在天子面前说得上话 大萨宝却不领情 拐杖一顿 你们靖安司为了拿贼 导致先政无辜牵连 这得有个说法 不然信众轰起 我可压不住他们 仙教在长安是小教 只在胡人商团之间流传 朝廷以萨宝府积迷 不过他的信众行事好巨重 一旦有什么纠纷 极易酿成骚动 所以凡设先政事务 大唐官员都是如履薄冰 以安抚为主 这一招大萨宝屡试不耍 不料贺之章神情突然一变 萨宝可知那凶徒是何人 大萨宝闻言一愣 贺之章道 此人是突厥可汗的狼位 潜入长安 意图在上元节有害于君上 大萨宝一听 手里的茶碗 光当掉在地上 突厥人 有害于君上 天上的马自达 他接到的报告 只说先政被杀 却不知道狼位的事 若试涉突厥 性质可就完全变了 大萨宝知道 这是朝廷 最不能触碰的一根红线 贺之章敏锐地捕捉到了 大萨宝的神色变化 趁机说道 虽然此人在仙慈前被欧毙 可身上却有一件重要物事 被人取走 不知所踪 此事不搞清楚 就是颇天的祸事 这个暗示很明显 东西寻不回来 仙教与狼位脱不了干系 如果大萨宝一意孤行 鼓动信众闹起誓来 那就是理通突厥的叛乱之罪 大萨宝连忙高声分辨道 我叫先政都被贼人杀死 绝无可能勾结突厥人 本来他兴师问罪 这一句讲出来 气场煞食一事 不过贺之章并非成胜追击 反而微微一笑道 本官素知先教明里独成 岂会与奸人勾结 为贼所称而已 大萨宝松了一口气 贺之章又闻言道 善神马自达有云 善思善言善行皆为功德 而等气绝三恶 奉守三善 又岂会为虎作娼 大萨宝一听此言 双目金光大赦 马自达是先教正神之名 三善三恶云云皆是教中习语 但贺之章是怎么知道的 要知道先教教义繁复 在长安始终未能大兴 朝廷官员多以胡天胡神代称 从无兴趣深入了解 大萨宝从波斯来长安二十余年 知音难觅 一直深以为悍 贺之章这一番话 可是第一次 有大唐最高级的官员 认真引用本教经义 贺之章见火猴差不多到了 肃荣一败 满怀深情道 今日长安有事 正需要尊者 与我静安司行个方便 一并公然纯火 当敌些小呢 一听到公然纯火四字 大萨宝眼眶几乎都湿润起来 先教以火为尊 这四个字 真正打中了心思 老人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放开拐杖 双手拢坐火焰形状 横在胸前 向贺之章身诗一礼 先众愿为贺奸前驱 朱雀大街 是一条宽阔 灰红的南北通渠大道 整个长安城的南北轴心 路面中央微微拱起 两侧有深沟 东西宽约一百五十步 路面附有一层厚厚的铲盒沙 犹如一条青白色大江 将长安城外国城区 分成长安万年两县 道路两侧 种着高大挺拔的槐树与渔树 每隔一百步 还有一对东西对立的石雕 气势宏大庄严 这是天子遇到 老百姓只能沿指定的九个路口横穿 不能越线 也不许快跑 文然踏上这条路之后 只能站在队列里 缓缓向前移动 好在那两个追来的浮浪少年 也不敢再遇到造次 只能远远在人群里跟着 文然一路有惊无险地 走到对面路口 常常舒了一口气 安人房里的贵人极多 府邸可以向街直接开门 不必通过坊门 所以从坊墙扫过去 一溜有十几座大的刁煤珠门 王家小姐的府邸大门 就在又起第三家 门下有四棵榆树 立有两尊忠义石寿 与十二根大脊 好认得很 王家小姐的父亲是朝廷大员 到了他那里 自己应该就安全了 文然念及于此快步上前 当他快接近王府珠门时 那大门忽然嘎啦嘎啦 朝两侧打开 从里面使出了一辆奇特的车子 这车子的拉承不是马 不是牛 而是两封白骆驼 车厢左右都是云木低栏 没有顶岩 一眼望去 似是拖着一张罗汉床 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子 正扶在前栏向前张望 她头顶用银绳挽了个高继 身披翻领闭色长衣 足灯红云靴 看上去洒爽鹦鹉 文然站在石寿旁喊道 王家姐姐 那女子探下身来笑道 呦 这不是文然吗 你身上好香啊 隔着十里都能闻见 我定制的匠身云香带了吗 文然正要解释 王家小姐一挥手 来 上车再说吧 文然提起如群脚纵身跳上车 车栏里摆着一张厚厚的阴毯 一排亮漆石盒里 盛着各色点心 脚上还搁着个小巧的六角熏香炉 一个侍女正小心地试弄着这些器具 炎然一副踏青野油的架势 王家小姐叫王运秀 她欲指一条 炫耀道 你来得巧 正好我新得了这一部汽车 正准备出去逛逛 这可是草原来的新鲜玩意儿 全超安城就这一辆 别人家可没有 来 披上这件胡袍 不然坐起来就没有气氛了 文然本来要说自己的事 可王运秀显然对他的事不感兴趣 只是滔滔不绝地说着这车子的妙处 文然知道 这位龟秀性子娇蛮 破号胡锋 不敢叫他的雅性 只得接过胡袍披上 耐着性子等他说完 说话间 西车出了王府 转向南侧 沿着安人 光府 敬善击访 一路躺下去 那两个扶浪恶哨 看见他登上王家的西车 不敢上前 又不能走开 只得远远坠在后头 好在骆驼行走不快 他们步行 倒也跟得上 西车一过静善访 周围行人就少了很多 长安南城 不似北城繁盛 民居四贯 不慎秘籍 显出几分荒僻气象 车子行至一出路口时 车夫忽然把骆驼停住 王运秀不满地问怎么回事 车夫说 降座间的人在修路 让我们绕行 前方确实立起了一块 写着外座的柳木牌 远处几个毯路半壁的 民夫脸蒙白金 正用木耙刮着沙土 王运秀冷笑 区区降座间的奴婢 也敢拦本姑娘的车 给我闯过去 文运正琢磨着何时开口 忽然耳边响起一阵 沉闷的轰隆声 他转过头 瞳孔在一瞬间 骤然紧缩 这里地势很低 在路口右侧的高坡上 一辆满载石料的 五马大柴车 正飞驰而下 摇摇对着坡下的 汐车撞过来 柴车分量极重 从坡上冲下来 就像一只失去控制的疯狂巨兽 车轮轰隆 势不可挡 文然发出尖叫 车夫急忙欲动骆驼 可仓促间哪来得及 柴车夹着急重急猛的风雷之势 狠狠地撞在了西车侧面 一连串木料开裂的巨响传来 西车被生生撞碎顶帆 整个车体倒扣在地上 顷刻间就被石块掩埋 这个意外 惊动了附近街铺里的母猴 纷纷赶过来查看 那几个降座间的民夫 忽然直起腰来 从沙土堆里掏出短刀 朝母猴们扑去 这些人筹谋已久 下手狠辣 那些母猴几乎一瞬间 就被全数斩杀 一个恰好走过的卖果妇人 转身要跑 一个民夫挚出一刀 正中他后心 也倒在了血泊中 这些民夫料理完午猴 聚拢到破碎不堪的西车旁边 西车 两轮朝天 把乘客全扣在了底下 幸亏 这车是低栏 身底 像盒子一样罩住了他们 而不是直接压下去 车夫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被压在两风骆驼下 筋骨断折 眼见活不成了 民夫们把车子侧边的木板踹开 拖出里面的三名乘客 发现那个侍女穿着的女子 已经丧命 其他俩人只是咒受冲击晕倒 一个民夫摘下脸上的白金 露出草破岩的严肃面孔 哪个是王中寺的女儿 他问 其他几个人都摇摇头 表示分辨不出来 这两个昏迷不醒的女子 都穿着胡袍 曹破岩抬起头 瞧了一眼远处 慢慢聚集起来的路人 一挥手 没时间了 看下他们的手臂和头 都带回去 慢慢分辨 曹破岩抬起刀来 正要跺下去 却被旁边一个叫 马格尔的狼尉给拦住了 马格尔是个粗豪大个 比曹破岩还高 诱沙贵人交代了 要捉活的 王中寺杀了他的儿子 他必须心眼看着 仇人的亲眷死去 曹破岩喝道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计较这些私人恩怨 带着两个活人 这是多大的累赘 搁哪去 马格尔回道 诱沙贵人说 有一处备用宅子可以 那也要占据 多余的人力和时间 狼尉效忠的是大汗 不是诱沙的一己私利 曹破岩手腕用力 奋力砍去 不妨 马格尔也抽出刀来 当浪一声架住 曹破岩大怒 这个马格尔 是他选拔进狼尉的 现在居然敢违抗命令 他正要出言训斥 却看到周围一圈狼尉的眼神 有些古怪 他忽然意识到 自己的顶发已经被削去 严格来说 现在的身份 比草原上的牧奴还低 这些狼尉现在跟随他 是因为诱沙贵人有过吩咐 如果他和诱沙贵人的命令 发生冲突 狼尉绝不会顾及同袍之情 因为诱沙代表的是大汗 曹破岩一心希望对大汗尽忠 讽刺的是 阻止他的 却正是其他狼尉对大汗 无可置疑的忠诚 对质没有持续多久 曹破岩常常吐出一口气 把刀放下 马格尔如释重负 他太了解这位老长官 真要发起威来 在场的谁也拦不住 严州的货快到了 这是最重要的事 我必须亲自去接应 人质 你们自己送去吧 曹破岩转身离开 头也不回 马格尔也不敢麻烦他 连忙吩咐其他人 把文然和王运秀 拖上一辆事先准备好的 四面挂杖的大车 迅速离开路口 在更远处 两个扶浪少年呆傻在原地 面对着半条街的鲜血 不知所措 贺之章再度走回大殿 他的脸上挂着一种微妙的尴尬 脖子上多了一条火焰状的束带 这个略显滑稽的造型 让所有人都忍俊不尽 却又不敢笑出声 贺之章看了一眼张小静 没多说话 静自走到李璧跟前 低去一卷略显破旧的名册 李璧只是简单的翻了翻 立刻交给徐斌 静安司的书立们 又开始调阅各种卷宗暗读 大暗读术又运转起来 张小静双手暴毙 站在店口 有些放肆地盯着弹棋 他感觉既厌恶又无奈 真想狠狠甩一跃干过去 可又不能 因为这个猥琐的灯徒子 刚刚创造了一个奇迹 贺之章和大萨宝的会面 完全是张小静的主意 根据他的推测 突厥人应该是在怀源坊 仙慈有一个内线 冒充信众 狼卫故意逃去仙慈 是有预谋的 为了方便他的同伙 取走仿徒 仙教相对封闭 信众之间彼此相熟 因此这个内线 不大可能是临时安插 恐怕已潜伏了一段时间 每一个仙教徒 都要定期来仙慈 祭火 奉献香料 油脂与金钱 这都有记录 若想知道此人身份 最好就是取得 仙教的供奉名录 有了这份名册 在和长安户籍做比对 凭静安司强大的妙算能力 很容易就能看出端宁 这就是为什么 张晓静主动通知大萨宝 没他的配合 那份名册 可不太容易拿到手 接下来 就是如何说服 大萨宝配合的问题 声望重厚的贺之章 显然比李毕更适合交涉 贺之章尽管对张晓静 毫无好感 可是为了长安大局 他也只能 勉为其难地 听一次死囚的话 那一番感动仙政的言辞 正是张晓静 娇贺之章说的 仙教的人 对金钱 权势不是特别在乎 唯独对能沟通教义者 极有知己之感 循这个路数去游说 非但消弥了信众骚乱 大萨宝还主动配合 立刻派人去取了 怀原坊供奉名录来 谈其看向张晓静 眼神复杂 这个男人 似乎早就算好了一切 连贺之章这样的人 都不得不按他的规划形式 但现在才是最有趣的部分 谈其 谈其饶有兴趣地想 贺奸会怎么处置他 是收回成命 还是坚持驱逐 可先动的不是贺之章 而是张晓静 他把手臂放下 胆了胆 眼窝里的灰 朝殿外走去 李璧眉头一皱 问他哪里去 张晓静似笑非笑 这问题不该问我吧 殿里一时沉默 就连埋头查阅的疏力们 动作都略慢了几分 贺之章 咳了一声 静安寺自由法度 不容一介死囚留住 但老夫对你并无成见 你今日功劳 不会堂捐 在牢中有何要求 不妨提来 那就送点纸钱吧 哦 这个要求 出乎了贺之章的意料 我想提前记一记 即将死去的长安和百姓 听到这回答 贺之章气息 为之一夜 他被这句话 气得手都在抖 张晓静呵呵一笑 昂首朝店外卖去 李璧突然伸手拦住了他 冲贺之章立声道 贺奸 此人于今日有大用 难道不可从全 贺之章缓慢 而坚定的摇了摇头 这是原则问题 李璧细眉一束 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印信 就要往桌上割 谈其大惊 公子这是要翻脸 以词官相邪了 为了一个死囚 至于到如此地步吗 这印信还未割下去 垫脚一个小力突然高声道 李司成 您看这个 然后递来一束公文 李璧一看 连忙拿给贺之章 贺之章眼神轻轻一扫 双肩突然剧烈地颤抖起来 神情如遭雷击 这是一条训报 来自于严寿坊的街铺寻兵 街铺 在珠坊皆有 百姓之间有了纠纷 或者看到什么异状 往往先报本坊街铺 为之训报 静安司为了及时掌握 整个长安城的动静 李璧要求 各处街铺的训报 事无巨细 都要来一份 有专人 甄选分检 这条训报称 有百姓 在严寿坊旁的桥下 发现一具男子尸体 经初步勘验 死者脖顶 为巨力熬断 衣衫被掳 附近九四的隐客 已经辨认出此人身份 焦岁 长安城 饮酒成风 其中有八人最富盛名 号称隐忠八仙 为首既是贺之章 还有李白 李世之 李进 崔宗之 苏进 张旭 焦岁等七人 焦岁是八仙中 唯一一个白身平民 贺之章 与他从开元初年起 变为酒友 两人交易几毒 贺之章没想到 居然在这时候 接到了老友的死讯 李碧沉声道 严寿坊附近 是永安北渠 正是我们怀疑 曹破岩上岸之处 焦岁的死状 与崔柳狼一样 只怕 也是突厥人下的毒手 这句话的冲击更大 贺之章眼前 竟是一阵眩晕 快扶住贺间 李碧不动声色道 盘旗赶紧上前一步 掺住贺之章胳膊 他感觉到 老人的手臂 在微微颤抖着 身子摇摆 他一直有风头炫的毛病 皱纹噩耗 竟有发作的迹象 幸亏靖安寺这里 杯有阴郁酒 赶紧给他灌了一杯 这药酒是药王的方子 这大殿也是药王故居 贺之章喝完之后 情况总算略见好转 可整个人 如同抽走了魂魄似的 毕竟已八十多了 体虚神衰 故有亡故 又醉伤心神 贺之章挣扎着想起身 可头晕目眩随之加剧 他常常叹息一声 知道这病一犯便没法试试 他把礼弊叫到身前 此间 值得暂且仰仗长远你了 他停了停 又压低声音道 张小静这个人 可用不可留 一丝狼为落网 必须立刻处置 否则后患无穷 静安司的敌人 绝不只是突厥人 这几句话 已经耗尽了老人的全部精神 谈其连忙派人准备牛车 换了一位医师随行 将他送回自宅去休养 礼弊速立原地 扶尘抄在胸前 等贺之章离开之后 张小静眯起眼睛 莫名其妙冒出一句 李思成掌握的好时机 语气半是钦佩 半是嘲讽 势极从全 礼弊面无表情 两人像打雅弥似的 谈其在一旁 听得一头雾水 他动手把 岸上的文毒收拾干净 胶碎的那封训报 放在最上面 他顺便多看了一眼 忽然注意到 一个奇怪的地方 一般训报的右上角 会标有礼弊的签收时间 这封是52克签收 恰好是贺之章返回靖安寺之前 他额眉一皱 公子早就看到这消息了 可为何拖到刚才 方对贺奸讲起 难道说 这个太离谱了 谈其摆了摆头 把这些荒唐念头 赶出脑外 这时 徐斌已经捧起一卷文书 跑过来 凭借大暗读之术 和仙教的户籍配合 他迅速地找出了 一个可疑之人 此人叫做龙波 来自秋辞 开元二十年 来京落为市集 同年败入仙教 就住在怀元坊内 一直单身 供奉记录显示 他最近半年来 给仙慈的供奉徒增 为此还特受褒奖 天宝二载 抵士集 有过一次清策重造 但龙波的户口 仍是开元二十年 有一位户部老力 敏锐地注意到 这个小纰漏 户籍上 要写清相貌 若是旧策不造 则有可能 冒名顶替 姚汝能此时 还在仙慈附近 李毕让望楼通知 让他立刻前往龙波的住所搜查 静安寺内忽然陷入空闲状态 这时李毕忽然想起了 嗯 那个叫陈森的臭小子呢 那个家伙 关键时刻 坏了静安寺的事 他到底是不是受雇于突厥人 不审问清楚可不成 崔戏在旁边立刻答道 身份已经审清楚了 是仙州相贡世子 集贯南阳 来京城准备开春 参加进士科 他又补充了一句 曾家祖上曾三代为相 瑞宗时家族受株连留习 父亲曾侄 曾做过先进二周刺史 应该和突厥人没关系 单纯比较愣吧 一个破落官宦子弟 难怪在骑囊里 有那么多诗文 这是打算在开科前 投现妖名啊 李毕现在满腹心思 都在狼位上 一听陈森是这来历 袍袖一服 坏了这么大的事 别想逃责 先关一阵再说 周围人心里清楚 倘若突厥人真干出什么大事 这就是县城的替罪羊 这个来京复考的可怜世子 这次别说重进士了 只怕性命都未必能保住 张小敬念叨了一句 那小子身手倒还不错 也就不说了 现在时间越发紧迫 这些无关的事 暂且都放了放 两人同时趋向沙盘 看着盘中那标记着 怀原坊的模型 此时在真正的怀原坊内 姚汝能一脚狠狠踹开木门 闯进屋去 举弩转了一圈 发现空无一人 龙波的住所是个无院直乡 进门后只有一间正厅 和一侧厢房 不良人一拥而入 煞时把屋子挤得满满 此人生活独居 家具不多 靖安司没费多大力气 就从床下搜出了一批 突厥风格浓郁的小物件 有金银器物 有羊皮纸 还有几盒马油膏 看来龙波与突厥人有勾结 当无疑问 只可惜 其人不在房中 不知去向 姚汝能派人去附近 询问邻里 邻居们纷纷表示 龙波很少与旁人来往 不知道他以何为营生 常去哪里 姚汝能不甘心 回转屋里又兜了几圈 忽然发现一个可疑之处 整厅里有个灶台 灶台上方贴着一张 灶军神像 先叫凤火为神 信众要一日三次 在家祭灶火 怎么可能会贴个 汉地灶军在上头 他凑过去 看到纸面干净平滑 少有烟火痕迹 伸手一摸 发现纸头的墙壁 有些凹陷 姚汝能心中一动 把神像扯下去 里面露出一个砖槽 搁着一块方形木牌 这块木牌有巴掌大小 四角刻着牡丹和芭蕉文型 皆是阴刻粉苗 正面刻着平康里三字楷书 背面刻着一曲字样 姚汝能一愣 平康里在长安城东边 是一等一的烟花消津之地 在京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此木牌叫斯恩客 只有熟客才会搬出 凭此可植入莲中 这位龙波别看生活轻苦 在那里可真是投入不少 龙波以信众身份潜伏 平日谨小慎微 心中难免压抑空虚 唯有去平康里消磨时光 那里刻来刻往 皆是虚情假意 可以暂时放松一下 很符合一个暗装的心态 不过平康里的姑娘太多 皆有甲母管着 这牌子是哪一位甲母发放的 尚需调查 姚汝能迅速把消息传回靖安司 李毕对张晓靖道 平康里在万年献剑 那是你原来的侠地 就地重游 办起事来应该轻车熟路 轻车熟路嘛 张晓靖呵呵地笑了一声 周围官吏们都露出 心照不宣的微笑 谭琪厌恶地看了他一眼 觉得天底下男人 都是一个德性 看到平康里的那些女人 就迈不开腿 相比之下 公子洁身自豪 可比他们强太多了 张晓靖叫上姚汝能 转身欲走 李毕忽然又把他叫住 之前的事 希望你不要心存芥蒂 如今贺奸已放权 我的承诺依然不变 对他来说 这已经算是委婉的道歉了 现在我可没有 接受道歉的时间 张晓靖简短地回了一句 匆匆离去 李毕望着张晓靖的背景 大为感慨 这个人 行事大胆 心思却很缜密 接受调查时 明明所有的线索都断掉了 竟被他无中生有 硬生生批出一条路来 更可怕的是 仙教的抗议 本是一场大祸 结果却被他信手一番 一石三鸟 既平息了撒饱怒火 又获得了新的线索 还堵住了贺之章的嘴 十年西域兵 九年长安帅 果然名不虚传 李毕忽然涌现出 微妙的不安感 这样的一个人 真的心甘情愿 为自己所用吗 何成性命 这么一个大名分 真的能束缚住他吗 李毕自夺 如果他与张晓靖 异地而处 对刚才的事情 一定心还怨悶 辛辛苦苦奔走效力 居然还要被人猜疑和羞辱 谁还会尽心办事 一想到 他始终挂在嘴角的 那抹淡淡嘲讽 李毕便有些头疼 这种失去控制的感觉 可真不好 看来贺奸所说 也并无道理 对这个人 是要提前留份心思才对 姚汝能 毕竟太稚嫩 而崔气又太粗疏 这两个人 未必能应付得了 不过在那之前 还有另外一件 更棘手的事情 急需解决 李毕想到这里 不觉有几分疲惫 涌上心头 他把扶尘 往胳膊上一搭 高声道 弹起 跟我来 李毕叫了一声 带着他来到殿后退室里去 特地关上房门 确认四周无人之后 李毕道 我要离开一下 咦 您去哪 去多久 谈期有点迷惑 情况已是十万火急 这个时候离开 李毕 抬手捏了捏鼻梁 何间离任 许多事情得重新布局 我必须得去宫里 跟那位交代一下 大约半个时辰就回来 你就对外说 我在退室里休息 不许任何人进来 谈期想到 那一封蹊跷的训报 不由得脱口而出 贺奸 原来是公子你 他话一出口就后悔了 公子做事 一定有他的道理 何必点破 李毕却没有动怒 反而长叹一口气 此时我并不后悔 只是贺奸位高民众 牵扯太多 我必须跟那一位 坦诚前因后果 以免他被动 可公子若不说 谁会知道 李毕摇摇头 嗓音变得深沉 我李毕 绝不会对他说话 张晓静 纵马一路急迟 直奔平康坊而去 中途 姚汝能也匆匆赶来 一直到这会儿 姚汝能才有机会 跟张晓静讲 他抵达远来客栈后 还没进门 就听见旁边 马舅里一阵私鸣 紧接着 就有十几匹剑马 蜂拥而出 他躲闪不及 被打头的一匹 撞翻在地 磕上了额头 等他爬起来 亮出身份 商战里的伙计 说他是假冒的 一来二去就打起来了 他不得不燃烟求援 张晓静问道 马舅在商战什么位置 姚汝能道 这家商战不做灵脉 所以没有铺面 马舅就在殿的右侧 有一条斜马道 与殿内相连 马舅的门 当时是开还是关着 姚汝能回忆了一下 应该是虚掩着 我记得上面有铜锁 但只是挂在栓上 我记得我看到 两道烟一黑一黄 黑烟哪来的 何时燃起 姚汝能道 经马冲过来之后 才起的黑烟 火头我没看到 但应该是从马舅 后头燃起来的 许是马匹 踢翻了火盆吧 张晓静听了呵呵一笑 马舅里堆着草料 怎么会放火盆在附近 远来商战 惯作牲畜买卖 不可能有这种疏忽 他欲言又止 末了还是摇摇头 嘟囔了一句 算 这种事 还是让李思诚去头疼吧 姚汝能心中好奇 可也不好去追问 平康坊 在万年县内 他们从光德坊出发 得向东一口气 跑过五个路口 前后花了将近两刻时间 才抵达那个京城 最繁盛的销魂之处 还未入访 两人已能听见 丝竹之声隐隐传来 迷离曲调 此起彼伏 诸色乐器奇响 杂以歌声缭绕其间 未见其景 一番华丽繁盛的景象 已浮现心中 此时方式正午 已是如此热闹 若是入夜时分 只怕更胜十倍 平康坊虽然称坊 但内里布局 却与寻常坊内截然不同 张晓晶一行 从北门进入 向左一转 前方共有 北中南三条取向 三处圆月拱门 分裂而立 绫罗挂边 粉盐白壁 分别会着牡丹 桃花和柳枝 说是取向 其实路面相当宽敞 可以容两辆双圆 自车通行 此时车马出入极多 车上都载有盛装立人 各色花冠金贝 眼花缭乱 就连被车轮碾过的尘土 都带着淡淡的脂粉香气 上元节酒宴甚多 大家都想选个体面女伴 关灯一游 所以都早早来此邀约 姚汝能搜出来的这个木牌 写的是一曲 平康里三项之中 南曲中曲皆是幽济 来往多是官宦世人 王公贵族 靠近坊墙的北曲 也叫一曲 来的多是寻常百姓 小富商人 或富京的穷橘子 选人之类 环境等而下之 从布局便看得出来 南曲多是萧台林立 中曲多是独院别锁 还有一条曲水蜿蜒其中 只有北曲这里 分成几十栋高高低低的彩楼 排列纷乱 三曲尽未分明 一目了然 张小静站在入口处仰望一阵 对姚汝能道 近到这里可不要妄动了 姚汝能颇觉意外 他之前在西市蛮横无际 怎么来这里却突然收敛了 张小静指了指对街远处一处聚宅 你知道那头的宅子是谁的 姚汝能摇摇头 他是长安县人 对东边不是很熟 张小静黑黑一笑 那里原来是李卫公的宅邸 如今住的却是右下 李林府 年轻人心中一寒 再看那宅邸上的脊寿 陡然也多了几分阴森气质 一朝之众臣 居然住的离平康里这么近 日夜欣赏 阴红柳绿可也算是一桩奇闻了 他们举步迈入一曲 张小静目不挟视 轻车熟路的直往前去 两侧楼上响来几声 嘻嘻拉拉的吆喝 就再没动静了 姑娘们都有眼力 这两个人步履稳健 表情严肃 一看就不是来玩乐的 两人七转八转 来到了一曲中段 张小静脚下一偏 转入旁边一处小巷内 两侧只有些简陋的木质棚屋 黑压压的连接成一片 屋系堆满杂物垃圾 平康里的街路两侧 皆修有沟渠 青瓦附上 便于排水以及冲刷路面 除了这里 长安城只有六条主街 也有这待遇 这些沟渠都引到这条 低洼巷子里来 排入坊外水道 所以这小巷内污水纵横 意味不小 姚汝能心中呐喊 心想为何不去追查木牌来历 反而来这种阿扎地方 可看张小静的步伐 毫不迟疑 绝非临时起义 显然已有成算 只得默默跟着 张小静 走到一处棚屋前 敲了三下 一个人探头探脑打开门 一看张小静 像是被歇着遮了一下似的 下意识要关门 张小静伸出胳膊 啪的拦住门框 别担心 小乙 今日不是来查你的案子的 那换作小乙的人 微微缩缩退后一步 不敢阻拦 棚屋之后别有天地 居然是一个赌铺 这里可真是挖空心思 外表看 只是几间破烂棚子 里面却打通成了一间 颇宽敞的大通铺 有暗有席 只是光线昏暗 此时几十个赌徒 趴在三张高岸边上 正兴高采烈的 围着三个庄稼扔头子 四周满布铜钱 张小静一进去 所有的视线都投向他 赌铺里先瞬间安静了一下 然后人群当即炸开 一半人开始往窗外逃 另外一半往岸底下钻 还有几只手 不忘了去划了钱 场面混乱而滑稽 一个起头 气势汹汹地跑来 想看是谁在闹事 他看到张小静站在那里 像是看到了恶鬼一般 张大了嘴巴 一时间连安抚赌徒都忘了 这张头 张小静不动声色道 你跑这儿来吧 起头面露愧色 不敢言语 张小静道 带我去见你们囊家 起头犹豫了一下 却始终没敢说出口 他回身进屋 请示了一下 然后引着他们往后走去 起头囊架云云 都是见不得光的习语 姚汝能观察此人行走方式 和张小静颇为相似 估计原本也是宫门中人 不知为何沦落至此 这一片彭屋连城一片 里面被无数房间 与土墙区隔暗无天日 像是钻隧道迷宫一般 行走期间 隐约还能听到哭泣声和悲鸣 似乎有什么人被囚禁于此 姚汝能心中一阵凛然 知道自己已经触及到了 另外一座长安城 这座长安城见不得光 里面充斥着血腥与贪欲 没有律法也没有道义 混乱凶残 如佛家的修罗之欲 能在这里生存的 都是大奸大恶之人 即便是官府 也不敢轻易深入这一重世界 他的喉咙发干 心跳有些加速 不由得朝前望去 发现前面的张晓静 步履稳健 没有任何不适 那个人的背影轮廓 模糊不清 似乎和暗淡的背景融为一体 这位前部良帅 应该没少深入虎穴 没少跟恶势力做斗争 只要跟随着他 一定不会有错 再者说 恶人与不利 是天然的对头 倘若自己连看一眼这里 都胆战心惊 以后怎么与之争斗 想到这里 姚汝能重新鼓起了勇气 攥紧拳头 目光灼灼 他忽然有点遗憾 张晓静若不是死囚犯的话 说不定 现在就是他的上司 这人 虽然江湖了一点 可真能学到不少东西 他们走了半天 眼前一亮 里面别有洞天 居然是一处砖石小院 院子不大 颇为整洁 院子正中灶上 搁着一把漆黑药壶 弥漫着一股药味 一个裹着星红大球的人 正在灶边盘腿坐着 怀里还抱着一只小黄猫 张晓静道 哥老 别来无恙 大球一动 一个苍老的声音从中传来 张老弟 我没想到会再见到你 语气平淡 不是疑问 而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我也没想到 张晓静无意解释 你这一回来 就惊得我的赌铺鸡飞狗跳 真是胡死鼓励 杀威犹存啊 你来找我 什么事 老人问 大球往下滑落 姚汝能这才发现 里面裹的是个瘦小干枯的老人 他皮肤黑弱莫碳 一头卷发 嘴唇扁厚 不是中原人士 赫然是个老昆仑奴 这昆仑奴眼神亮而凶狠 说得一口流利观话 丝毫听不出口音 听对话 两人早就是相识 不过显然关系不会太好 奇怪的是 张晓静在西市和仙教祠里都粗暴无比 到这儿面对着真正的恶人 反而彬彬有理 姚汝能已存了拼命的心思 可前面俩人 谁都没有动手的意思 张晓静道 哥老 你欠我一个人情 哥老嘖了一声拍拍怀里的猫 欠账还钱 杀人偿命 这是老奴的为人之道 你说吧 张晓静掏出木牌 至到他面前 这属于一个叫龙波的秋辞人 我要知道 这是哪家搬给他的 都亲近过哪个姑娘 他们如今身在何处 马上就要知道 葛老用枯瘦的手 把木牌捏起来 端详了一下 伸手把药壶的盖 粘起来 敲敲壶边 一个惊悍仆人走进院子 葛老吩咐了几句 仆人匆匆离去 葛老注视着张晓静 这不是万年县的案子吧 张晓静亮出 静安侧房的腰牌 晃了晃 然后又收了回去 葛老缓缓起身 说我这里 不便给棺面上的人奉茶 你们自便吧 然后转身进了屋 面对姚汝能的疑惑 张晓静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这位葛老 本是海外僧奇奴 大约在神龙年间 被迈入长安 现在一个姓葛的 侍郎家为奴 后来被迈入青楼做溥役 寻常昆仑奴 性情憨厚温顺 头脑不太灵光 唯有葛老是个艺术 他能说会道 左右逢源 混得风生水起 很快竟说动主人 除妇放免 脱了奴籍 这些年来 他专为三曲青楼掠人 倘若有姑娘不服管 或者跑了 他还管调教抓捕 久而久之 葛老凭着心狠手辣 成了平康里最大的人贩子 隐然成了仿中一霸 彭屋区就是他的天下 所有的姑娘们都知道 宁惹相公 莫恼阁老 张晓静在万年县时 办过几个略卖良人的诱拐案子 可惜葛老奸华 从来没施过风 至今还安稳地待在棚屋里 这次来平康里办事 张晓静知道 若是跟那些妈妈们交涉 必然推三阻四 耗费时辰 不如请葛老出手 这岂不是跟恶人勾结吗 姚汝能不能理解 因为家中几个长辈 都死于盗匪之势 姚汝能最见不得 这些贼人猖狂 在他看来 只要一照面 就该出手击杀 不容任何迟疑 他万万没想到 张晓静身为官府中人 居然跟他们谈起条件来了 张晓静道 鼠有鼠路 蛇有蛇路 恶人有恶人的办法 有些事官府可做不来 可这棚户区 明明就在平康里内 几十个捕利就能荡平 官府怎么能容忍一个猎人贩子 在此逍遥 这明明违背了大唐律呀 你自己琢磨吧 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是你的第二课 张晓静回答 姚汝能不服气地咬了咬嘴唇 认为这个回答 必时就须 他忽然想到 张晓静在长安城 当了九年不良帅的人 身上的隐秘知识 只怕山多 格老说欠他人情 难道之前 他们就有过勾结 这么说来 张晓静的手脚 一定不怎么干净 说不定正是因为这种事 才进了死牢 想到这里 姚汝能不动声色地 站远了一步 想起了自己的 另外一重职责 没过多久 格老传回了消息 这块木牌 是一曲赵团儿加班的 龙波半年前 开始逛这里 一寻来一次 每次都找一个叫寻儿的姑娘 他虽然出手不阔绰 但也从不拖欠缠姿 六马还是刘牧 张晓静问 这是平康里的行话 六马为之邪迹外游 刘牧为之留宿过夜 偶尔木香 六马的时候多 张晓静眼神闪动 还原坊距离这里甚远 且周围邻居 以前诚 仙教信众居多 龙波不可能 把童儿带回去 就是说 他另外还有一个 落脚的地方 童儿现在哪里 小逆子春心荡漾 一天前 跟一个举子私奔了 张晓静微微一笑 格老手里 岂有空飞之缺 听到这句话 格老那张黑面孔上的 皱褶一阵舒展 肥厚的嘴唇咧开 露出白牙 似是一排人骨 横卧夜中 他勾了勾手指 说随我来 格老裹紧大球 带着他们走进 迷宫一样的棚屋 棚屋的顶上 铺着厚薄不均的茅草 行走期间 透射下来的阳光 忽明忽暗 让每个人的表情 显得有些迷离 在通道两侧 是一个一个 小小的隔尖 有的木门紧锁 有的完全敞开 但无一例外 都散发着稻草抚慰 里面人影绰绰 悄无声息 有如行尸走肉一般 姚汝能走着走着 忽然一个骷髅手 从黑暗中伸出来 吓得他叫了一声 再仔细一看 才发现 是一个枯瘦如柴的女子 趴在门前 葛老发出低齿 那女子赶紧缩回去了 葛老脚步不停 声音冷冷 在这一片鬼魅之间响起 外人都到平康里 是个天上销魂处 个个都是仙女神书 却不知这背后 多少污秽 得了瘾窗的姑娘 毁了戎的凤魁 生来几惨的娃娃 巫处可去 无人收容 全都如污水一样 流居到了此处 坐等转生 老奴坏事做尽 从不怕下什么 无间地狱 已然身在其中结膜 早不觉新鲜了 姚汝能听得触目惊心 没料到平康里的暗处 居然如此肮脏龌龊 他侧过头去 看到张晓静面不改色 显然早就知道了 他们最终抵达一处阴暗柴房 打开门 里面吊着两个人 一男一女 皆是满面血污 神情萎靡 女子一身鹅黄如群 已破碎不堪 露出堪比象牙白的肌肤 男的细皮嫩肉 是个纹弱的书生模样 垂着头肆意昏迷 一个五官歪斜的 畸形猪如站在一旁 手持皮鞭 张晓静正要上前 阁老却伸手拦住 把他们带到 隔壁屋子里去 张老弟 你的人情 只到这里为止了 他的意思很明白 我告诉你 这女人在哪 人情还完了 接下来 要用这女人做什么 就得另外算了 张晓静道 我欠你一个人情 可老耻笑 将死之人的人情 成骰不足 换一样吧 姚汝能急忙插口道 静安司 可以支付你足够的酬劳 阁老瞥了他一眼 无动于衷 像是在看一个 滑稽的排忧 姚汝能心急如焚 哪能在这里 被一个老昆仑奴耽搁 他抽出配刀 大声道 阻碍静安司办案 信不信 一个时辰之内 荡平你这棚屋 格老耸耸肩 他一声听过的威胁 只怕比这个小家伙 讲过的话还多 张晓静 拍拍姚汝能的肩膀 让他退后 然后看向格老 你想要什么 格老瞇着眼睛 打亮了他一番 似乎在思考 能从这死囚犯身上 炸出什么 他忽然展颜一笑 有黑的褶皱里 一阵颤动 伸出两个指头 两个 张晓静的两条短眉 疏然扭结 犹豫再三 回忆一根手指 格老沉思片刻笑道 就这么办吧 张晓静脸色不太好看 可还是点了点头 姚汝能有点糊涂 他们两个 打雅密似的 到底什么意思 格老拱手说 容我告退片刻 然后消失在会暗之中 张晓静站在原地 斜靠在柱子旁 手指弹着眼窝里的灰 顶棚透下的微弱光线 给他勾勒出一个灰暗的侧影轮廓 张都尾 你跟他谈的是什么条件 刚才我答应他 会告诉他一个官府暗装的名字 张晓静淡淡回答 姚汝能肩膀矩震 双目瞪圆 不由得失声道 您 您怎么能这么做 张晓静做过万年线不良帅 官府在黑道埋下的力量 他一清二楚 甚至可能曾亲自掌管 姚汝能怎么也没想到 这家伙为了贪图做事方便 竟把同僚出卖给贼人 这简直匪夷所思 张晓静道 这是唯一能争取到 格老合作的办法 姚汝能 悄悄把右手挪到了刀柄处 脑子里浮现出 临走前李璧的叮嘱 李璧在临行前单独见过他 一旦他发现 张晓静有逃走或背叛的迹象 要立刻示警 若身处无法示警之地 则亲自处断 姚汝能觉得 张晓静现在已显露出马脚 他根本不相信 对付一个贼人要如此委屈求全 一定有问题 必须在他出卖更多官府利益前 予以阻止 不料张晓静一看他要动手 先飞起一脚 把他横得跟踹倒在地 独眼中杀意横生 老实待着 姚汝能挣扎了一下 居然没爬起来 可见这一脚力道之重 他痛苦地把身子蜷缩成一团 眼中却怒火中烧 靠出卖官府暗庄来换取情报 简直就是无耻之至 姚汝能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大声质问 为什么要出卖自己人 张晓静扎了他一眼 冷冷道 李思成的命令是 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突厥人 听明白了吗 不惜一切代价 为达目的 难道连做人的底线和道义都不要了 姚汝能觉得这说辞荒谬绝伦 我只关心 长安这几十万条人命能不能抱住 被反刺了一句的姚汝能 脸色胀红 他辩解道 你这是强词夺理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若这些贼人 要你去做些大奸大恶之事 比如谋逆天子 难道你也答应 张晓静微微点了点头 一人之命 自然不及万众之命 面对如此大逆不道之言 姚汝能简直惊呆了 你竟敢 他一句话没说完 忽然被一股力量猛然掐住脖子 后背砰的一声 重重撞在墙边 张晓静的毒眼 几乎贴在鼻尖 沙哑的声音在耳边恶狠狠的响起 听着 现在距离长安城毁灭 只剩三个时辰 我们还没摸到突厥人的边 你不帮忙就给我滚 姚汝能一梗脖子毫不示弱 别装了 你根本不关心长安的安危 你是个死囚犯 你一定做错了事 你恨朝廷 张晓静的神情 在明暗光线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苦笑 里边深藏着嘲讽与哀伤 没错 我恨这个朝廷 可只有我能救他 就在这时 一阵密集的脚步声传来 陆续近来二十多人 清一色都是男子 高矮不一 年纪也不同 皆是短袄白衫 姚汝能认出其中几个面孔 都是赌场里见过的 格老让他们站成一排 然后对张晓静做了个手势 姚汝能浑身一僵 就算他不懂暗语 也知道格老是什么意思 没想到 这位昆仑奴这么狠 非但要让张晓静 输出暗庄的名字 还要让他自己亲自当面指出 接下来的事不用想也知道 一定会让张晓静 亲手杀死这暗庄 才算完成协议 这叫投名状 姚汝能紧张地看向张晓静 正要开口质问 忽然博警被后者猛切了一下 灯石昏了过去 格老呵呵一笑 你还挺心疼这个小官要子的 他和你当年挺像啊 张晓静没有接着话 而是走过去 对那二十几个人扫尸一圈 张晓静脸颊的肌肉 在微微抽动 就算是死囚犯 帮着昔日的敌人来指认同僚 仍需要克服很大的心理障碍 他的手臂缓缓抬起 格老忽然又开口了 张帅 其实你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选 老奴这双老眼能看出来 这个活是官府拿赦免死罪 要挟你吧 张晓静保持着沉默 却也不否认 他们就喜欢这么干 格老的手指优雅地搭在一起 咱们做另外一笔交易如何 我也不逼你认人 只要你把长安的事 说于老奴之 老奴就把你顺顺当当送出城 从此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 岂不快哉 不得不说 格老的提议非常有诱惑力 只要出了长安城 张晓静便是彻底的自由之身 静安司和李毕根本顾不上追究 他们能不能活过今晚都不知道 而张晓静所要付出的代价 简直微乎其微 这条路可比他杀死前同僚换取情报 然后背负着猜疑 去追查突厥凶徒要容易多了 屋子里变得非常安静 只有隔壁传来女人隐隐的哭泣 张晓静站在阴影里 短暂的闭上眼睛 不到一弹纸便重新睁开 抬手弹开了眼窝里的灰尘 抱歉 葛老 这一次我还不能走 你就这么喜欢替朝廷做走狗 不 这次与朝廷无关 张晓静扬起头 有微弱的光线 从茅草的间隙流泄下来 迂腐 葛老尖刻地评价道 然后伸了个懒腰 得了 老奴人质易尽 那就请你指认暗装吧 最好是你之前亲自送进来的那个 我就爱看这样的戏 张晓静再次扫视众人 眼神变得坚毅起来 他忽然单腿跪地 肃荣拱手 今日之事实在是势极从全 不得不为 待到九泉之下 再容告罪 队伍中有一个人变了脸色 急忙一个朝后退去 张晓静起身 骤然出手 刀光一闪 切过那人咽喉 在其他人还未有反应之前 他便软软倒地 弃绝身亡 正是适才开门的小蚁 赌场里的那个起头 站在队列里 双腿瑟瑟发抖 有点后悔 不该让你亲自动手了 葛老略不甘心地 舔舔嘴唇 若是落在我们手里 只怕死上三天 也还死不了 张晓静铁青着脸 又举起刀来 赌场的起头 咕咚一声跪倒在地 连声哀叫 我真的是在宫门混不下去 才来投奔阁老的 我是为了钱 不是暗庄啊 他正污渍叫喊 忽然看到一根血淋淋的手指 落在面前 起头不知所措 抬头望去 看到张晓静的左手 有一根小拇指 被齐根斩断 鲜血狂流不止 全场鸭雀无声 只听到张晓静的声音响起 小蚁是我亲手送进来 又是我亲自出卖 为了大局 我并不后悔 但这一笔杀念 我早晚要还上 但不是现在 所以断指为继 诸位给我做个见证 阁老摇头痴笑道 于父 一条人命而已 卖了就卖了 至于这么自责吗 张晓静没理睬他 自顾从怀里掏出一方捐布 单手去过伤口 赌场的起头 怯怯的看向阁老 见他没什么反应 急忙起身 殷勤的帮张晓静裹伤 这会儿他轻车熟路 从前在宫门的时候 没少给张头疗伤 伤口处置好后 张晓静撩起刨脚 擦干净刀上的血迹 一字一句对阁老说道 表情痛苦而猙獰 阁老 到你了 此时他身上涌出来的 强烈杀意 连那老黑奴都为之哑然 后者动动嘴唇 终究没再说出什么嘲讽的话 瑶如能悠悠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审讯室里 眼前一男一女紧附着 他正看到 阁老打了个响指 那诸如把皮鞭递给张晓静 难道张晓静 已经指认完了 把暗庄都给杀了 他正要开口问 却被人按在地上 阁老侧过头 对他 虚了一声 前方张晓静捏了捏鞭饼 眼神来回在两人身上巡视 然后停留在女子身上 他对童儿道 我现在要问你一个关于龙波的问题 希望你如实回答 童儿猛然抬起头 力声喝道 除非你们把我和寒狼放了 否则休想让我开口 他和情郎被拘押了一天一夜 几乎绝望 现在好不容易捉到一根救命稻草 死死抓住不放 张晓静观察了一下 这女人身上鞭痕累累 显然不知打过多少次了 拷打对他没用 张晓静说道 说出来 我可以向阁老讨一个人情 放你走 童儿冷笑 休想离间我们 我们发过誓的 同生共死 绝不独行 张晓静摇摇头 又走到寒狼身前 男子抬起头 看到是官府里的人 正要开口呼救 就被鞭饼塞住嘴巴 旁边童儿又大声道 没用的 你杀了寒狼 我跟他殉情便是 张晓静没理他 对那男子道 我只能就你们其中一个人离开 你可以选择是谁 但记住 只能选一个 说完之后 张晓静倒退几步 冷眼看着 男人先是惊疑 然后是惊喜 嘴里反复喃喃 但每次看向童儿 便心生犹豫 不肯明确说出一个名字 张晓静 忽然把身子凑过去 耳朵贴近他 然后点了点头 好 张晓静放下鞭子 手起刀落 斩断 吊着男子的麻绳 寒狼滚落在地 先是愣了一下 自己根本没说话呀 可话到嘴边 突然犹豫了起来 他试探着挪动几步 看那几个凶神都没动作 然后眼底流泄出狂喜 仿佛有人替他做了决定 就不必心存愧疚了 他看看左右 无人阻拦 用袖口眼面 急忙朝着出口 慌张跑去 等他走远之后 张晓静再次走到童儿面前 他呆呆地 看着地上断成两截的绳子 亲手低垂 似乎不相信是真的 你骗我 他根本什么都没说 童儿忽然抬起头 愤怒地喊道 一个男人 不要听他说了什么 要看他做了什么 若他本无离异 我又怎能左右他的双腿 张晓静的语气平淡 似是在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 童儿不由地放声大哭 姚汝能 面露不忍 把头转去一旁 张晓静 只是小小地考验了一下人性 便伏底抽薪 毁掉了这姑娘的希望 不过仔细想想 他连出卖同僚都毫不在意 这种事情 又算得了什么 张晓静用鞭烧 抬起童儿的下巴 现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他没再拒绝 他已经没有坚持的理由 根据他的交代 龙波第一次来平康里 就选了他 从此一直没换过人 这个人话很少 从不透露自己的身份 行房时候都不怎么出声 他数次带他遛马 去的是修正坊十字街西南的一处大宅邸 这宅邸很大 他问过龙波是哪来的 龙波只说是待人看管 没说是谁 张晓静转身看向阁老 说我擅作主张放走一人 还请见谅 阁老笑道 我们又不是施虐狂 摆出这牌上 无非是叫姑娘们收心罢了 张老弟一句话 就让童儿禁止男子之害 也省了我们的事 可以直接送还给妈妈了 那畸形矮子解开童儿 拖着他离开屋子 姚汝能忍无可忍 终于开口道 张主位 这样欺辱一个弱女子 是否有失仁义之道 是了 你连自己同僚都杀 这算得了什么 他如耿在喉 不说出来实在难受 张小静抬起头 眼中尽是嘲讽 哦 你是说 让他跟随这种人回家 结局会比现在更好 姚汝能 饿了一声 答不上来 类似的案子 他接触过 确实几乎 没一个是好结局 张小静冷冷道 每个人 都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他选了这条路 就该早早有了觉悟 你若觉得可怜 把他娶回去便是 姚汝能有点面红耳赤 牙口无言的闭上了嘴 可他已经打定了主意 一旦离开平康里 就立刻上报静安司 张小静的行为 已经完全逾越了底线 曹破岩的手肘 一直隐隐作痛 这非常难受 但至少可以让他 始终保持警觉 在这座危机四伏的城市里 没有什么 比敏锐的感觉更重要 他此时 正站在一处 偏僻大院的入口 注视着一列车队 缓缓驶入 这对大车 足有十辆之多 都是双原资车 四面挂着厚厚的轻慢 车顶高高拱起 从车折印的痕迹 深浅可以看出 车里装载的货物相当重 每一辆车 都沾满了尘土和泥浆 无论远马还是车夫 都疲态尽险 从车前插着的 香绿边三角号旗可以知道 他们隶属于苏记车马行 这个车马行 专跑长安以北的民货脚运 声誉颇高 带队的脚总 跳下第一辆马车 拍拍身上的土 大大松了一口气 这趟从严州府 到长安的活不错 委托人给钱爽快 运的又不是什么贵重东西 路上不必提心吊胆 委托人唯一要求苛刻的是时间 无论如何 要在上元节前日运地 现在车队赶在五十顺利入战 他什么都不用担心了 其实按规矩 这些大宗货物 只能运入东西二世 再分运出去 其他访门都设有过龙坎 宽具马车根本进不去 不过这个货站比较偏僻 人际罕至 入口又是直接对接而开 过龙坎早被卸掉了 这种为了省点税金的小猫腻 脚总见得多了 根本不以为惯 接下来只要跟售货方点完货物 讨张搁单 事儿就算完了 脚总已经想好了下午的计划 找个堂子好好泡泡 疏松下身子 再去西市给婆娘买点糊货 晚上弄罐上好的三乐浆 寻个高处边喝边看灯会 完美的一天 脚总环顾四周 一眼就分辨出 曹破岩是这里的主事人 他凑过去满脸堆笑 这位大郎性不如命 货物一件不少 时间刚刚好 然后递去一树卷好的薄荷叶 这是行车提神用的 旨在江淮有产 曹破岩却根本不接 面无表情地说 进城之时可有阻碍 这类大宗货物入长安城 城门间都要审核入策 才与放行 但是货多利少 经常一审就是几天时间 苏记车马行常年走货 跟城门间关系很好 可以缩短报关时间 这是他们赶走长安一线的依障 听到他问起 脚总一拍胸脯得意洋洋 我们有熟人打点 全无问题 陈时报关 不到两个时辰就放行了 手续都在这儿呢 一样不少 说完 他把一楼文书递给曹破岩 曹破岩简单地翻阅了一下 又问道 他们查验货物了吗 那脚总裴笑道 除非您有爵位 否则这个可免不了 不过全城啊 我都盯着呢 他们只抽查了其中两件 拿长毛捅了一下就封回去了 话说回来 您运的这玩意儿 一不违禁 二不愚致 能出什么问题 您也是担心过甚 曹破岩无意听他啰嗦 单手做了个手势 交谢吧 脚总热脸贴了冷屁股 也不再殷勤搭话 他转过身去 发出指令 车夫们呵斥着马匹 把马车倒转过来 车尾对准宅邸入口 缓缓倒退 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简易的货站 有一个抬高的卸货平台 这些马车停得非常漂亮 尾门和平台边缘贴得很紧 几乎没有任何空隙 里面的伙计围拢上来 把尾门打开 每一辆车里都摆着十个百木大桶 底下铺着三指宽的茅槽 他们搭了几块长木板 把木桶一个一个滚下来 脚总注意到 这些伙计都是胡人面孔 一个唐人都没有 不过他没留意的是 有几个伙计走到货站入口 把大门给拴上了 百木大桶一个个被卸到平台 曹破岩走到一个木桶前 撬开桶顶筛子 伸进去一把匕首搅动 然后拎起来看看刀刃上的油渍 查过几桶之后 曹破岩满意的点了点头 这批货没有任何问题 上等品质包装的也紧 沿途没有任何洒漏 这些可悲的车夫 以为自己运送的是普通货物 却不知道 那是伟大的 雀乐或多的魂魄 放下匕首 曹破岩问脚总道 你进城之后 直接来到这儿 那当然 我们绝不会耽搁客人的时间 那么长安城里 是否还有其他人知道你们抵达 不会 得为客人保密嘛 等跟您交卸完收了尾款 我们才去衙行交差 下一个瞬间 曹破岩把低着油的匕首 直接捅进了脚总的胸口 还转了转手柄 脚总亮蹭着倒退了几步 扭动脖子企图往外爬去 他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眼 是其他车夫 惨遭屠戮的血腥景象 这是一次迅速而安静的屠杀 转瞬间就完成了 这些风尘仆仆的车夫 连休息都没顾上 就惨死在马车旁 整个车队无一人幸免 喧嚣很快结束 货站再度恢复了平静 这场小小的骚乱 没有惊动任何人 曹破岩吩咐手底下的伙计 把苏记的马车和远马拆开来 涂掉马屁股上的烙印 撤掉号旗 把一切属于苏记的痕迹抹除掉 这时货站外忽然传来轻轻的敲门声 曹破岩眉头一皱 走过去隔着门板上的孔往外看 站在门前的是一个男子 披着一件破旧的杂色斗篷 头上的肤头破旧不堪 露出里面的头巾 三府的普通民众 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装束 草原的清俊 会奔向何方 曹破岩隔着门板 用突厥画问 公敌所指便是马头所向 来人回答 声音尖细的像个女子 暗号对上了 曹破岩拉开门栓 放他进来 来人把斗篷掀开 露出一张枯瘦面孔 还有一个尖销的阴沟鼻 我是龙波 他咧开嘴 笑得一脸灿烂 曹破岩眉头一皱 他先前没见过龙波 只知道他来自秋辞 潜伏于长安 包括这个偏僻货站和万全宅 都是他一手安排 事实上 龙波是诱杀贵人找来的 曹破岩对他一无所知 但没想到他居然是个唐人 我需要能证明你身份的信物 曹破岩紧握着匕首 充满警惕 龙波忽然蹲下身子 曹破岩猛然后退了一步 双眼凶光大胜 龙波笑了笑 哟 干嘛已经一炸的 我还能把你给吃了 说着 他把左脚的一只软底后靴脱下来 喀啪一下 掰开鞋底 从里面掏出一包黄灯灯的厚纸 为了防潮 这纸被油镜泡过 摸在手里滑腻腻的 曹破岩小心地展开一看 果然是长安访图 里面标记十分详细 珠坊街角 午后铺 牌楼 军营 攻蟹 望塔 桥梁 甚至每一坊的暗渠走向 和巨户府邸都有收录 长安全景一目了然 这份仿图 本是西府金银铺私造 然后被狼魏带到怀元坊仙慈 龙波趁乱取走 既然能拿出仿图 必是龙波本人无疑 曹破岩捏着仿图一脚 心中百感交集 为了这玩意儿 他足足损失了十五名精锐部下 如今仿图已到 幼杀贵人的九连环 终于套上了最后一枚铜扣 为了这张破玩意儿 我可是再也无法在长安立足 幼杀贵人 可得多加点钱才成 龙波抱怨道 一听这话 曹破岩眉头一皱 静安司找到你了 现在恐怕半个长安城都在找我 新科状元都没这待遇 龙波居然还有小小的得意 曹破岩脸上阴云转盛 那你经手的那些宅子和这个货站 会不会被他们查到 龙波歪了歪脑袋 这些地方都是我通过不同的衙行 用化名定的 住处也没留下任何凭据 除非他们是神仙 否则不可能发现 哎 还愣着干嘛 快让我进去啊 龙波催促 曹破岩这才抛开纷乱的思绪 闪身让他进来 然后把门重新关好 龙波进了院子 看到一地的尸体 浓烈的血腥味扑鼻而来 他毫不惊讶 反而东张西望 这么说 盐州府的货已经送到了 已经顺利入库 该处理的人也都处理干净了 哎呀 这些车夫太可怜了 真是千里送死啊 龙波一边续到着 一边走到货站平台前 拍了拍硕大的百木桶 这里装的就是你们说的 雀乐或多的魂魄呀 那么雀乐或多的肉身呢 曹破岩很不满意他的轻调 勉强回答 竹器铺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等到车队改装完毕 我就把肉身接到这儿 到时候就得靠你来完成 最后一步的组装工作 说来讽刺 雀乐或多代表的是 突厥可汗的愤怒 可只有龙波这个秋辞将士 才懂得怎么把他们组装起来 龙波躲着步转了几圈 像吟颂歌谣似的 魂魄肉身合而为一之时 伟大的雀乐或多就会复活 这仿图会指引他毁灭整个长安 说完他自己忍不住 扑斥乐的一声 低声嘟囔了一句 你们突厥可汗起的代号可真道 曹破岩嘴角一抽 觉得大汗受到了侮辱 他捏紧匕首 右腿微曲 做出随时可能突击的姿势 决定给这家伙一点教训 龙波朝前走了几步 突然俯身下去 仿佛要闪避他的刺杀 曹破岩身子一晃 肌肉紧绷 几乎以为自己的企图被看破了 好在龙波只是想从地上 捡起一样东西 这是一个精致的苗金丝绸小蒜袋 应该是脚总挣扎时掉落的 蒜袋里摆着十几树 卷成了柱状的薄荷叶 龙波的三角眼放出光亮 拿起一束丢进嘴里 嚼了几下 鼻孔里喷出惬意的哼声 曹破岩悄悄放下匕首 告诫自己 暂时不要节外生枝 龙波嘴里不停地嚼动着薄荷叶 漆黑的瞳孔里闪出光芒 肉身什么时候运过来 一刻之内车队出发 半个时辰回来 希望你在两个直阵之内完成最后的组装 龙波环顾四周 货栈里干活的人有点少啊 麻哥他们呢 我只是奉命行事 他们在哪 你去问又杀贵人吧 曹破岩悄悄悄 龙波做了个无奈的手势 事不宜迟 把工具和原料都备出来 我要开始组装了 他抖了抖手腕 嘴里一刻不停地嚼着 太平坊位于朱雀街西 第二街最北端 正对着皇城寒光门 距离皇城内的官署非常近 在太平坊西南里的石济寺内 有一间号称京城最庙的净土院 院内塔状林立 竹林间 还有一百零八尊善业尼佛像 可谓禅意盎然 此时在竹林幽深处的 一间窍檐小亭里 两个人并肩而立 一人身着青山白金 是刚离开靖安寺的礼壁 一人却披诸佩子贵气冲天 若有第三人在侧 立刻便能认出来 这个瘦脸贵人 正是当朝太子李亨 两个人平揽远眺 似乎在一同见赏外面的 禅林意境 可口中的话 却和佛礼半点不沾 这么说 真是你逼走贺奸的 李亨的年纪与李弼相仿 脸上忧心忡忡 李弼略攻了一下身 态度却很强硬 正是 正如陈刚才所言 贺奸不走突厥难除 这件事臣没做错 李亨指了指头顶探道 贺奸就是这亭子 有他这党 我等才能从容对弈 你把他拆了 地方倒是足够腾挪 若赶上风雨大作 如之奈何 长远 你这事办得梦浪 朋友蒙虎正待世人 又哪里顾得上风雨 李弼一句就顶了回去 这个态度 让李亨略显尴尬 他几次想沉下脸来训斥一下 可画到嘴边 看了一眼李弼 又生生忍下来 他和李弼之间 早超越了君臣相得 李弼很小 就入东宫陪读 两人这么多年相处下来 交易深厚 无话不说 可惜李弼才干虽高 却一心向道 对仕途兴趣不大 这次组建靖安司 李亨游睡了好半天 才劝动李弼下山帮他 李弼对李亨讲话 从来不假辞色 李亨知道他的脾气 只好摆摆手 用商量的语气道 哎 让我怎么说你好 去把贺奸请回来吧 不去 没那个时间 李弼沉着脸 现在距离灯会 还有三个时辰不到 突厥人的事尚无眉目 若不是顾虑殿下多心 我本来连净土院都不该来 李亨 作了一声 拍拍他的背 我不会多心 只是 怎么说呢 贺奸是定盘兴 有没有他 靖安司在朝中 在父皇心目中的地位 会大不一样 贺之章在天子心目中 极有地位 当初李亨请他来做靖安令 就是希望他能震慑群晓 让李弼安心做事 没料到这两人居然不合 更没料到 一向谦和清静的李弼 居然逼走了贺之章 他这一走 局面可就不好说了 靖安司是李亨手里最重要的一张牌 万一被政敌抓住把柄 事情可就严重了 他一无后宫庇护 二无外阵呼应 三不甘结交近尘 连这靖安司初见 真正能称为心腹的都只有李弼一个 你知道大唐的太子可从来不是那么容易当的 李亨苦涩地抱怨 殿下畏惧朝中议论 难道就不畏惧陛下吗 李弼轻轻说了一句 李亨的脸色刷得变了 这 这是什么话 李弼上前一步压低了声音 以陛下财疑心之重 竟能将长安城房交给殿下安置 这是什么道理 李亨登时沉默不语 天子对诸皇子的猜忌是所供之 前有太子被废 后有三树之祸 李亨做了太子以后 连东宫都不进 这次天子破天荒的 默许太子祖建靖安司 全秉凌驾诸鼠之上 把整个长安交托出去 显然是存了试探之心 这既是试探太子的用心 也是试探太子的能力 这一首李弼看得透彻 贺之章也看得透彻 不过两人的思路却大不相同 贺之章是宁可事情不做好 用心要摆正 李弼则恰好相反 尽量办好事 宁可得罪人 距离政敌发难 也许是三天 但距离突厥人动手 只有三个时辰 所以殿下 你不要搞错重点 若长安无恙 陛下龙岩大跃 殿下的地位 稳如泰山 若是长安保不住 他语气放缓 把神情一收 就没有什么然后了 李亨被这语气吓到了 可还是有些不甘心 贺奸也要捉贼 你也要捉贼 你们难道就不能 合中共济 不能 没那个时间 静安司 必须另出一家 李弼把扶尘一甩 清冷的语气里 多了一分埋怨 陈林俗事 破道心 急急于这些繁聚的术物 难道殿下以为 我是在争权夺利吗 瞎说 我可没这么想过 李亨连忙辩解 李弼没做声 他仰起头来 视线越过亭子的眼角 看向天空 忽然叹了一口气 李亨一阵苦笑 走过去拉住他的胳膊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我不是怀疑 只是这变化有点乱 不得不小心从事 算了算了 贺奸既然已经并退 这事就暂且如此吧 他还想再叮嘱几句 李弼却一拱手 时辰已到 臣必须得返回静安司了 李亨兴兴道 那么还需要我做什么 在这三个时辰内 殿下需要坚定地 站在我这边 支持我做的每一个决策 没有质疑和讨论的时间 必须完全按照臣的规矩来 长远的规矩 是什么 李亨忽然很好奇 不讲任何规矩 天宝三载 元月十四日 魏初 长安 东区第四节 修正坊 修正坊 地处成郭东南角 离皇城 东西二世 以及严寿 平康二房 等繁华之所很远 但这里 毗邻曲江池 与芙蓉院 游宴赏景 十分便当 京城里的达官贵人 虽然多不居此 但都设法 在这里 置办几套别院偏宅 龙波和突厥人 在这里落脚 确实是个好选择 这个时节 这一带宅邸 住的人不多 不少宅邸 都是空的 最适合藏身其中 时间紧迫 张晓敬和姚汝能 快马加鞭 从平康坊 一路向修正坊 吉池 比起北边拥挤 密集的坊内建筑 修正坊内的宅邸 布局要稀疏不少 一条街上 不过七八户 但每一户的占地 要广大得多 府门宽大 两侧的围墙 足有三十余步长 墙头覆盖着 溢水的碧林瓦 墙后遍布松竹 腾螺等绿植 疏浪相溢 若是站远点 还可看到院中 拔起几栋高台停格 尽显气派 根据童儿的供述 龙波每次带他外出 都是到修正坊 西南宇的 横向边第三间 跟左邻右舍相比 这处宅邸略显寒 院墙的外皮剥落 瓦片残缺不全 像是一排残缺不堪的 糟牙 府门的寿环秀石 上方未悬任何门匾 表明此宅暂时无主 静安寺已经调跃过房契 这处宅子的房主 是个姓晋的扬州富商 但已数年不曾露面 不知是死了还是忘了 这里一直荒废无人 连个洒扫的仓头 都没雇过 突厥人选这里 作为万泉宅 真是合适得很 张小静一直认为 突厥人一定在长安城 有不止一处万泉宅 否则没法开展大的行动 反推回去 只要找到万泉宅 说不定就能顺藤摸瓜 找到突厥人 从外面望过去 这座空宅并无任何意义 不过张小静知道 修正坊这里的建筑 最寒酸的也有五六近深 里面什么情况 需得潜入才能窒息 他先检查了一下寸弩贤 扎紧裤脚和袖口 然后把配刀的刀鞘取掉 对姚汝能道 内中情况不明 我先进去看看 你守在门口 跟望楼保持联络 只一个人 姚汝能惊讶到 张小静淡淡道 我现在可不敢 把后背交给你 姚汝能嘴角一抽 垂下头 默默地后退了几步 经过平康坊的那一场争论 两个人的关系 有些微妙 姚汝能刚才已通过望楼 上报静安司 汇报了张小静的卑劣行为 结果 静安司的回复 却把他训斥了一顿 区区一个暗庄 根本没法和整个长安的安危相比 警告他 不得再干扰张都尉办事 也不要用望楼 来传递这些无关小事 姚汝能固执地认为 张小静一定有自己的小算盘 只是上级被蒙蔽了 不知道而已 现在他要求一个人进宅子 会不会是想要潜逃 可如果他有心逃跑 刚才打晕自己就走了 何必等到现在 他站在原地心乱如麻 不知道该是跟过去监视 还是服从命令原地接应 没等姚汝能做出决定 那边张小静把杖刀摇在嘴里 距围墙站开十几步 突然驻跑加速 一跃而起 攀住边缘 灵巧地翻过院墙 如果这里藏有突厥人的话 府门和几个脚门上肯定会做手脚 翻墙是最好的选择 他一落地 先蹲在灌木中观察了一下 然后谨慎地往里走去 这处宅院布局并无新奇之处 过了照壁 即是一处平沿中堂 与东西两个厢房 有回廊绕街 回廊曲折蜿蜒 恰好围成一处空庭 可惜 中间搁着的几个花架子 蒙尘已久 瓦盆荒气 枪脚土中还有树丛牡丹 正月不是花期 只有光秃秃的枝干伸展 恐怕也没人试弄 那条回廊绕到正堂后头 深入一片松林 树木掩印之间 似有一座二层木格 张小静在廊房下藏好身形 探出头去 观察了约莫半炷香 似乎庭院里并没有什么动静 心里略有失望 他本也只是揣测 这里或是突厥人的万泉宅 倘若揣测落空 手里便没什么可用的线索了 整个策略都要从头来过 他决定再往里走走看 便踏上回廊向前挪动 忽然张小静怂怂鼻子 闻到一股极细微的脂粉香气 可见刚刚有女人经过 而且时间绝不会长 童儿早被拘押肯定不是他 那么会是谁在这里 张小静又蹲下身子 用手指在回廊的木地板上蹭了蹭 指肚上沾了些青白色的粉尘 这不是灰尘 而是石屑 府内并无类似材质 应该是外人走进来鞋底带入的 毫无疑问 这里一定有人来过 既然不在前堂 难道是藏身在后头的二层木阁里 张小静正要起身 忽然感觉头顶生风 他反应极快 就地朝前一滚 既避过锋芒又调整了姿态 回轴就是一箭 只听扑的一声 传来弩箭射入肉体的声音 张小静左腿猛的一弹 反向扑了过去 那边一个人已经歪斜着倒地 他用如前右手 死死捏住对方下颌 不让他发出声音 左手迅速丢开寸弩 拔出杖刀 狠狠地捅进小腹 反复捅了三次 每次都不忘将刀把扭转一下 对方软软地瘫倒在地 气绝身亡 张小静这才有空观察此人相貌 也是个突厥人 身上穿的却是降座尖的号坎 这条回廊一侧 开有直灵月窗 挡住了一半视线 刚才这个突厥人 估计在窗后的树丛里接手 所以张小静没有看到 刚才真是显到豪颠 倘若张小静反应慢绳一豪 就要被这突厥人一刀劈开头颅 若是突厥人不贪功偷袭 而是先发声向同伴示警 接下来张小静 只怕也会陷入围杀之局 只派了一个人在前堂游动巡逻 而不是安排一明一暗两个少尉 看来对方的人手也不会太多 张小静几乎可以确定 敌人就在后面那个二层楼阁里 总算逮住你们的狼尾巴了 张小静兴奋的想 他现在可以退走 让姚汝能通知静安司 催气的吕奔军 在两刻之内就会抵达 可张小静对那股香味有些在意 他决定再往前探一探 中堂之后的二层楼阁名曰住心 从外面看 应该是个赏楼的结构 底层是个大开间 用余宴请 中有竹阶引直二层 分了数个房间 当是休憩或私谈之处 楼顶还有高亭 可以举目远眺曲江 张小静观察了一阵子 窗边看不到人影 这些家伙很谨慎 他决定暂时退开 这楼阁内部结构复杂 空间狭窄 贸然进去太危险了 可正当他要悄悄离开时 在二层的某个房间里 忽然传来一声女子尖叫 张小静一听着熟悉的声音 两条残眉拧成一团 他略作犹豫 当即端平寸弩 沿一层窗下朝正门抹去 走到正门口之后 他背靠墙边 侧身对着门口 将一块庭院里捡的花石 朝反方向丢去 不出所料 阁楼正厅里的人 听到声音 开门来查看 张小静在门旁猛一推门 重重地撞在他的后脑勺 然后胳膊狠狠勒了上去 那家伙的脖子 猝然背夹 拼命挣扎 右腿一下子 踢翻了旁边的一个花盆架子 一个细纹瓦盆落在地上 哗啦一声 碎成无数碎片 响彻整个庭院 张小静反手一扭 扭断对方脖子 可是他想悄悄潜入的图谋 也就此破产 二层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尘土飞速从天花板上洒落 还伴随着突厥雨的大声呼喊 事情既已经至此 张小静也顾不得懊悔 他抓起寸弩 踏上竹阶往上冲 第一个冲下来的人 被他一箭撂倒滚落下来 张小静抓住这个机会 一口气冲到二楼 钻入正对楼梯的 一扇齐楚秀屏风后头 对方的突厥人也有手弩 羞羞羞的乱射了一通 把屏风扎成了筛子 张小静故意没有还击 趁一个人提刀向前之时 迅速一箭 正中膝盖 其他人把惨糊的同伴拖回去 一时不敢靠近 于是双方各自寻找掩体 分距走廊两头对射 小静里一时间弩箭横飞 如暴风吹入 入城近邪箭弩 所以这些突厥人的弩 都是私装的 无论是射速还是准头 都不及军中制使威力强大 张小静以一弩之力 居然能压制的对方 三个人三张弩抬不起头来 张小静的问题是 携带的弩箭快要用光了 他猜测对方至少还有四个人 都归缩在二楼房间里 不肯出来 暗暗有些焦虑 静安司办事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张小静把最后一支弩箭 放入弩槽 大声用突厥语喊道 走廊里的射击暂时停止 随即传来一阵 拖动什么的歌之声 一个声音喊道 对面的人放下武器 否则王中四的女儿就得死 王中四 张小静一听这名字 动作一僵 他可是这次大唐对突厥用兵的核心人物 突厥人居然把他的女儿绑来了 他从拐角探出半个头去 看到一个身材魁梧的突厥狼卫 站在走廊正中 把一个五花大绑的女子扯在身前 一手捏住他的脖颈 另外有一把尖刀横在咽喉处 可惜方向逆光 看不清两人的面貌 我数三下 如果你再不丢开 他就要见血了 马盖同时用力把刀刃压向女子细嫩的脖颈 女子云变散乱 嘴里被布条塞住 只能发出呜呜的哀鸣 一听到这声音 张小静独眼里闪过一丝惊疑 这不是王中寺女儿的声音 更像是文冉那姑娘 可她不是应该接到自己的通知 离开京城了吗 怎么会掺和到突厥人的事情里来 又怎么和王中寺的女儿弄混 马盖第三次发出威胁 这次就要动真的了 张小静作了一下牙花子 指着把弩机丢在地上 踢向马盖 若真是王中寺的女儿 她并不关心其生死 但对面挟持的是文冉 就无法置之不理了 这些突厥人还真是歪打正着 还有你的刀 马盖紧紧固住文冉的脖子 张小静只得把杖刀也丢开 高举着双手站出来 两个突厥人扑过来 把她按倒在地 张小静双手被制 再无反抗之力 只能挣扎地抬起头 想看清那女子的面貌 可是马盖已经把她推回房间 张小静还要挣扎 一个大手扯起她的头发 狠狠地朝地板上撞去 猛烈的撞击 让张小静眼冒金星 鼻孔磕出两道鲜血来 然后是第二次 第三次 很快 华贵的摆木地板上 出现了一片触目惊心的血污 李璧此时已经返回静安司 他召集了徐斌等人 在沙盘前低声商议着事情 在更外围 疏力 溥义 同船 兵族 长随 各自忙碌着 整个静安司的大殿里 熙熙攘攘 一片繁忙景象 此时 一名小丽 手持流利沙漏瓶在旁边 疑似瓶中细沙流尽 他便翻覆瓶口 大声计数 一漏 二漏 三漏 每年四漏 旁边一个老者 就会放下几枚赤色纸简在坊间 整个沙盘上 已经有了三十余枚赤简 覆盖在北城十几处纺饰上面 他们彼此连坠成群 放眼望去 红通通的一片 过不多时 徐斌抬起手 示意停止计时 对礼壁拱手道 四十漏 三十七法 这个数字 让周围所有人的脸色都凝重起来 这是一次基于沙盘的推演 目的是推演 突厥人到底想要干什么 张晓静在外尽力追查 但礼壁不喜欢被动等待 他决定更主动一点 突厥人说长安会成为雀乐或多 可雀乐或多到底是什么 尚不清楚 于是礼壁召集了一批熟知城矿的立员 给了他们一个命题 怎样才能最快的给成安城造成最大的伤害 立员们很快拿出了结论 纵火 其他手段要么太复杂 要么效果太局限 纵火策划简易 成本低廉 而且只要选对时机地点 几个人就能搞出一场大乱子 对于在长安城没有根基的狼位来说 这几乎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可礼壁对这个回答仍不满意 他想要知道更多细节 究竟火起何处为宜 扩散之何方 快慢几何 所以他调来了几个深安火性的武侯铺老力 用这个大沙盘搞了一次火情推演 推演之时 以沙漏一次翻覆表记一刻 一束赤简表记为方圆三百步火势 徐斌所汇报的四十漏三十七房 意味一旦火起 在四个时辰之内 火势可以蔓延至三十七个礼法 且都是北城繁华之地 长安精华之所在 这还只是模拟一处火起 若是有人存心 同时在几处发动 恐怕结果还要凄惨数倍 看着沙盘上密密麻麻的赤简 围观者脑海里 都浮现出了一番烈火地狱的骇人之景 这难道就是 缺乐或多的真面目 李璧皱起眉头 蔓延这么快 可有把珠坊 避火的手段考虑进去了 须宾道 若是平日 珠坊有围墙相隔 城中又有水渠分割交错 不至大海 可您别忘了 今天可是上元节 各坊和街上都要悬灯 燃烛只怕有千万只树 灯架又皆是竹枝木料 动辄接连树坊 今年开春风高雾躁 万一起火 那就是火烧连营之事 众人恍然大悟 难怪突厥人执着于仿图 仿图在手 便能轻易推断出 哪几处远离水渠 哪几处地势较高 可借风势 哪几处毗邻要冲 可让火势最快速度 向四周蔓延 崔气在一旁大声道 咱们有望楼啊 只要看见火头一起 立刻派员前往扑救 不就得了吗 徐斌面带苦笑 崔吕帅 您想简单了 今晚百万军民都出来关灯 道路水泄不通 怎么调动武侯 再者说 大伙一起 百姓必惊 这么多人践踏奔走 您是救人 还是救火 崔气不言语了 他可是知道 乱军有多可怕 两人同时把目光 投向司城 李璧却捏着下巴 沉吟不语 最好的应对之法 自然是取消灯会 恢复夜尽 但这绝不可能 次之的办法 是挨个彻查珠坊 这也不可能 李璧无奈地摇摇头 静安司内外重重撤走 不能如意 可真是带着枷锁跳弧悬舞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请老力们 在沙盘上标记出 最适合纵火的地点 提前埋伏人手过去 可这无意欲偿赌博 只要有一处猜错 就会全盘崩溃 李璧不喜欢这种 听天由命的做法 可如果不这么做 还能怎么做 难道只能指望张小静 这时旁边一个 白须老力插口道 与其查访 不如查雾 李璧眼神一亮 示意他说下去 老力恭敬回答 属下曾勿于农士 常燎原烧田 若要掀起喧天的火事 一是火头要大 二是走火要猛 前者靠麻油 后者靠柴心 狼卫若想纵火烧成 此二物必不可少 且数量一定得多 你的意思是 狼卫在长安 必然会基础 一大批油柴 死成英明 一属下余见 只要盯紧这两类物料的 大宗基础 必有所得 这个意见 别出基注 众人听了都暗暗点头 李璧赞道 寻月身见有言 防为上 就此之 此法釜底抽薪 可谓深得其妙 看到同僚得到了上风首肯 其他人胆子也大了起来 一人道 柴心之类 皆来自于京府山民 灵星散碎 难以促查 不如专注于油物 此物熬炸不易 非大户大访 难以经营 所以来源 均操持在几家巨商手里 查起来更快 另外一个小例又建议道 京城用油 多仰赖外地转运 只需调出城门卫的 入货报官记录 看看近日 有无胡商携带大宗 朱镖杨镖 大豆胡麻等油料 或乘油入城 便能按图所记 找到处地 荒唐 你以为中原人 便不会被收买 要查 就全给我查 李毕沉下脸纠正了一句 他一直给手下灌输的 一个观点是 不要有胡汉偏见 两者都很危险 书立们迅速把这些建议 抄写成十几份正式公函 李毕亲自加盖了 靖安司的大印 马上送去各处雅蜀 让他们遵令速办 一个时辰之内 我要清查长安所有存油 与油料的场所名单 通传接令 急急忙忙跑了出去 书立们纷纷回到自己座位 又忙碌起来 李毕回到自己的位置 闭了一会儿眼睛 谭琪走到他身后 鲜鲜玉指 按在了太阳穴上 开始轻轻地揉起来 没过多久 谭琪听到了一阵轻微的憨声 他居然睡着了 谭琪想了一下 公子已经有二十四个时辰 不曾合眼了 张小静从眩晕中恢复清醒 发现自己被捆在一根糖柱上 双手高高覆起 鼻子仍旧在隐隐作痛 鲜血糊了一片 马格尔走到他面前 手里晃了晃那块 静安侧房的腰牌 裤裆里还支着一顶帐篷 马格尔现在的心情很糟糕 蒜头鼻子上的阶子 越发肿大起来 甚至有皮油渗出来 他遵循诱沙贵人的指示 把这两个姑娘 截到这一处万全屋里 诱沙大人只说 让他们活命 可没叮嘱过别的 所以马格尔决定 好好享受一下 自从他从草原来到长安之后 一直低调隐忍 内心的欲望早就快爆炸了 他可不是曹破岩那种冷汉子 他渴望鲜血 渴望杀戮 渴望女人的惨叫 马格尔都计划好了 两个女人都要干 然后留下王中寺的女儿 另外一个 用最残忍的手段折磨死 好好发泄一下 然后以最饱满的状态 迎接雀乐祸多的到来 一想到那草原煞星 王中寺的女儿 在自己身下身淫 马格尔的羊具就高高之起 不能自已 没想到他裤子刚脱下来 就来了一个入侵者 这让马格尔非常不爽 更让他不爽的是 这个入侵者居然有一块腰牌 马格尔虽然不认识字 但从腰牌沉甸甸的质感上 也知道不是凡物 马格尔很想二话不说 就把他给宰了 然后继续去玩女人 可他毕竟出身狼卫 不得不考虑另外一个可能 这家伙的装备太精良了 无论腰牌 软甲还是手弩 都是高级货色 很可能属于经兆府 或金武卫 甚至可能来自于军中 他既然能找上门来 别人也行 这间万泉屋已经变得极其不安全 这件事必须得问清楚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 马格尔用声色的谈话问 张小静没说话 冷冷的用毒眼瞪着马格尔 马格尔觉得很不舒服 这眼神像极了草原上的孤狼 孤狼无论深入陷阱 还是濒临死亡 永远都是用这种阴冷的眼神 看着人类 马格尔冷哼一声 拿起张小静的杖刀 轻轻用刀尖 从他的咽喉处挑下一丝肉来 脖子灯湿血如泉涌 快说 否则你会有更多苦头吃 张小静嘴唇如动 马格尔以为他要招供 不料却是一句反问 你们抓的女人在哪 马格尔眉头一跳 一拳重重砸在他的小腹 让他忍不住大口呕吐起来 现在是我在问话 但张小静已经知道了答案 刚才马格尔下意识地 瞥了一眼隔壁 说明文然就在那里 那股匠神云香的味道 他很熟悉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 马格尔又问了一遍 见他仍旧没反应 就把刀刃贴向张小静的夜窝 铁气冰凉的触感 让他的肌肤一哆嗦 马格尔咧开嘴 故意缓缓推刃 像给梨子削皮一样 平平地在腋下 削掉了一片带血的圆皮肉来 随着刀刃把皮肉一掀 张小静发出一声压抑不住的惨叫声 在突厥 这叫做铸肉钱 因为炫下来的肉 如同铜钱一般大小 炫在人体的这个部位 不会致命 但却急疼 只需铸上几枚肉钱 囚犯什么都会招 可张小静虽然面色惨变 却仍是闭口不言 讨厌的眼神始终直勾勾地盯着他 马格尔意识到 这家伙是在拖时间 大队人马很可能已经在路上了 不行 必须得马上走 马格尔走到隔壁 手下已经把那两个女人都揪了起来 马格尔扫视了一圈 伸出指头 指向文然 把他戴上 您怎么分辨出来 哪个是王中寺的女儿 手下有点惊讶 马格尔在文然细嫩的脖颈上摸了一把 把手伸到鼻子前吸了口气 一脸猥琐地说道 刚才抓他的时候 闻到的 大官的女儿比较香 那个也香 但不如这个味足 手下都笑了起来 知道这位对女人有着异常的癖好 所以对某些细节特别敏感 草原上香料是稀罕物 只有贵人女眷才用得起 那另外一个呢 扔到隔壁 跟那个密探一块杀了 马上走 马格尔的手在咽喉处比划了一下 门 砰的一声 再度被推开 张小静定睛一看 一个女人 被突厥狼胃 推推嗓嗓地赶出来 她不是文然 只是身材颇为相似 穿的胡袍也都一样 但她塞边的脚银脆垫 和盘骑上的男木簪 都表明了出身不凡 寻常女子 哪用得起如此贵重的饰品 这应该就是真正的 王中寺女儿了吧 张小静 很快便推断出了真相 他们两个 应该是在同一个地点 被突厥人绑架 这些粗鄙的突厥人 不识士气 张冠李戴 误把两人身份弄混了 突厥狼胃拔出尖刀 先冲王运秀儿去 他的嘴被塞住了 发不出声音 指得拼命扭动身躯 居然躲过了 刺向喉咙的一刀 让尖刀割到了肩膀 血滑四溅 那突厥人失了手 觉得面上无光 伸手 啪地打了王运秀一个耳光 让他安静下来 还没等他再动手 忽然窗外 传来一阵扑落落的 翅膀拍动声 紧接着树枝云雀 从院里飞起 马盖眼神一领 示意先不要动 快步走到窗前 向前院俯瞰 树从摇动 脚步凌乱 似乎有很多人 朝这里靠近 马盖立刻回头 大声呼唤手下 都进屋 他本来有七个手下 三个被张小静杀死 一个腿部中了一剑 能动弹的 只剩下三个人了 马盖顾不得感慨 急速用突厥语交代了几句 三个人各自领命出去 马盖扫视了张小静 和王运秀一眼 不再管他们 也转身离开了 隔壁屋子 很快就传来 文然惊慌的呼喊 看来 他们只打算 带走这位王姑娘 短短几十个弹纸之后 铸心阁一层的大门 砰的一声 被重重撞开 一下子涌进来 十几个人 他们冲进正厅 骤然停住脚步 只见一名大腿受伤的狼卫 斜靠在一尊 大同耳炉前 双手举着两把手弩 对准门口 地上还搁着两把弩 狼卫同样也很诧异 他本以为 闯入者是张小静的同伙 起码也应该是禁卫君汉 可眼看这些人 各个斜坯花布 肩露纹身 炎然是浪荡精中的 浮浪少年呢 两边对峙了树膝 一个浮浪少年 沉不住气 大嚎一声 举起手里大棒 冲了上去 狼卫二话不说 抬手就射 正中少年额头 其他同伴大惊 急忙向后退去 又是三剑射来 先后命中三人 他没剑了 不知谁喊了一句 浮浪少年们又冲了回去 这次 狼卫没办法了 只能躺倒在地 任凭他们拳打脚踢 这些少年 显然没有吕奔君那么有章法 一见狼卫被打倒 立刻一窝蜂 全都钻进正厅里 足足有二十多人 为首一个领头的 在底层转了一圈 一只楼梯 示意几个人上二楼 很快上面传来消息说 找到了 他连忙举步登上竹街 跑过走廊 看到二楼一处房间里 绑着两个人 男的捆在柱子上 女的瘫倒在地 大约十七八岁的样子 小头领一喜 整个建筑里就这么一个女人 这回应该错不了 熊火帮今天绑架了一个女子 结果中途跑掉了 据追赶的小混混讲 那女人被群来历不明的胡人 带入了这座宅邸 熊火帮把整个万年县 视为禁篮 自己在自己家地面上 被人打劫了 怎么能忍这口气呢 于是这个小头目 纠集了一批无赖少年 打算把人劫回来 小头领叫了四个人 把那女子带走 别耽误 至于那男的不认识 没必要管 他目送着押送队伍离开 心情忽然变得很好 这将是他在熊火帮 一次里程碑式的立功啊 小头领信不踏上二楼高厅 远眺片刻 只见远处曲江 锦绣丽丽丽在目 景致宜人 不由得心生感慨 有钱人 就是他娘的会享受 赏了一会儿景 他背着手 学着明示风度 慢慢躲着下了楼 走着走着 小头领忽然觉得脚下有些异样 一低头 发现一道浓浓的黄褐色小河 顺着楼梯躺到一楼地板 味道略刺鼻 他蹲下身子 用手指一抹 判断出 这应该是碧麻油 不禁大为疑惑 这宅子不是没人住吗 怎么会有这东西 小头领抬起头 看到在阁楼的梁架四角 挂着好几个陶罐子 罐口倾斜 正源源不断地往楼下躺油 七八道逐流 汇在一楼地板 形成很大一滩 他猛人间 瞳孔一缩 急忙朝楼梯下跑 边喊边跑道 快 快杀了他 话未说完 脚下一划 整个人踩着壁麻油跌下楼去 扶浪子弟们没听见警告 反而指着他的狼狈 哈哈大笑起来 就在这时 惨遭为殴的受伤狼位 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火折子 奋力一吹 然后丢到油上 油火相逢 呼啦一下子就着了起来 火苗子顺着油线 迅速蔓延至整个一层的地板 如金蛇狂舞 这个阁楼是竹木结构 墙壁廊柱和楼梯 转瞬间都被引燃 大大小小的火蘑菇 从木缝之间冒头 昔日清涯散溢之地 煞时就成了佛经里的火宅 浮浪少年们傻了眼 纷纷想要往外逃 奈何人多门窄 一下子把门口堵了个水泄不通 来势汹汹的油火席卷而来 把未及逃出的人一一吞噬 只留下绝望狂舞的身影 在二楼的张小静 感觉到脚下有腾腾热气升起 又听到了鬼哭狼嚎 就知道入侵者 肯定中了狼位的招 狼位既然选了这里作为落脚点 自然会有所准备 这间竹楼里 选满了碧麻油罐子 一旦有不可抗拒的外敌入侵 他们就会轻翻油罐 司机点燃 然后迅速逃走 龙波之前时常过来 就是在做这种准备 张小静知道 如果再这么待下去 自己也会被活活烧死 他之前一直在悄悄活动手腕 绳索已经松了不少 只削再磨几下就可以挣脱了 可就在这时 地板的边缘 发出一声尖利的摩擦声 整个阁楼微微抖了一下 随即 整个屋子的每一处连接 都开始支牙支牙地响起来 张小静暗叫不好 这些狼味果然心狠手辣 不光布置了碧麻油 而且还把底楼和二楼之间的几处损接处 和支撑梁须接 只要大火一起 很快就能让整个阁楼坍塌下去 楼里的人就算没被烧死 也会被砸死 他的左手断了一指 没法解开手腕的绳索 只得拼命攻起身子 利用臀部的力量狠狠砸向地板 这种竹木制的阁楼 用的是桥搭法 二层地板都是用竹板 嵌合在木架之上 本身不算坚固 张小静化身为一个大锤 一锤一锤敲击着他脆弱的支撑 一定得抢在阁楼整体倒塌之前 把地板弄倒 才有一线逃出去的生机 在张小静臀部的连续垂击 和下面火焰的夹击下 地板很快发出一声哀鸣 先是一头猛然下沉 然后轰隆一下 主体部分斜斜砸到楼下去 在大火里 辟出了一条倾斜的滑台 可惜捆着张小静的那根柱子 没有折断 死死卡在中间 把他的身子架在半空 张小静睁了几下 发现不行 急忙调整了一下姿势 让手腕上的绳子 对准窜上来的火苗 这条绳索是用岭南舌腾编成的 用油浸泡过 韧劲十足 但不耐火 火苗一了 立刻就烧起来了 张小静 强忍着烧着手腕的痛楚 让绳子烧透 然后用力争了一下 两下 到第三下 终于把他扯断 可他没时间庆幸 立刻踩着尚未燃烧的倾斜地板 向前跑去 双肘护住脸部 穿过树道火墙 冲到一处熊熊燃烧的窗口前 奋力向外一跳 燃烧的窗格十分脆弱 被张小静硬生生撞碎而出 他刚一落地 先打了几个滚 就把身上的火给压灭 在这下一瞬间 阁楼的主体结构轰然倒塌 火点四溅 小阁彻底变成一个熊熊燃烧的柴堆 张小静趴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他的眉毛头发焦掉了不少 两个手腕都被烧伤 腰上还有一道触目惊心的肠伤 那是跃出窗子时 被边框的竹刺滑的 没过多久 外面传来纷乱的脚步声 张小静以为还有敌人 他勉强抬起脖子看了一眼 肩膀不由一松 冲入后院的 是大批身着鹤甲的吕奔军士兵 居然是静安司的人马赶到了 吕奔军一看火势如此猛烈 不待长官下令 自发地分散开来 开始在助心阁周围 清出一条阁火带 避免蔓延 一个壮硕的身影 走到张小静的身前 把他搀扶起来 口称恕罪来迟 不过没有多少热情在里头 张小静定睛一看 是崔气 他顾不得关心自己的状况 急切地抓住崔气的胳膊 你们进府时看到别的人没有 崔气对这位张先生并不怎么信服 只是抬了抬下巴 就看见那几个熊火帮的贤汉 熊火帮 张小静一听这名字 独眼里闪过一道意味深长的光芒 崔气闪开身子 张小静看到在院廊里 好几个侥幸逃生的浮浪少年 正垂头丧气地蹲在地上 被几把钢刀监视着 他们大概是刚逃出去 正撞见吕奔军 张小静随即喝道 快 快敲九关谷 狼卫刚离开不久 就在这附近 崔气一听狼卫二字 眼中凶光大战 立刻对身边的副手 发出了一连串急促的命令 静安司 有一套层次分明的市警体系 网楼上九关谷一响 不仅本坊的坊门要关闭 周围八坊 同样都要关门封闭 同时在这九坊之间的十六个街口 都要设置巨马与横竿 从熊火帮闯入宅底 再到吕奔军赶到 前后只有短短一炷香的时间 狼卫撤离时 还拖着一个文染 行进速度不会很快 九关谷一响 一个大网会牢牢封锁住九坊之地 让他们无从遁形 如果有必要 其他坊也会敲响九关谷 一圈一圈封锁开来 崔气在这方面很有经验 下令修正坊 敲响九关谷 同时派遣了四队旅奔骑兵 向四个方向搜索前进 布置完这些安排后 崔气才蹲下来 吩咐左右拿些商药和布条来 给张小静包扎 你怎么会来这里 张小静问崔气 姚汝能从崔气旁闪出 手里捧着商药一脸愧疚 我见您久入未出 就跑去望楼 通知崔将军前来救援 很抱歉 我没敢进去救您 他的愧疚是真心实意的 不久之前 他还义正词严的质疑张小静的动机 甚至还要动手杀人 结果现在张小静孤身犯险 差点丧命 自己反而果足不前 见死不救 在姚汝能心目中 自己简直是个懦弱的伪君子 你一个人进来于事无补 及时呼唤援军才对 你的判断很正确 不必妄自菲薄 张小静淡淡的评价道 同时抬起手腕 让他给自己服药 崔气皱着眉头问道 张先生 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 他的疑问如山一样多 府邸里明明潜藏着突厥狼位 怎么会有一群混混杀进来 两边为什么会火病 住心阁又怎么会烧起来的 张小静简单讲述了一下 自己的遭遇 先是潜入阁楼 然后被突厥人 用王中寺的女儿胁迫 身陷敌手 然后熊火帮 就莫名其妙地打进来了 崔气打断了他的讲述 脸都绿了 你是说 王杰渡的女儿 在突厥人手里 他说话的声音都在发颤 张小静刚要回答 心中却忽然闪过一丝想法 突厥人绑走的其实是文燃 但他若如实说出 接下来会怎样 静安司追杀突厥人时 绝不会关心文燃的生死 但他关心这个姑娘 非常关心 如果整个长安城 只有一个人可以得救的话 张小静一定会选文燃 他在瞬间有了决断 张小静缓缓抬起手 语气没有一丝波动 没错 我亲眼看到他 被突厥狼卫带走的 催气绝望地站在原地 顿觉天旋地转 他原来只是个笼山的军汉 靠着些许战功 和阿兄崔六郎的努力 终于得以进驻长安 荣华富贵还没搏到手 便遭受到了一个又一个沉重打击 先是阿兄被杀 然后自己又放跑了突厥的重要人物 现在居然又牵扯到 朝中重臣家眷被绑架 崔弃太了解朝廷的行事风格了 这么大的乱子 朝廷一定得推出一个责任人 接受处罚才行 李毕后台太硬 张小静本来就是死囚 那么负责行动的自己 简直就是一个绝好的黑锅料子呀 他要在意的 已经不是如何建功立业 也不是为哥哥报仇了 而是如何保住自己的一条性命 张小静推了他一下 崔吕帅 他们都等着你下令呢 崔弃如梦初醒 豁然起身 气急败坏地冲手下吼道 你们一个个傻站着干嘛 别救火了 赶紧去抓人 张小静又到 通知望楼 让静安司派人去王节度家里 确认情况 对对对 快去王节度家确认 崔弃已经失去了方寸 对张小静是言听计从 还有 问问这些人 到底什么来了 张小静把目光 投向那些浮浪子弟 其实这些人到底是谁 他心里已经有数 万年线 就这么几个帮派 变人起来太容易 不过有些事 还是让别人去问会更好 正好 崔弃兄中 一股恶气无法发泄 他气势汹汹地 走到被扶的几个 扶浪少年跟前 用佩刀刀鞘 兜头抽去 一个少年 捂着头倒在地上 崔弃油嫌不够 狠狠地抽了几下 只砸得血肉模糊才罢手 其他几个少年 吓得尿了裤子 不用问 立刻竹筒到豆子 全说了 原来 他们连熊火帮都不算 只是外围成员 跟着一个小头目来的 那小头目听说 有一个老大 看中的女人跑掉了 就藏在这里的荒宅里 过来抓人 崔弃追问 那女人是谁 一个少年说 姓文 是敦一访 文记乡铺老板的女儿 崔弃怒道 谁问这个 我问的是另外一个 是不是王杰杜的千金 那几个少年 懵懵懂懂 哪里打得出来 崔弃挥动刀鞘 死命地抽打 把那几个人几乎打死 也没问出个名堂 一直到 有士兵跑过来汇报 封锁道路事宜 崔弃这才丢下这些人 心急火燎地赶去布置 张小静半靠在走廊 让姚汝能给他处置伤口 他受伤不清 夜窝被狼胃炫掉了 一大片皮肉 手腕和背部又被烧伤 姚汝能小心地 先用井水洗涤伤口 再用金疮药粉止住流血 最后拿领布 一圈圈地包裹 这家伙的手指修长 手法娴熟细腻 比起秀女来说 都不慌多让 张小静的身体 遭受了如此酷刑 却仍坚持到了援军抵达 可是够硬的 姚汝能一边包扎 一边暗暗心想 换了自己未必能挺住 张小静任由他摆弄 眼睛却一直盯着窄底外头 他的毒眼里 带着压抑很深的担忧 这个铁石心肠的卑劣汉子 居然也会担心别人 姚汝能按道 他又忽然注意到 张小静的左手 少了一根手指 上头裹着一块 被鲜血绊尽的麻布 姚汝能大齐 这是突厥狼卫干的 不对 在那之前就有了 姚汝能要重新回想了一下 确定自己被打晕之前 张小静的手还是完整的 换句话说 这个断指之伤 发生在张小静杀死暗庄的时候 一想到他出卖暗庄 姚汝能的怒气 又疼得上来了 他不无恶意地想 是不是 这指头是阁老给窃下来的 这是印记 张小静忽然开口 嗓音有些沙哑 什么 张小静的独眼 仍旧望着外面 不像是给姚汝能解释 更像是说给冥冥中的什么人听 小义 是我在万年线 任上培养的最后一个暗庄 她出身寒微 可是那人很聪明 我还记得 她去当暗庄的前一天 县里发了一笔赏钱 她老娘把钱藏好了 不许她乱花 说以后呢 给她娶媳妇用 可小义居然冒着 被她娘打的风险 偷偷地抠出来半吊钱 给我买了一份 上好的爱荣火莲 她跟我说 张头随身的火莲太旧了 打不出火 换个新的 她还说 只要张头仍能打亮火光 她就一定不会迷路 你今天亲手杀了她 姚汝能冷冷地回道 我来问你 倘若你现在身在一条木船之上 满是旅人 正值风浪滔天 须杀一无辜之人 以计和神 否则一船皆沉 你杀吗 张小精突然问道 姚汝能一愣 不由得眉头紧皱 陷入矛盾 这问题真是刁钻至极啊 杀无辜 自是不合人道 可坐视一船轻浮 只怕会死更多的人 她越想越头疼 一时沉默起来 杀一人就百人 你到底杀不杀 张小精追问了一句 姚汝能有点狼狈地反问道 你又该如何选择 她觉得这是一个狡猾的说辞 傻 张小精说得毫不犹豫 可玄机又换了个口气 这是一件应该做的事 但这是一件错事 应该做 所以我做了 即使重来一次 我还是会这么做 但错的终究是错的 说到这里 她把断指出台了台 所以我自断一指 这是亏欠小矣的印记 等到此间事了 我自会负起责任 还掉这份杀念 张小精闭上了毒眼 似在哀悼 她的面孔又多了几条褶皱 更显得沧桑与苦涩 鸟汝能沉默着 她发现自己 完全看不透这个桀骜的家伙 她一会儿像个冷酷的凶徒 一会儿又像个忍耐的勇者 一会儿又像是个言出必见的游侠 诸多矛盾的特色急于一身 姚汝能忽然意识到 自己从来没想过 张小精到底是因为什么罪名入狱的 张小精缓缓睁开眼睛 我记得你来长安三个月了 姚汝能不明白 她怎么忽然把话题转到这儿来了 只得点点头 张小精似笑非笑 你再待久点就知道了 在长安城里做补道之力 几乎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选择 什么是应该做的错事 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对事 是否坚守君子之道 你最好早点想清楚 否则 否则 在长安城 如果你不变成和她一样的怪物 就会被她吞噬 姚汝能手里的药膏打翻在地 黑褐色的液体在白灵 洒成一片污渍 有节奏的响动 传遍整个长安的东南角 正是来自修正坊的九关谷 按照大唐律例 鼓声一起 街铺武侯就得立刻封锁附近八坊的街道路口 不过今日是上元节 人人都满揣着玩乐的心思 执勤的武侯们也不免有些懈怠 他们听到鼓声 反应没那么快 过了好一阵 才纷纷叫起睡懒觉 或者玩双路的同僚 行动略显迟缓 好在崔弃从来没指望过这些蠢才 他特意派遣了十几名旅奔军士兵 手持令牌 分别直奔各处的街铺 督促他们尽快行动 未测万全 崔弃还撤出去五六队惊奇 在外围街道来回寻风 就算突厥人侥幸穿过封锁线 也会一头撞在这堵流动的大墙上 一时间 九坊之内一片喧腾 武侯们手忙脚乱的 排出巨马和荆棘墙 在路口设立林检哨卡 惊奇飞驰 无数道鹰损般的视线 反复扫视着道路两侧的每一个角落 行人们惊讶地停下脚步 不知附近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依旧可以通行 只是每过一个路口都要被盘查一番 一道大网慢吞吞地 笼罩在了修正坊附近一圈 可是马跟一行人 却像是就地飞仙了一样 全无踪影 各地纷纷回报 都是同样的内容 未见 崔弃对传令兵大声咆哮 怎么可能 他们是鸟吗 就算是鸟也躲不过望楼的眼力呀 马杆等人无论是骑行 扯程还是步行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都不可能逃顿超过两里 这是九关谷最大的警戒范围 那么他们的下落只有两个可能 一买通了哨恰士兵顺利托出 二 就近躲藏在修正坊附近的某一坊内 无论是哪种可能 都会演变成极其尴尬的局面 恰好在这时 他们得到了王府的消息 王杰渡的女儿 王运秀 得了辆新汐车 独自出去试驾 至今未归 与此同时 靖安司总部也转发过来 另外一个消息 靖擅访附近 发生一起车祸 一辆柴车和一辆汐车相撞 但现场 只找到了车夫 和十几具武侯的尸体 这一定是突厥狼卫干的 只有他们 才这么穷凶极恶 崔弃听到消息被证实 魏就好似被一只巨手 狠狠捏住 难受得要吐 王中寺是朝中重臣 今天这事若是出了差池 将是惊天大乱 崔弃彷徨无忌 只得走到正准备出发的 张晓静跟前一拱手 张都尉 突厥狼卫失去踪迹 而今之际 该如何是好 若有半点可能 崔弃不愿意向这个死求示弱 可眼下却别无选择 这家伙一个人单枪匹马 两个时辰不到 就揪出了突厥人的尾巴 这不是寻常人能做到的 崔弃意识到 只有张晓静大发神威 把突厥狼卫逮住 自己才能逃过这一重大劫 于是连张先生都变成了张都尉 张晓静对他的心思看得通透 也无意说破 一弹手指 先上望楼 两人蹬蹬蹬的爬上修正坊的望楼 举目四望 周围八坊的景致尽收眼底 坊外道路纵横 坊内灰瓦高洞一清二楚 如关沙盘 在每一个路口都喘及着 黑乎乎的一片人群 那是少恰在发挥作用 眼力好的话 甚至可以看清行人的衣着 在如此严厉的监视之下 突厥人不可能悄无声息的凭空消失 崔弃瞪大眼睛 忐忑不安地四处张望 看到任何人都觉得可疑 张晓静眯起独眼 缓缓扫尸 然后在一个方向停住了 他抬起手臂 指了东南 取江池 崔弃先没明白 可他顺着张晓静的手指望过去 一下子恍然大悟 在修正坊的东南角 是长安城最繁盛的景点 取江池 这个池子一半位于城内 占了两坊之地 另外一半在城外 与少林源头相接 取江池内水稻蜿蜒 楼宇林立 花卉周环 柳音四合 小径穿插园林之间 一年四季都是极好的去处 无论是对游人 还是对逃顿者 取江池 有专门的上池署管理 与珠坊街铺不互相同属 九关谷指挥不动他们 突厥狼卫们 很可能打了这么一个时间差 离开修正坊后 直接越过街边围栏 钻入取江池内 迷宫般的园林里 长安城本是纵横平直的布局 但在东南角这里 取江池生生向外拱出来一块 就像是稻米袋子鼓起一脚 为了保证这片横跨城内外的水面 不被隔断 外围并未环以城墙 只是挖了数条水渠环四 虽然马匹和车辆无法通行 若是三两个行人徒步 出城却不是什么难事 由此看来 当初突厥人选择修正坊落脚 可谓处心积虑 崔气道 你的意思是 他们很可能穿过取江出城 他心里长出一口气 这未必是件坏事 只要出了城 静安司不必束手束脚 就可以派遣惊奇 往复大索 长安城附近地势贫阔 无处躲藏 抓住那几个徒步的突厥人 就是个水魔活而已 张小静的眉宇 却并未因此舒展 他盯着烟波浩渺的取江水面 觉得事情并没那么简单 突厥人 既然要对长安城不利 为何要往城外跑 他们的目的到底是绑架还是坟城 张小静展开长安访图 蹲下来仔细观察 觉得这些行动之间 彼此矛盾疑点重重 但崔弃却已经迫不及待的 在望楼上打起旗羽 向远在光德坊的静安司汇报 要求增派人手 出城搜捕 李璧接到报告后 却没有急着调动吕奔军 他的眼神投向沙盘 陷入和张小静一样的疑惑 草原的狼崽子们 给他们出了一道大大的谜题 崔弃有点着急 他不太明白 这么明显的事 张都尉就算了 为何连李思成那边 都迟迟不下命令 要知道 这边每耽搁一个谈指 敌人便会远离长安城几分 整个包围网骤然静止下来 崔弃一会儿看着陈思的张小静 一会儿远眺附近望楼 手指烦躁地 在刀鞘凸起的铜箍边磨缩 心里盘算 如果再得不到命令 索性先把几个马队撤出去 可崔弃毕竟是个军人 这种先斩后奏的事 他并不习惯 崔弃还在犹豫不决 张小静忽然站起身来 抖了抖手中地图 目光灼灼 而望楼的通信旗 也恰在同时回动 李璧传来的命令 和张小静开口说出的话 完全一致 这是宜兵之计 贼自取江出 璧自最近城门返回 距离取江最近的城门 南有起下门 东有阎兴门 不过一里之遥 突厥狼位从东南角拖出 可以从这两个城门 大摇大摆的再次进城 这么一出一进 轻轻松松 就可以跳出九官警戒 逍遥自在 崔弃的额头 沁满了庆幸的汗水 幸亏没有出城 否则可真是南辕北辙了 他急忙用望楼 向二门发出警告 同时就地解除九边封锁 火速向二门靠近 可就在这之前 静安司耽误了太多时间 在修正坊部署 骤然转移一片混乱 执行十分缓慢 起下阎兴二门 是激东百姓 入城关灯的重要通道 此时正是高峰时期 等二门传回来消息 狡黠的突厥人 早已混在大群百姓之中 再一次进入长安城 不见踪迹 他们晚了一步 线索就这样断掉了 可时辰却毫不留情地 一刻一刻流逝 崔气匆匆写了一份密报 派人快马送去静安司 这事太大 不敢有半点瞒报 然后他看向张小敬 张都尉 咱们怎么办 连他自己都没发觉 称呼张小敬的语气 越发卑微起来 近乎祈求 等一下 张小敬半趴在地上 身子前倾 鼻翼微微耸动 像一条猎犬 崔气 摸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又不敢追问 只好惶恐地等在一旁 呼吸粗重 说来可笑 崔气在笼山之时 刀头舔血 快意豪勇 面对生死从无顾虑 在长安的优渥生活 没有洗去他的战力 但却腐蚀了他的胆量 当一个人拥有太多时 他将再也无法看淡生死 崔气忽然羞愧地发现 他一直叫嚣着 为阿兄报仇 只是为了掩盖自己 惧怕落罪 自己的前途 就这么落在一个死囚身上了吗 崔气心有胃肝地想 张小敬忽然抬头 问了一个无关的问题 宣徽院那边 你有熟人吗 崔气一愣 宣徽院属于宫内一夕 跟城房无半点关系 张小敬忽然提他做什么 张小敬道 若我记得不错 宣徽院下属有无访 专为天子豢养雕狐鹰药狗 若能向狗仿借来几只鼻子灵敏的畜生 此时还有希望 他抬起手来 抓起一把尘土放在鼻子边上 深深吸了一口 文家香铺的和香品质优良 可以持续数个时辰不散 持名惜经 第五章 魏正 天宝三载 元月十四日 魏正 长安 地点魏明 几辆开场的双原资车 第二次驶入这一处偏僻货站 这一次他们装载的不是圆木桶 而是一排排青黄色的竹竿 少说也有近千根 有如无数长矛挺立 这些竹筒都是三年相竹 约有手臂粗细 三尺长短 竹筒的两端都被仔细地聚成了圆形歇口 应该是用于做某种嵌合的设计 车尾的翘尾处还堆着为数不少的湿和泥 随车而来的是十几名草原工匠 他们个个眼带肥大 面带皮色 走路时扶住车边 脚步略显虚浮 他们已经加班加点干了数日 几乎没合过眼 车队一进货站 几名狼卫立刻拿起扫把出去 把附近的车折印 打扫干净 再将院门关闭 曹破岩跳下第一辆车 指挥车子缓缓停靠在站台边缘 整个长安城都处于上缘节前的兴奋状态 这个小车队运的又不是什么危险品 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龙波嚼着薄荷叶子走过来 围着车子转了一圈 随手抽出几根竹竿审视 然后一歪头 示意可以卸车了 战库大门被卡拉拉的推开 一股难闻刺鼻的味道飘了出来 似乎有什么东西被架在火上熬煮 草原工匠们知道 那里面是雀乐或多的魂魄 纷纷发出兴奋的呼喊 还有人当场跪拜 最后的工序即将开始 雀乐或多即将合二为一 谁也没法阻止长安的毁灭 好了 快运进去组装 龙波发出指示 从战库里走出几个伙计 都用沾了水的麻布捂住口鼻 他们先递给那些草原工匠们同样的麻金 然后有条不紊的把竹筒抱下车来 一捆一捆的往库房里运 曹破岩暴毙而立 默不作声的注视着整个过程 龙波走到他身边拍拍肩膀 又杀贵人有令 你的最后一件工作 就是好好的在这儿把风 听明白了吗 龙波有意强调最后一件 曹破岩缓缓地点了一下头 他既然被取了顶发 那注定是要被牺牲在长安城里的 对此他早有心理准备 只是曹破岩心中还是稍微有些不满 这么关键的场合 又杀贵人却不亲临 反而指派了一个秋辞人指手画脚 又杀贵人说过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可什么事比去乐祸多更重要 龙波拿起一条麻巾盖住脸部 走进战舱 在他身后 战舱的大门喀啦啦地重新关闭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外人无从得知 曹破岩慢慢在战舱门口坐下 背靠狼柱 从脖子上拿出那一串彩石项链 在手里把玩 这是他的女儿 在沃南河旁踩的圆滩石 亲手用白马踪搓成的绳子串起 还颤了他的三根头发和一口呼吸 据说这样一来 无论两人分隔多远 灵魂之间都可以互通生气 曹破岩的手指 灵巧地划过每一粒彩石 像中原的僧人搓动念珠一样 石面光滑无比 已经不知道被摩索过多少回了 每次都能让心中变得平静 曹破岩已经被诱杀贵人 割走了顶发 按照草原萨满门的说法 他若有背叛之心 就算是死亡 魂魄也会在地府受到煎熬 不过曹破岩一点也不在乎 他真正关心的 可不是自家性命这种无聊的事 而是任务能否顺利完成 大寒的意志能不能得到贯彻 只要再忍受一个时辰 一切都会结束 曹破岩握着项链 第一次露出了微笑 没过多久 院门外传来碰碰的敲门声 节奏三短四长 重复了四次 曹破岩把彩石项链 重新挂回到脖子上 却没有急着开门 而是爬上附近的一处高台 朝门外张望 他看到门外站着 马格尔和其他两个人 还挟持着一个中原女子 眉头不欺然地皱了起来 他们去绑架了王中寺的女儿 这个事曹破岩知道 可是他应该被关在 修正坊的万全宅内才对 怎么能带来这儿呢 而且一共去的是八个人 现在怎么只剩下三个狼位 他迅速打开院门 让他们进来 然后飞快地关好 曹破岩揪住马格尔的衣领 凶狠地用突厥语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 马格尔有点惭愧地表示 他们遭到了唐人探子的突袭 幸亏事先有撤退的方案 这才侥幸逃脱 他为了表示没说假话 还掏出了一枚铜令牌 和一个搭兜 令牌上写着 静安侧平四字 搭兜里装着烟丸 牛筋锁 还有一把破张手弩 这都是从那个凶悍的探子身上搅获的 曹破岩轻点了一下 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这些物件和之前突袭丙六货占那些士兵的装备如出一辙 可见是同一伙人 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 说明静安司已经挖出了那间万泉宅和狼卫之间的联系 曹破岩可一点也不敢小觑这个对手 对方就像是一只盘踞在长安中的蜘蛛 在蜘蛛网上稍有触碰 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一间万泉宅并不可惜 关键是唐人是怎么知道他的 其他万泉宅是否也会同样被曝光 说不定静安司的大军已经在赶往这里的路上了 诱杀贵人这个节外生枝的愚蠢计划 果然惹来了麻烦 很可能会危及到雀乐或多的复活 马可尔见曹破岩的脸色不好看 连忙讨好道 王中寺的女儿我们带出来了 没让他们夺走 曹破岩问道 我记得当时抓了两个人 你是怎么判断他的身份的 马可尔有点得意的回答 我们带他们回去万泉宅后才觉察到 他身上的香气更浓一些 说完他粗暴的捏住文染的如衣 往两边一扯 露出粉红色的中衣 文染尖叫一声 胳膊却被紧紧牵住 一股芬芳扑鼻而来 曹破岩打亮了文染一番 打了个手势 吩咐暂时把他带到旁边不远处的井亭 然后走到战舱前 他敲了敲门 很快门缝拉开 一股刺鼻的味道先传出来 然后龙波不耐烦的探出头来 掀开嘴边的麻巾 曹破岩说 现在这里恐怕已不安全 最好马上撤走 但龙波断然否定 现在是装配的关键时刻 不能动 你确定静安司已经摸过来了 曹破岩道 修正坊的万泉宅 刚刚被吕奔军攻击 马格勒人只逃出来不到一半 所以你最好想想 最近的形势有无遗漏或疏忽之处 龙波很不高兴 他可是挽救了整个计划的功臣 这个没履行好责任的突厥人 却在吹毛求疵 喂 我和右杀贵人只是合作关系 可不是你们狼位的部署 别这么盘问我 曹破岩抬起手臂 挡在前面 坚持道 你的落脚点 你接触到的人 有没有可能和修正坊那座宅邸友联系 听到这句话 龙波的脸色变了变 他煞时想到了一种可能 可这是绝不能宣之于口的 他反问道 那座宅邸靠近曲江 是撤离时的备用地点 你们的人现在跑去做什么 这问题问到了要害 曹破岩也只能保持沉默 两人各有难言之隐 就这么僵持住了 龙波抓着脑袋无奈道 好了好了 这处货站我是单独安排的 就算他们查到修正坊也签不出这 这么说你放心了吧 曹破岩的手臂仍旧挡着 龙波盯着他的眼睛叹了口气 草原的狼疑心都像你这么重吗 这样吧 这处货站呢 外围吸头的旗亭下 有个病房 那儿啊 常年聚着几十个闲散的企儿 你顾几个 守在这周围 这样万一有可疑之人接近 他们能提前通知你 企儿 他们还干这个 龙波道 只要给钱 他们干什么都行 然后他俯升过去 低声对曹破岩说了几句话 随后 砰的一声 把货站大门重新关上 却乐或多的事 可不等人 曹破岩不喜欢龙波 但他必须承认 龙波这个建议 确实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解决了警戒人手不足的麻烦 曹破岩满腹心事地转过身来 正盘算着 如何去找企儿头目 抬眼一看 灯石勃然大怒 他看到 马格尔在警庭里 骑在文冉身上 兴奋地撕扯着他的衣服 从修正坊时 马格尔就浴火焚身 刚才 他夹着文冉 一路逃亡 肌肤相蹭 相气入鼻 早已让他按捺不住 文冉扭动身躯 拼命挣扎 可却阻挡不了 粗暴的侵袭 只能哭着喊着爹爹 祈求那不可能会来的援助 曹破岩 把马格尔从女人身上拽起来 重重地扇了一耳光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搞这些事 还有没有轻重缓急了 马格尔红着眼睛 嗷嗷地叫了一声 要去抓曹破岩的肩膀 曹破岩身子一臂 一拳砸在他的咽喉处 让他疼得说不出话来 马格尔想起来 加入狼位的时候 正是曹破岩 教授他们的搏击之术 现在货占缺人手 你们三个都给我滚进去干活 距离缺乐或多 只差最后一步 别给我闲在这惹麻烦 马格尔兴兴地提起裤子 带着两个手下 朝战舱走去 文冉躺倒在地上 喘息不已 胸口气浮 发迹被扯得乱七八糟 曹破岩俯身想把他拽起来 文冉却支起身子 抓起地上一块碎石 猛然朝他的额头擦去 曹破岩没料到 在这种情况下 这女人居然还试图反抗 他闪身躲过 飞起一脚 踢中他的手腕 碎石一下子被摔到井口 扑通一声落入水中 文冉这次真的绝望了 眼前这家伙的杀气 远比熊火帮的混混 和刚才那头猪要浓烈得多 他揉着手腕的剧痛 看着这个男人 缓缓把手探入怀中 颓然地闭上眼睛 不料曹破岩拿出的不是刀 而是一个便携式的黄羊木盒 木盒打开后 左边是一个熟皮墨囊 右边欠着一管 短小的寸锋毛笔 和一卷毛鞭纸 这是专为远途商旅准备的 以盒为店 可以在骆驼或马背上书写 曹破岩一言不发地把毛纸摊开 把墨囊里的墨汁倒出来 用井水冲开 然后把毛笔递了过去 文冉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不肯接 曹破岩把毛笔又递了递 用生硬的谈话道 你就要死了 给自己的父亲留份一言吧 不然他一定很伤心 这一番话 让文冉如坠云雾 这是什么意思 曹破岩知道 他很快就会落到 诱杀贵人手里 下场一定极其凄惨 可刚才文冉哭喊着 叫爹爹的模样 似乎触动了他心中的 某一块东西 不是突厥狼味的心 而是一个父亲的心 这个女人是诱杀贵人的猎物 曹破岩即使心中反对 也不可能违背命令把他放了 他所能做的 只是让他留点遗言罢了 文冉忽然反应过来 这些胡人和熊火帮 根本不是一路 他们显然是把自己 误当成了王运秀 而且打算杀了他 文冉急忙喊叫说 我不是他 我不是他 我叫做文冉 可曹破岩根本就不信 他认为 这姑娘只是找借口 不接受这个残酷事实罢了 他缓缓抽出腰间的匕首 哭的一声 躲进墨盒里 表示不要徒劳的挣扎了 还不如老老实实 写下自己人生最后的话语 文冉咬住嘴唇 再度握进了毛笔 眼眶里却不受控制的涌出泪水 两个时辰之内 连续被绑架两次 心里焦脆 现在又被逼至这种绝境 他已经撑不下去了 疲惫 惊骇 和对死亡的恐惧 同时袭来 摧垮了他的防线 他想起了去年文家遭遇的可怕事情 那时他和现在一样惊慌 若非恩公一力庇护 只怕他早疯了 文冉的内心涌出了极度的委屈 我做了什么 我只是想过正常人的生活而已呀 文冉突然把毛笔远远扔开 用头去撞曹破岩 曹破岩的身子摇晃了一下 温丝不动 文冉又拿起腰间的一个香囊 朝他丢去 在他胸口展开一团烟幕 曹破岩一下把文冉的手臂抓住 把他强行按在井边 文冉放声大哭起来 曹破岩没有动怒 他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征兆 表明对方的抗拒正在崩溃 就像草原上的黄羊 当他们意识到无法摆脱狼群时 就会前腿跪地 灭灭的哀鸣 于是他也不动怒 俯身把毛笔捡起来 重新塞到文冉手里 这时货站里传来一阵 沉重的轰隆声 似乎是哪一个大桶滚落到地上去了 曹破岩被声音吸引过去 不过几个弹指的时间 当他再度回过头来时 亭子内外空空荡荡的 文冉的身影却已经消失 十几名武侯粗暴地掀开那一排 阔口大瓮的圆盖 用手中的木杆伸进去搅上一脚 这些木杆的末端 劈出几条反向窝口 从瓮里提上来的时候 裂隙里挂满湿漉漉的褐色灼油 这些都是新炸的胡麻油 还带着股刺鼻的味道 阳光从宫棚上方的空隙照射下来 棚内的七八台炸器已经全数停工 坦着膀子的炸工们 抱着膀子站在一旁 呆呆地看着武侯们搜查 不明就里 在他们不远处 数名孔木粒手持油乎乎的帐步 正在河队脚边 那一堆堆菜籽饼 无精子饼 芝麻糊斗的数量 在后院的库房里 另外一批人在清点更多的灌瓮 甚至连加工熟油的灶台都不放过 油坊的老板匆匆跑出来 看到这混乱局面 鲜是勃然大怒 不料 立刻被一个官吏叫过去 傅尔说了几句 态度大变 连忙点头哈腰 类似的事情 在长安城十几处 荤宿油坊同时发生 无论是供应工中的御坊 还是民坊 无一例外 都被彻底搜查了一遍 还被要求出示 最近一个月内交易明细 有的房主觉得有后台 试图反抗 结果被毫不客气地镇压下去 这些交易和库存数字 都被汇总到静安寺的大殿中去 在那里 徐斌带领着几十个纪力 埋头苦算 把这些数字 与城门间的油料报关记录核对 看是否有出入 启禀私诚 没有 徐斌手捧墨迹未干的书卷 向站在沙盘前的李璧 小心翼翼地汇报道 没有什么 李璧的语气不太好 一月之内 一切大于五旦的荤素杂油交易 除了宫中用度 都已追溯到实物存货 没有疑点 这里是清单 城外的货站呢 油料报关在城门间 从来都是单列一类 重点查验 也没有异常 徐斌一紧张 就容易啊啊地结巴 李璧脸色一沉 把扶尘重重甩在沙盘边缘 没有异常 没有异常 等火势起来 我看你们怎么说 徐斌扶身捶手 不敢搭话 也不需要搭话 他知道 上司与其说是斥责 误宁说是发泄 其实不光是李思诚 静安司大殿内的每一个人 都有点神经兮兮 墨烟被手不小心碰翻 脚步在地板上一滑 若有若无的几声叹息 茶盖与疏颜的磕碰 纸卷失手滑落在地 种种小状况开始频繁出现 徐斌知道 这是压力太大的征兆 从四十开始 坏消息接连不断 每一次都让他们的工作量翻倍 要求完成的时间一次比一次短 这些疏力 原来在诸步做纪力时 工作都是以天或寻来纪 哪向静安司 恨不得以时辰来计较 如今整个静安司 像是蹲距于火炉之上 烦躁不安 不知何时就会出大问题 可他区区一个主事 能有什么办法呢 徐斌转头看看店外的一角天空 只能寄希望于他的好朋友 能尽快传回点好消息 让这些快溺死在算筹中的疏力们 喘一口气 这时李璧的声音再度响起 严厉而急躁 继续给我茶 茶完了油就去查柴新 茶完了柴新再去查石炭 还有麻盖 草料 纸 竹木器 丝捐 所有能点着的东西 都给我彻查一遍 对于这个不切实际的要求 徐斌没有抗议 而是恭敬的应了一声 然后把书卷交给谭琪 攻身退下 开玩笑 现在李思成正在气头上 当面顶撞纯属作死 过一阵 他会自己想通的 此时毕竟是一月份的天气了 这大殿里虽然四脚都点起了机炉 可感觉还是有些动手 徐斌双手拢在袖子里 穿过一排排埋头苦干的疏力 耳边充斥着花花的纸卷声 和蒜筹的碰撞声 看着这些疲惫的小粒 徐斌不由自主的挺直的胸膛 露出几分感慨 徐斌的记忆力 在整个长安城都很有名 他能把将近中局的围棋盘打翻 然后一枚枚附上去 可惜他的仕途 一直没什么起色 始终是个不入流的小粒 这次靖安司征辟 让徐斌看到了一丝翻身的曙光 眼下他的头衔是行靖安司主事 若能立下大功 把行字去了 那可就是正经的观身 从八品下呢 所以越是麻烦的局面 越容易建功 他心中涌现出一阵激动 随手抓起一把算筹 礼斌那句近乎蛮横的命令 忽然跃入脑中 所有能点着的东西 都给我彻查一遍 徐斌琢磨至此 忽然眼前一亮 似乎捕捉到了什么灵感 徐斌停下脚步 想召集几个书吏 重新过一遍卷宗 可话到嘴边 他又咽回去了 现在每一个人都忙得要死了 让他们为一个心血来潮的猜想 投入精力 风险有点大 说不得只好亲力亲为 徐斌叹了口气 扯住旁边的一个传输力 爆出了一连串编号 让他去掉卷宗 然后回到自己的台前 袖子半卷 粘起一管细嚎猪笔 我没法像张小敬那样冲锋陷阵 想获取功勋 暗毒就是战场 徐斌想到这里 热切的眼神 不由自主地朝远处的李思成望去 可惜 李毕对徐斌的举动毫无察觉 就算察觉也不关心 在他的眼里 只有长安大沙盘 仿佛只要多盯一会儿 就能发现 那些突厥狼味 是如何把燃油 神不知鬼不觉 运入长安的 垫脚的水中 仍在不急不缓地低落着 距离灯会 已不足三个时辰 可还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张小敬临危受命 不负众望 奇迹般地挖出了一条线索 可转眼间 这个优势便失去了 眼下两个调查方向都陷入中断 这让李毕恼火不已 他本来独信道家 讲究清静无为 可自从就任这个位子之后 整个人的心境跌宕起伏 背道而驰 俗事 树物 果然会毁掉一个人的道心 李毕心浮气躁地想着 可是毫无办法 就在这时 通船冲入殿内 脚步声踏在青石板上 所有人的动作都微微一致 又一个消息传来了 他事好事坏 将决定接下来 整个静安寺的氛围 可惜 这次通船没有大声通报 而是静止走到李思成面前 交给他一封书信 这说明 试射机密 不能通过望楼传递 必须以密封的形式递送 距离他最近的檀奇 坠坠不安地用眼角余光观察着 他看到 公子撕开封条 脸色巨变 先是胀红 随之铁青 然后被一层灰蒙蒙的暗淡所笼罩 甚至还有一个钻拳的小动作 这消息得坏到什么地步呀 谈其有些忧心忡忡 又有些好奇 李璧手里捏的是崔气送来的密报 上头只有简单的一句话 经查 狼尉劫走王忠四之女 去向不明 那些从修正坊 逃过九关谷的狼尉 居然还绑架了王节度的女儿 王忠四可不是一般的朝廷官员 那是堂堂 左近五位将军 灵州都督 朔方节度时 是大唐如今升威最盛的名将 急得圣人信赖 这次大唐对突厥可汗用兵 正是由王忠四居中主持 以威名捅射草原诸步进脚 在这个结果眼上 如果让突厥人在长安 公然掠走他的家眷 朝廷脸面彻底丢光不说 很可能还会影响到漠北战士 届时圣人大怒 朝堂震荡 就算是身得胜券的他 也未必能保住向上人头 太子李亨更会被波及 一想到这里 李璧的脊梁不免一阵发凉 看来对突厥狼卫的策略 必须要立刻修正 就算发现了他们的藏身之处 也不可贸然强攻 避免伤及王女性命 静安司本就被重重撤肘 如今又加了一重限制 无疑雪上加霜 可是李璧没得选择 李璧这才体会到 李亨要贺之章担任静安令的苦心 王女被绑这事儿 瞒不了多久 很快就会有方方面面的压力扑过来 只有贺之章这样的老江湖 才能娴熟地推演接下来的朝堂动向 并预先做出准备 自己也许抓人有一套 但对付那些居心叵测的政敌 还是太嫩了 李璧心想 难道我得把弃病的贺奸 再亲自请回来 取些兵来 李璧高声下了命令 把这个令人不快的念头赶出脑海 弹琪正在原地 一直到李璧再度下令 他才回过神来 不禁有些为难 如今还是正月 谁会专门在屋里背着这玩意儿 弹琪找了一圈 才让人从后院的水渠里 打出一桶混着冰茶子的水 滤镜后 泡着锦帕递过来 李璧粗暴地把锦帕抓起来 也不带拧干 就带着冰水 往脸上扑了一下 尖锐的寒意 如万千细针 把整张脸刺得生腾 让他忍不住呲牙 但本来混乱的灵台 也因此恢复了清明 越是这种时候 越要振之以尽 李璧重新审视这份密报 和之前的望楼通报相比较 他发现 绑架王女的突厥狼位 藏匿之地 恰好是窃走仿图的龙波所提供 也就是说 这两件事是同一批人所为 可火焚长安和绑架王女性质不同 一个是丧心病狂的毁灭 一个是理性的挟持威胁 两者的用力方向有很大的偏差 一名好弓手 不会同时瞄准两只兔子 一个合格的策划者 按道理 不应该同时执行 两个互相干扰的目标 恢复冷静的李璧 从中嗅出了一丝不协调的味道 也许这是一个契机 任务目标越多 难度越大 只要继续对突厥狼位施加压力 就可能压迫他们犯更多错误 露出更多破绽 李璧用兵帕又擦了一下脸 把视线投向沙盘 去寻找那枚独一无二的灰色棋子 眼下能帮到他的只有一个人 张晓静现在在什么位置 他在做什么 李璧大声问 张晓静正在起下门内 他正在遛狗 这是一条河东种的长吻戏犬 尖耳狭面 通体灰毛斑白 硕大的黑鼻头 有节奏的耸动着 他四肢瘦长 跑起来矫健有力 张晓静要紧紧攥住绳子 才能勉强跟得上他的速度 为了借出这条狗 可是生出了不少脖折 宣威院的狗坊 位于东城最南端的通缉坊 专卫宫中 豢养玩伤犬和怨猎犬 崔气上门商界时 狗坊的长监一口拒绝 他们属于内侍上 根本不在乎 金安斯这种外朝行属的脸色 本来崔气有点怕得罪内患 可张晓静冷冷的说 为金安斯做事就别顾虑旁的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崔气软硬兼施 对方就是不通融 最后张晓静不耐烦的站出来 用弩剑指着长监的脑袋 硬是抢走了一条怨猎犬 这简单粗暴的行事风格 让崔气只能苦笑 那个长监已经扬言 要告他们两个截夺公产 上元节过后 恐怕整个金安斯都会有大麻烦 可话又说回来 若眼下的危机不及时解决 恐怕连今天都熬不过去 为了解尽可 哪怕是镇酒 也得捏着鼻子喝下去 这条猎犬被迅速带到了 起下门前 这是判明突厥人 最后经过的地点 张晓静让他嗅了嗅 纹染留下来的香气 口中呼哨 猎犬把鼻头贴在地上 耸了几耸 双耳陡然一立 转身朝着西方狂奔而去 张晓静牵着引绳紧随其后 崔气 姚汝能 还有义干 吕奔军士兵也纷纷跟了过去 在街上构成了一道奇妙的队列 行人纷纷驻足 以为又是哪个九四搞出来的上缘噱头 猎犬放足猛跑 每过一个路口都会停下来闻一闻辨别方向 随着时间推移 猎犬犹豫的次数开始增多 时至下午 关灯的人越聚越多 味道越来越杂 坊墙内的烤肉 路面上的马粪 磨尖接种的人群 骆驼的腥臭体味 九四里飘出的酒香 都对猎犬造成了极大的干扰 每次猎犬一犹豫 张晓静都会掏出一个香囊 这是特意从文记香铺里取出来的 可以强化他对香味的敏感 可很快这一招也失灵了 纹染残留的气息 已经淡泊到连猎犬也难以分辨 那一根若有若无的丝线 正在悄然断开 张晓静努力驱赶着猎犬 希望能赶在最后一丝香气消失前 尽可能再追进一步 这只猎犬勉强又跑起一段路 终于在一处十字路口停住了 他昂起头来嗅了嗅 发出一阵呜呜的声音 然后烦躁的原地转圈 用前掌刨着地上的土 却怎么也不肯再向前了 张晓静叹了口气 知道他已经到极限了 这时崔气和姚汝能也纷纷赶过来 看到猎犬这副模样 心中据事一凉 崔气怒气冲冲的狠踹了狗一脚 踢得他发出嗷嗷一声惨叫 崔气还要提被张晓静给拦住了 别拦着我 这背懒畜生不打一顿总是偷懒 崔气气急败坏的喝道 张晓静却蹲下身子 伸手搂住猎犬脖子 尽力安抚 狗姓醉成 既不会偷懒耍滑 也不会谎言邀功 他已做得很好 何必苛责呢 他摸了摸猎犬的脑袋 口气里居然带着点怜惜 有吃的吗 张晓静问姚汝能 姚汝能连忙从腰带里 翻出一片猪肉脯 张晓静撕成一条条 喂给猎犬吃下去 姚汝能在一旁看看 心中呐喊 这个人对狗的态度 就像是一个 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和其他人来往事 却带有强烈的疏离感 看来在他心目中 人远远不如狗直的信任 本来李毕交给姚汝能的任务 只是监视张晓静 有无叛逃之举 可观察到现在 姚汝能对这个人 本身产生了好奇 他到底经历过什么 是什么注就了 他这样的风格 崔器对这些没兴趣 他只关心一件事 张都尉 接下来怎么办 张晓静没有回答 而是环顾四周 先分辨身处的位置 刚才猎犬从起下门 一路向西 横穿猪雀玉道 把他们带入西城长安县的辖区 最终停留在了光行安乐 长安猪坊呈棋盘排列 每一个十字街口 四角更连接一访 而每一访的四角 都会临近一个十字街口 长安人习惯 以东西对角访名 来代指街口 先东再西 所以每一个街口 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 不易混淆 这个街口 东北角为光行法 西南角为安乐法 便被称为光行安乐 这里位于朱雀门街 西一街南端 往南再走一访 就到城墙了 虽然猎犬无法进一步 叛民方位 但能引导到南城 这个大区域 已足以让张小敬 叛民突厥人的思路 长安城的分部 是北密南书 越往北住户越密集 向南的朱访 往往宽阔而荒僻 人烟冷清 坊内杂草丛生 崔气眼睛一亮 我马上召集人手 把附近的住坊 彻底搜一遍 不信抓不住 那几个王八蛋 张小敬却摇摇头 这里只是香气中段之地 却未必是狼胃藏身之所 突厥人在这一带的选择太多 他伸出手去 再虚空化了一圈 差不多囊括了 整个长安城的西南角 这里的十五六个坊 都相退荒僻 突厥人藏在任何一处 都不奇怪 现在这个形势 不能打草惊蛇 张小敬的语速忽然放缓 崔气听出了他的意思 李思成自从知道 王中寺的女儿被绑架之后 特意传令指示 像西市丙六货站那种 强硬的突袭 已不可取 采取任何行动 都要保证王女的安全 慎之又慎 若是我阿兄还在就好了 崔气感叹道 忽觉不妥 联盟又解释道 他从小在西边长大 对整个长安都挺熟的 可不是说张都为您啊 所以突厥人才会找他去绘图吧 崔气眼圈微微发红 攥紧了拳头 阿兄之死 让他方寸大乱 失误频频 他比任何人都迫切 要揪出草破岩来 张小敬突然眉头微皱 觉得什么地方不对 可感觉稍见即逝 他摇摇头 和崔气同时朝前方望去 此时日头 有了微微倾斜 那延伸至远方的一道道 灰白色仿墙 一眼望不到头 崔气懊恼地 把头盔往地上一砸 他第一次觉得 长安城 简直大的令人恼火 那猎犬正在嚼着肉脯 被他这么一下 闪身躲到了张小敬腿后头去 姚汝能小心翼翼地建议到 能不能把附近望楼街铺和访卫的人都召集过来 看看他们是否有注意到什么异常 张小敬和崔气同时叹了口气 不知可否 城南人少 街正松懈 住房的兵丁数目少 且素质低廉 指望他们有什么发现 只怕比慈恩寺的和尚们开婚还难 但这件事又不能不做 崔气当即调动了五十名旅奔军的士兵 两人一组 不带武器和甲咒 只携烟丸与号角 进入附近珠坊探查 看能否找到任何蛛丝马迹 至于张小敬 他左手牵着狗 右手 胆了胆眼窝里的灰 看向附近的几栋望楼 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有事没事 都会朝望楼看看 看是否有更新的消息 不过 他的心情有些矛盾 自从接手此事以来 从望楼得到的消息 几乎都是坏消息 希望偶尔也有点好事吧 张小敬发出了一声感慨 手指摸缩着猎犬浓密的颈毛 低声说了一句 奇怪的话 猎犬对人类的语言 完全不懂 这是汪了一声作为回应 他不知道 这话如果让其他人类听去 只怕会掀起轩然大波 大宁坊在朱雀大街 以东第四条街 西匹黄城沿洗门 北宇大明宫 只有一坊之隔 所以住在此处的 已官员居多 有趣的是 虽然住户各个身份高贵 但宅底却远没有安人 亲人等访那么豪奢 多是七房三进的清几瓦房 没办法 这里距离大明宫和兴庆宫太近了 只要天子登上城墙俯瞰 就能看到谁家简朴 谁家奢靡 今日上元节 天子与民同乐 晨了也不能落后 于是房里也到处张灯接菜 每十户竖起一个灯轮架子 不过总透着一股居树味道 花灯规模只算中平 所以关灯的人很少 路上也不似外面那么拥挤 风大伦纵马往自家的宅底走去 不时避让飞驰而过的大小马车 在暗处 他是横行万年县的熊火帮老大 在这里 他却只是一个小小的 公部从九品主室 主管于部事宜 该守的礼数一定得守 于部主室品级级小 执掌的却是整个长安城的 修俊善器 工匠要临悬 物料要采买 营士要督管 是件肥出油的差事 风大伦虽然出身寒门 眼界却比寻常人高出许多 他利用自己职务之变 扶植起了熊火帮的势力 许多事情明里动不了 就让他们从暗处动手脚 这一明一暗配合起来 几乎垄断了半个万年县的工程 获利疾风 若不是因为去年那件案子 现在的风大伦只怕早得升迁 春风得意 不过事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 让他不痛快的家伙 差不多都收拾干净了 今天他撞见了文冉 旧院又微微翻腾上来 他是那案子里 唯一一个未受牢狱之灾的人 于是风大伦派了几个手下 决定对他略施驳逞 惩罚过程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让所有人知道 任何一个开罪他的人 都要付出代价 哪怕事情早已结果 现在文冉这个小婊子 应该正在痛哭流涕吧 想到这里 风大伦眉宇略斩 唇边露出一丝阴瑟瑟的快意 他骑到自家门口 正要下马 忽然旁边树后 跳出一人来 瞪圆了一对突出的蛤蟆眼 扯住江省大喊 风主事 风主事 风大伦低头一看 认出了是长安县衙的死牢杰吉 神色大意 怎么是你 杰吉显然一等候多时 急声道 张延罗他离开死牢了 一言说出 风主事差点掉下马来 急忙摆正了身子 脸色阴沉的问道 怎么逃出去的 杰吉一脸哭丧 哪是逃的呀 是让人给提掉走的 提掉 风主事飞快地在脑子里 划过有权提掉犯人的官署 大理寺 刑部 御史台 不 是被静安司给提走的 引读齐全 卑职 没法拒绝呀 静安司 风大伦一听这个名字 觉得略耳熟 他回忆了一下 最近半年的天保底报 眼神突然凝成了 两根锋利的针 什么时候 两个多时辰前 我在这等您半天了 静安司提掉他去做什么 杰吉摇摇头 公文上只说应私物所需 但他一出狱 就把枷锁给卸了 走的时候也没有拦车 和静安司的使者 一人一马 并配而行 风大伦忽然双手一抖 把马头拨转过来 扬边欲走 杰吉急忙闪在一旁喊道 您这 这是去哪啊 风大伦却不理睬 朝来时的路飞奔而去 杰吉待在原地 他才想起来 这位长安暗面的大人物 刚才握住缰绳的手指 居然在微微发颤 风大伦纵马狂奔 一路向南 直驱进宫坊 进宫坊 在长安城的最东边 紧靠城墙 此坊在长安颇付盛名 因为里面 有一处骑马积居场 换作游洒地 乃是当年长宁公主的驸马 杨慎娇所见 除去宫中不算 长安要数这个积居场最大 王公贵族多爱来此打马球 他一进马球场 先听见远处 一阵阵欢声传来 穿过一片刻意修剪过的 灌木临坡之后 便可以看到 坡下有一个宽阔的积居土场 土黄色的场地 宽约150部 长约400部 四周围栏 皆产彩仇 场边有十余处 厚荣帷幕 以柳树而为 写着家族名号的宣吉旗 错落排开 每一面旗都代表了 京城里的一个 赫赫有名的家族 在土场正中 十几名头戴斧头的旗士 在马上纠缠正紧 人影交错 马迪纷乱 那小小的居丸 在尘土中若隐若现 来回弹跳 忽然一名锦衣骑士杀出重围 高倾越干 狠狠一抡 居丸在半空 划过一条流金湖线 直穿龙门 重重砸在云板之上 四周围墓里 发出女舰的欢呼 那骑士纵马扬杖 环场跑了一圈 姿态傲人 这是上元节当日 力半的球赛 换作开春赛 龙门后要立起锦云板 居丸也要换成绣金浮丸 谁能先持得点 便是金龙登云 乃是个大大的好兆头 这一年定然平顺吉祥 这时长脚传来 当当几声鸣金 上半场时间到了 骑士们纷纷勒住马匹 互相施礼 然后各自回到 场边的帷幕里去 长安积居有个禁忌 忠宗之时 当今圣上曾纵马过急 一头撞在场边宴台之上 结果爱马脖颈折断 还伤及了几位子弟 从那以后 鸡举场边不设看台 以不利与棚 都是临时拉设帷幕 供女眷旁观 以及骑手更衣休息 那锦衣骑士 骑回到自己幕围 跃下马背 旁边小丝迎上来 低声说了几句 骑士先是不耐烦的 坐了一声 然后眼皮一翻 说我这马刚跑完一身汗 可不能等 让他候着吧 风大伦知道 这位殿下 驶马如命 哪敢催促 只得垂手等在场边 骑士给坐骑解开马尾 紧了体铁 洗刷鸡背 一套保养功夫 亲手做完 这才慢悠悠的 迈着方部过来 几名新罗币过来 替他换下旗袍 摘走斧头 风大伦 连忙功身为礼 口称 永王殿下 这其实正是天子的第十六个儿子 永王李林 他坐下偌大的事业 自然得有后台靠山 永王便是最粗的大腿之一 去年的案子 便是由这位十六皇子做起 所以他才匆忙跑来 请示意见 永王歪着身子 斜靠在宽榻上 端起血引子 挫了一口 懒洋洋的说 赶紧说吧 我还有下半场 他声有隐疾 脖颈有问题 看人永远是偏着脸 让对方琢磨不定 风大伦看看左右 俯身过去低声道 启禀殿下 张言望他出狱了 一听这名字 永王手腕一哆嗦 差点把碗摔在黄土地上 脸色好像要呕吐出来 旁边婢女赶紧给揉了好一阵子 这才勉强把那吐的感觉压下去 怎么回事 他不是下的死牢吗 风大伦把静安司提掉的事说了一下 永王听完 拿手指揉揉太阳穴 这个静安司又是个什么情况 风大伦知道这位殿下对朝廷之事不甚关心 便解释道 这是个财力数月的新刑署 主管西都贼士策房 正印是贺之章 司成是士兆汉林李毕 然后递过去一卷首本 里面写着一些隐晦的提示 为的是能让这位殿下看明白这人事安排背后的一位 永王侧着脸扫了几眼 古铜色的脸上浮现出为难神色 这静安司居然是这样的来头 麻烦 真麻烦 他焦躁的把血引子往旁边一扔 闻见那么点破事 从去年拉扯到今年还没完了 你说这个张岩王痛痛快快死了不就得了吗 为何节外生枝啊 永王一提这名字 胃部又开始经文 他生平最讨厌麻烦 这些贱民一个一个不肯去死 让他心里委屈得不得了 风大伦微微一笑道 其实殿下倒不必担心这个 文家之女已经在熊火帮的手里 想来张岩王不敢造次 哦 文冉啊 那女人不错 永王用手指刮过嘴角 露出贪色的笑意 然后眉头微皱 本王在菩萨前历过重事 不再追究他们 如今这么做 岂非欺骗菩萨 不妥不妥 风大伦道 殿下您又不知情 是熊火帮出手 出于义愤 不算为事 永王被这个道理说服了 这熊火帮果然善解人意啊 脸色大为缓和 风大伦见时机差不多了 开口道 不过 放任张岩王在外头 终究是个祸害 殿下还需早点安排 把他弄回牢里才安心 对付张小敬 得用官面手段 风大伦不过一个酒品主事 品级太低 非得借永王的事不可 果然 永王的眼皮跳了一下 这句话 可是说到他心里去了 你说怎么安排 静安司抽走张岩王 走的是一调手续 不是脱罪 所以他现在仍是戴罪之身 最好请几位相熟的御使 参合静安司 烂刃囚图 有失体面 逼着他们把张岩王撵出来 永王猛摇头 这个不成 御使们都是属疯狗的 去找他们帮忙 只怕他们先盯上我 传到父皇耳朵里 这本王可不去出内眉头 大唐的御使们 身负监察之职 可以风文奏事 他们没事 就盯着长安大大小小的 府衙鼠位 哪有疏漏 他们会立刻扑上去 狠狠咬上一口 事情搞得越大越好 六亲不认 无论百官还是贵胄 都很头疼 封大伦连忙又到 在下还有一计 可以请大理寺 行一道文书 以推决未尽的名义 索要囚犯 就算静安寺那边推剧 咱们也能试探出 对方用心 此计乃是府衙之间 正常的行文往来 不露痕迹 勇王想了想到 嗯 这个好 本王正好与大理寺的 一个平氏有救 你去跟他说就成 大理寺平氏 是从八品下 负责参议行御 详政科条 做这件事 再合适不过了 封大伦连忙请教姓名 勇王望着天空 想了好久 才开口道 哎呀 那人叫什么 哦 好像姓袁 跟曹王妃有点关系 对对对 叫袁仔 自我忘了 封大伦在袖口 记下名字 匆匆告退 此时 球场边缘明罗 新罗臂们 连忙拿起旗袍 斧头 要给勇王换上 勇王却不耐烦地 赤开 心绪不宁地 在原地转了几圈 胃部那种不适感 越发明显 他终于抑制不住 飞快地跑到一个 镜桶旁边 大口大口地吐起来 就在这时 远处西南方向 隐约传来一阵鼓声 鼓点急促 每一声都敲在呼吸之间 隔脉让人心烦意乱 勇王用袖子擦擦嘴角 虚弱地一挥手 不打了 回府 曹破炎这一惊 非同小可 他不过只转头了一瞬 咱们女人就消失了 井亭距离四周墙壁 都有几十步远 就是飞 也没可能这么快 就飞过墙头 呆愣了两个弹指 他终于反应过来了 三步并两步跑到井边 趴在井栏边往里面张望 果然 如曹破炎预料的那样 这女人居然跳井了 这口井的井底 只有浅浅的一层水 文然 俯卧在水中 一动不动 曹破炎喊了一声 对方没有反应 这女人投井 到底是因为怕受到侮辱 还是怕被利用去反对她父亲 曹破炎并不关心 他现在关心的 是怎么给他弄出来 隔着这么远 他没办法做出判断 他到底是真摔死了 还是装晕 这在平常一根井绳便可解决 可对现在的曹破炎来说 却成了一个几乎不可克服的大问题 之前在吕奔军的突袭中 曹破炎被催气 一弩射中手肘 虽然经过包扎 已无大碍 但无法用力 单靠一条胳膊 不可能把他给拽上来 而他偏偏又不能去货站里 找人帮忙 他们都在忙着 却乐或多的事 一个弹指都不能浪费 一个简单的困境 居然把曹破炎 给生生的难住了 曹破炎围着井口转了几圈 俯身下去 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井壁 上面有一串串的浅坑 错落有致 应该是修井工人留下来的 若没有特别的技巧 一般人很难徒手攀爬 曹破炎转念一想 为何一定要把他弄上来呢 死了就一了百了 就算那女人没死 也别想靠自己爬上来 只削井口盖个盖子 用石头压紧 就是一个天造地设的牢笼 如果诱沙贵人想要的话 随时可以来取 曹破炎还有正经事要做 可不能在他身上浪费时间 曹破炎略觉遗憾 他难得对中原女子 动了一点恻隐之心 想让这位女儿 给父亲留下点什么 可这女人宁可投井 也不肯写下书信 看来中原女人 比想象中要倔强得多 曹破炎不由地想起王中寺 那可是草原的杀心 无情顽强 残酷 狡黠 每次她的旗帜 出现在阿尔浑河畔 都要卷走比河水还多的鲜血 让牛羊都为之淡寒 有其父必有其女啊 曹破炎小时候听祖辈们说过 曾经的突厥狼旗 是何等风光 数次逼近长安 连大唐皇帝 都为之战利不已 而现在的他们 却归缩在草原异渝 在大唐兵威下苦苦支撑 他这次前来长安 其中一个理由 就是想看看 这座曾见证了祖先 荣光和屈辱的大城 并亲手毁掉他 真想堂堂正正地 击败一次长安呢 带着淡淡的遗憾 曹破炎 找来一块破布 丢到井下 把纹染的身体盖好 破布和井底颜色相近 这样 就算有人俯瞰井口 也看不出里面有人 然后 他把井口 用几块石头压好 离开了火站 这一处坊 可比北边荒凉多了 附近几乎没有人烟 只有几排废弃已久的 破旧房屋和土地庙 不时有乌鸦 飞过缠着破布的翻杆 甚至还有野狗出没 一闪即逝 曹破炎一边警惕地 左右望着 一边信步朝着外街走去 走过约莫两个街口 才看到一处坊内小市 小贩们 以卖汤饵 胡饼 菜羹 等廉价吃食为主 周围 还有些 卖针头线脑的杂货摊 在不远处的土坡上 有一处 悬着个青葫芦的小院 远墙不高 门口摆着三口大青瓮 此时 有几十个衣衫褴的企儿 散落在院子外头的斜坡上 横躺树卧 一派慵懒 这里应该就是龙波所说的病房 据说此地专门收容长安城乞丐病患 还会提供诊疗和药物 曹破炎实在不能理解 大唐的钱难道真是没地方花了 草原可从来不养这些废物 曹破炎静止走过去 闻到阵阵酸臭 企儿们像山猴一样互相捉着狮子晒着太阳 对这一个闯入者毫不关心 他微皱着眉头 搜寻带着花锣加福头的人 这并不算难 因为大部分企儿都是裸头散发 很快他找到了目标 有一个人正靠着一棵松树打盹 他身上裹着布袍 身下垫着退毛的旧沾坛 头上歪歪带着一顶碎花福头 在一群衣衫不整的企儿中显得格外醒目 我需要几个人 曹破炎走到他面前单刀直入 那人打了个哈气 用沾满岩屎的斜眼懒洋洋的打量了他一下 没说话 曹破炎从腰间解下一个屈嘴小银壶 壶两面赞刻着一匹栩栩无声的奔马 这是他在草原骑马时随身携带的酒壶 如果你能做到 这件东西就归你了 第六章伸出 天宝三载元月十四日伸出 长安西区第三街光德坊 徐斌一卷一卷地翻阅着记录 手指划过粗糙的纸边 莫字一行行跃入眼帘 刚才李思成说了一句气话 所有能点着的东西都给我彻查一遍 这给了徐斌一个新的灵感 能引起火灾的可未必只是有啊 每天运入长安城的物资 少说也有几百种 能点着的可真不少 徐斌寻着这个思路 调来了这几天的报官资料 去查分类目录 看是否有可疑的大宗易燃品 可是查了很久 他却一无所获 易燃品不是没有 大宗交易的也很多 可徐斌仔细一琢磨 发现这些都不切实际 柴新太占地方 植草亦然也溢灭 竹木运输太麻烦 竹高不捐 丝麻成本太高 想用这些东西制造一场火灾 很容易 可是要迅速焚进整个长安城 太难 靖安司之前做过悟性模拟 结果发现 油 且只有油 才是迅速引发大面积火灾的最佳手段 它易于隐蔽运输 长于流动 易燃 而且火力凶猛 突厥人 如果打算在今晚烧掉长安城 油 是唯一的选择 这根本还是靖安司早先得出的结论 徐斌颓丧的把文毒推开 揉了揉酸痛的眼睛 觉得自己纯粹是想生官 想疯了 他正想吩咐仆役 把卷宗卸走 胳膊肘一抬 旁边的燕台 被碰掉在地上 哗啦一声 摔成树块 墨汁飞溅 撒得到处都是 徐斌正正地注视着地面 忽然一拍脑袋 猛然抓住仆役的胳膊 他急声爆出一连串编号 让仆役迅速把指定卷宗调过来 徐斌蹲下身子 但没去捡艳台 而是用指头去蹭 撒在地板上的墨迹 很快 指尖便蹭得一片油黑 徐斌的嘴唇不欺然地翘了起来 双眼放光 静安司的卷宗存储很有规律 调阅方便 没过多一会儿 仆役便把他要的文卷取来 徐斌连树袋都等不及解 一把扯开 匆匆浏览了一番 他很快就找到了想要的东西 先是欣喜 然后是惊讶 到后来脸色变得严峻起来 他把文卷抓在手里 匆匆离开座位 走到沙盘前 李斌仍站在沙盘旁眉头紧皱 那条扶尘不断地从左手交到右手 又从右手交到左手 徐斌过去一拱手 李司成 李斌头也没抬 何事 卑职也许 大概已经猜到 突厥人或许打的什么主意 徐斌说的有些不自信 但丝毫不损语气中的兴奋 这句话终于打动了李斌 他转过脸来 讲 咚咚咚的鼓声自远方传来 一动动望楼 依次响起同样的节奏 逐渐游远极近 这鼓声很富特色 低沉清晰声音远播 这是特意从波斯进口的西皮鼓 专用于靖安斯传闻 绝不会和节鼓 接鼓 灯纹鼓之类的声音混淆 张晓静仿佛有感应似的 刷的一下睁开独目 有新消息进来了 而且鼓声很长 这很不寻常 此时崔气带着吕奔军的人 都分散出去搜查 留在张晓静身边的 只有姚汝能 他身间转异之直 一听到鼓声立刻跳起来 全神贯注的倾听 这一次的传闻出奇的长 姚汝能不得不一边听 一边用脚在地上记录 好在每一段消息 都会重复三次 不至于遗漏 长安望楼的传闻分成两种 一种是定式 比如三级一环 代表增援济制 五级二环 代表原地待命等等 另外一种则是运式 以开元二十年 孙勉所修唐运为敌 以卷运字依次排列 如二十六六 即卷二第十六运第六字 一查唐运便知是天字 定式最快 但内容受限 运式可以传送 稍微复杂一点的事 如果更复杂的事情 就得派人飞骑传书了 片刻之后 望楼传来一声 悠扬的号角声 表示传闻完毕 黄土地上 已经写满了一长串数字 姚汝能从腰间 掏出唐运的小册 迅速转译成了文字 有延州十只 今日报末料入城 不知所踪 张小敬一扫过去 灯石面色大变 鸟汝能有点不明就里 忙问怎么回事 石枝是什么 张小敬道 我在西北当兵的时候 曾经见过一种水 它是从盐缝里流出来的 表面上浮着一层黑油 手摸上去很黏 就跟肥肉的油似的 所以叫做石枝 当地人呢 会用草机 把表面这层浮枝收集起来 用来点火照明 特别亮 姚汝能起到 原来它还能点着 张小敬道 这个石枝不易起火 得用秘法炼制 再拿点燃的猪油 或者碧麻油去饮 可是一旦它点着了 便不死不休 我们在西域守城的时候 一罐这东西浇下去 一口气可以带走几十条人命 那油枝能把烈火 死死的粘在身上 怎么都甩不掉 弄不灭 我从没有见过 更凶猛的燃料 所以军中呢 叫它是猛火 以张小敬的坚韧 都为之动容 可见当日之画面 何等凄惨 姚汝能 倒吸一口凉气 玄机 脸色急剧变化 难道说 突厥人 已经把这么危险的东西 弄进城了 张小敬沉重地点点头 若是大量使用石枝 一夜焚尽长安完全有可能 突厥人口中的雀乐祸多 很可能说的就是他 这么危险的东西 城门卫的人怎么能随意放入 姚汝能问道 张小敬道 石枝旨在九泉玉门 严州等地有产 只有当地人和驻军知道一点 关中百姓 比如你 恐怕连这个名字都没听过 何况突厥人 运进这些东西时 用了一个花招 他的指头指向了 墨料二字 墨料 姚汝能不解 石枝烧起来之后 黑烟特别浓 所以严州那边呢 通常会用他的烟来做墨 做的盐墨 特别有名气 姚汝能属于暗毒 立刻听明白了 石枝可以燃烧 亦可以置墨 所以狼卫进城报官时 故意把它报成是墨料 而按照长安的规矩 原料和成品 同归为一类来入当 于是 这些石枝的入官记录 便堂而皇之地 被归入墨料 靖安司拼命在追查 油类和其他可燃物 可谁也想不到 去查看墨料 墨 那玩意儿又点不着 突厥人巧妙地 利用了这一个思维盲点 瞒天过海 就算有心人想查 也很难从报官记录中 察觉其中的问题 这些家伙真是太狡猾了 这种阴险的招数 都想得出来 姚汝能愤愤地感叹道 张小静听到这感慨 眉头一皱 隐隐有种不协调的感觉 他做了多年的不良帅 对矛盾的直觉一向很灵 不过眼下 还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当务之急 是赶紧找到 狼卫们的落脚地点 如您描述的那样 石枝应该是黑色的年枝 如果洒落在地上 应该会很醒目吧 找找附近路上的洒落痕迹 姚汝能提议 张小静摇摇头 突厥人既然有本事 把石枝运进来 对这种事肯定有防范 只要密封木桶 下面垫上几层甘草 就能保证没有遗撒 那可怎么办呢 张小静拍了拍身旁的猎犬 石枝会散发出一种刺鼻的味道 燃烧时味道更重 所以它只适合户外火把照明 从来不能用来屋里 点烛或者烧饭 没办法 那东西太呛 所以我们呢 我们可以试着找一找 附近有没有奇怪的味儿 姚汝能眼前一亮 可很快又有一个疑问 但是这狗 它得先有个参照 才能找啊 咱上哪儿 给它问石枝去啊 张小静伸手朝西边一指 金光门 金光门在长安西侧中段 东去一条街便是西市 是西来商队的必经之路 运石枝的车队 从严州而来 肯定会从这里入城 按照检查流程 卫兵会用长矛捅入桶里 防止藏人 这玩意儿很难洗掉 让城门卫 把那根长矛找到就够了 张小静道 金光门离这里很远 姚汝能一听 立刻上马要赶过去 却被张小静给拦住了 你不必去 若我猜得不错 金安斯的飞骑应该快到了 会带来我们想要的东西 说完 他望向空荡荡的街道尽头 信心十足 你这么笃定 因为李思成 必须这么做 张小静淡淡道 姚汝能 毫不掩饰对李璧的崇敬 李思成可真是天宗英才 十之末料 这么巧妙的圈套 都能被他识破 张小静 微微一笑 没有纠正 识破 十之这事 应该是徐斌想到的 从前两人一起吃饭 他曾说起过 西域军中的一些风土人情 随口提到过 十之这种奇物 没想到 徐斌记性这么好 现在还记得 他在长安的朋友不多 徐斌算是香蕉最长的一个 这家伙 若能是借这个机会 立下大功 适贺受官 也算完成了一个 积年夙愿 希望赶得及 我们耽搁的时间太多了 张小静望着逐渐 黯淡下来的天色 喃喃说道 姚汝能 看到他一脸忧色 心中不由有些触动 他本来 对这个死囚犯 疑心重重 可经过一系列事情 他发现自己错了 张小静的一举一动 虽可伤阙 但绝无私心 甚至为此 差点送了性命 姚汝能 犹豫片刻 忽然双手抱拳 单腿跪地 之前 卑职对张都尉 多有猜疑 自请责罚 还望张都尉 不要因一人之错 而心怀怨愿 耽误静安大事 张小静 饶有兴趣地 看着这个 张红脸的年轻人 你是不是觉得 我这么尽心竭力 不太正常 对吧 是 卑职本以为 张都尉言不由衷 必有所图 姚汝能 直接了当地承认 为了长安 合成平安 这理由 若是李毕说的 他心 但一个对朝廷 怀有怨愿的死囚 这么说 未免太假了 在他眼里 张小静追查 是掩饰 伺机逃走是真 这才合乎人心常理 可现在 姚汝能觉得 脸颊热辣辣的疼 他想逃开 这尴尬的场面 可又不能逃 如果不坦白地 向张小静道歉 姚汝能 恐怕一辈子 也没法原谅 那个愚蠢的自己 张小静 没有把他搀扶起来 也没有出言讽刺 他摸索着脚边 细拳的顶毛 缓缓扬起头 视线 越过姚汝能的尖头 看向远处 威额雄伟的大雁塔 眼神一时深邃起来 汝能 你曾在古语前后 登上过大雁塔顶吗 姚汝能一正 不明白他为何 突然说起这个 那里啊 有一个勘塔的小沙迷 你给他半吊钱 你就能偷偷地 爬到塔顶 看尽长安的牡丹 这个小沙迷攒下的钱 从来不乱用 总是偷偷地 去买鱼 然后呢 到慈恩寺 去喂那边的小猫 张小静慢慢说着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姚汝能正要发问 张小静又道 生道房里啊 有一个专做 毕罗饼的回虎老头 他选的芝麻粒特别大 事先翻炒一次 所以这饼啊 刚出炉的时候 味道极香 我从前当差 都会一早赶过去 守在访门 一开门呢 就买几个 他扎了扎嘴 似乎还在回味 啊 还有普济寺的雕壶饭 初一十五才能知道 和尚们偷偷加了荤油 哎呀 那味真是不错 张都尉 你这是 东士达罗约呢 是个驯骆驼的好手 他这一辈子 就是想在安逸坊 制个产业 娶妻生子 彻底扎根在长安 长兴坊 有个姓靴的太长月宫 是庐陵人 每到晴天无云的半夜 他一定会去天津桥上 吹笛子 说是用月光来洗笛笛声 我替他呀 遮过好几次翻夜禁的事 还有一个住在 重人坊的舞姬叫李十二 雄心勃勃 想比肩当年的公孙大娘 他练武啊 练得这脚都磨烂了 得用红绸子裹住 哦 对了 云兰盆节放盒灯的时候 满盒皆是烛光 你呢 沿着龙手取走 会看到一个瞎眼的阿婆 沿渠叫脉 折好的纸船 说是为他的孙女啊 攒钱买副铜簪子 可我知道 他的孙女 早就病死了 说着这些 全无联系的人和事 张小静语气悠长 独眼闪亮 我在这长安城啊 当了不良帅九年 每天打交道的 都是这样的百姓 每天听到 看到的 都是这样的生活 对达官贵人们来说 这些人 根本微不足道 这些事 更是习以为常 但对我来说 这才是鲜活的 没有被怪物吞噬的 长安城 在他们身边 我才会感觉 自己还活着 他说到这里 语调稍微降低了些 倘若让突厥人得逞 最先丢掉性命 就是这样的人 为了这些 微不足道的人 过着习以为常的生活 我会尽己所能 我想要保护的 是这样的长安 我这么说 你能明白吗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坦诚 姚汝能心潮起伏 无言以对 这家伙的想法太独特了 对朝廷怨愤 可又对长安百姓 怀有悲悯 这忠义二字 该怎么算才好 您 一直是这么想的 张小静咧开嘴 似笑非笑 十年西御兵 九年长安帅 你觉得呢 这时 远处马蹄翻腾 烟尘滚滚 两人迅速回复到 认识状态 不多时 一记非至 将腰间鱼筒 和一根 鹿饼长毛 送到他们面前 姚汝能接过长毛 毛间 果然沾着点点黑字 凑近一文 腥臭刺鼻 张小静拆开鱼筒 从里面拿出一张 写满字的纸条 总司查清楚了 负责运送的是 苏记车马行 他们五十前后入城 但是随后不知去向 脚总 车夫 马车 没有回行里报到 张小静把纸条 揉成一团沉声道 我估计 多半被灭口了 马车被擦去痕迹 想找 也找不到了 姚汝能这次 倒没有怎么义愤填膺 一来呢 他觉得帮敌人 运东西的家伙 活该去死 二来经过这几个时辰的奔波 他对狼胃的凶残 已经麻木 张小静把毛尖给猎犬 绣了一下 拍拍他的脑袋 猎犬 先是打了个不悦的喷嚏 然后扬起脖子 耸动鼻子 朝着一个方向 狂吠树声 若不是张小静 牵住江省 他就窜出去了 事不宜迟 我先走 你等崔气急和手下 跟上来 以谎言为号 姚汝能环顾四周 这才意识到 他们犯了一个 不大不小的错误 崔气急于将功折罪 刚才把吕奔军 化整为零 分散到四周珠坊 现在要想收拢部队 得花上一段时间 也就是说 在这之前 张小静将处于 孤立无援的境地 您身上有伤 又是一个人去 太危险了吧 每个人都得为 自己的选择负责 张小静简单回了一句 松开牵绳 那猎犬 嗖的一下跑了出去 他迈开大步 紧随其后 姚汝能看着一人一狗 消失在坊墙拐角 又鱼瞬间的晃神 石枝的味道特别刺鼻 所以猎犬追吻起来 毫不迟疑 他在坊间 钻形拐漫 发足狂奔 张小静 必须全力奔跑 才能跟上 周围的行人 好奇地看着这一人一狗 还以为是什么心杂耍 两侧居然还有喝彩了 猎犬一口气跑出去将近两里多路 中间还耽搁了好几回 他只知道跟着那气味直线前行 不懂绕行 好几次一头钻进死胡同 对着高强狂吠 张小静不得不把他拽出来 重新再搜寻 当他们好不容易追到一处访门时 猎犬停住了 在地上来回蹭了几圈 沮丧地呜了几声 味道在这里消失了 猎犬无法再继续追踪下去 毕竟时间过去太久 不过这已经足够 张小静给他重新套上牵绳 还把他长长的前吻 用细绳缠上 万一这里真是狼位的藏身之处 狗叫说不定会惊动他们 张小静看了一眼 坊门前挂的木牌 写着昌明坊三字 墙根栏前随处可见杂草丛生 门前的土路上车折印很少 可见住户不多 荒凉寂静 这个房里甚至连静安寺的 专属望楼都没有 毕竟预算有限 先要优先覆盖人烟茂密的 北部租房 这种荒房暂时顾及不到 这意味着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 没法及时通知外界 张小静想了想 不记得这房里有什么特别的建筑 如果徐斌在就好 那家伙什么都记得 他放缓了脚步 慢慢走进去 房门附近一个护卫都没有 想必都跑出去过上元节了 昌明坊现在处于完全的开放状态 任何人都可自由出入 这可真是个绝佳的藏身之处 张小静进了房后 左手把铅绳半松 约束着猎犬朝前一点点走 同时眼睛左右观察 右手扣住寸弩 随时可以射击 如果狼卫真把食肢存放在这里 那么现在 他应该已经进入敌人的哨探圈了 不过张小静并不担心 万一真有异常 一枚烟丸炙出去 便可以标定地址 就算突厥人自己跑了 食肢也来不及运走 没了食肢 突厥狼卫不过是群穷途陌路的恶徒罢了 张小静的前方是一处十字街 若在北部 这里将是最热闹的地段 沿街必然满是商铺 不过昌明坊的这处十字街 只有灵星几处土屋 被一大片光秃秃的怀目林掩住 林间有一些游动小商贩 驼马和推车横七竖八 卖货的倒比逛街的多 在林子右侧有一处土坡 坡顶有个小院 门前悬着个大葫芦 与其说这是长安城内的住房 倒不如说这是远郊野外 这么荒凉的地方 如果有大车队进来 应该会很醒目才对 张小静本想凑近去打听一下 不料猎犬突然前肢伏地 发出呜呜的低吼声 他独目一领 注意到附近有三个人影靠拢过来 张小静飞快地抄手在怀 把寸弩掏出一半 浑身肌肉紧绷 蓄势待发 等到人影靠近 他才看清 都是起而装束 个个穿着破破烂烂的旧袍破袄 把手揣在袖子里面黄肌瘦 这一脸菜色非得数月不食肉才能养成 断然不是临时伪装 于是张小静双肩略微放松 不过呢 手还是紧扣着弩机 这些起而盯着张小静 也不靠近 也不远离 一直保持着二十多步的距离 紧紧跟随 张小静冷哼一声 脚步加快 那些起而也跟了过来 他忽然停在一个卖绝根饼的摊前 买了个饼 起而们连忙原地驻足 扬坐东张西望 张小静给小贩扔下了几枚铜钱 拐进前方一条半塌的砖墙巷子 那些起而紧随其后 打头了一个钢拐过去 恶然发现 院子里居然只剩下一条 拖着千绳的狗 他有点疑惑的环顾四周 心想 这人究竟跑哪儿去了 在下一个瞬间 一阵灰粉粗然扑面 迫使整个人眯起眼睛 这时候 一个人影从墙头跳了下来 手刀劈向后脖颈 让他一下子便趴在地上 动弹不得 这灰乃是草木灰 是张小静刚才买绝根饼时 顺手在摊上抓的 绝根生吃 会得富侠 需用草木灰同煮去毒 所以卖绝根饼的都会准备一些 对付这几个歇小 还用不着动弩或者钢刀 后面两个起而一见同伴玉席 第一个反应就是转头便走 张小静捡起两块砖头 扬臂一砸 正中两人后脑勺 先后扑倒在地 猎犬飞奔过去 恶狠狠地撕扯着他们的衣袖 起儿们发出惊呼 徒劳地挥动着手里的竹竿 张小静走过去 端起手中钢刀 慢慢对准了其中一个人的咽喉 仿佛在等待什么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急切地从林中传来 请阁下刀下留人 张小静唇边都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 把刀收回去三寸 侧过头去 看到一个带着花锣夹斧头的企儿 站在不远处的树下朝这边看过来 他们只是受人之托 与阁下并无仇怨 放过他们三条狗命 甲石漆必有回报 这自称甲石漆的乞丐头倒也果决 一见苗头不对立刻现身阻止 张小静当过九年不良帅 知道这些城湖涉属的眼线遍布全城 消息灵通 甚至有时官府都得找他们打探 今天无缘无故的被起而坠上 必然有人在幕后主使 只要逼出这些人的首领 事情就好办多了 张小静没有撤走刀势 也不说话 只是用毒眼冷冷地盯着那人 甲石漆脸色微微一变 这位一望庄树便知是宫门中人 可寻常公差只要听说有回报 便不会纠缠 怎么这位上来就是要命的架势 他本想多说一句 忽然觉得来人面色有些眼熟 尤其是左边那个干涸的眼窝 透着森森的杀气 甲石漆心里转了一圈 陡然想起一个人的名来 你是万年县的张延罗 昌明坊在长安西南隶属长安县 可乞丐们的耳目可不会这么局限 万年县的五尊阎罗狠毒辣拗绝 说的不是五个人 是一个人 这毒眼龙是尽量要避开的狠角色 谁让你们跟着我的 张小静淡淡道 甲石漆心中急转 封闻此人已经下了死牢 可见这传闻不实 他急忙双手一拱 若早知道是张帅 我们哪有这么大胆子呀 这摊事我们上岸 不汤了 是谁 甲石漆强笑道 您懂的 这个可没法说 江湖规矩 张小静倒转杖刀 往下一插 随着一声惨叫 刀尖刺入一个起儿大腿 又拔出来 血花直冒 甲石漆嘴角一抽 脸色转沉 这三条烂命 您若能放过 全长安的起儿 都会念您的好 反过来听这句话 如果他不放 全长安的乞丐 都会成为敌人 扑斥一声 第二刀干净利落的刺入身体 张小静是死囚 最不怕的就是这种威胁 他也不吭声 只是一刀一刀的戳着那几个倒霉的起儿 惨叫声起伏不断 构成了无形的巨大压力 偏偏那三个倒霉鬼 一个都没死 一个个扯着嗓子嚎得正欢 张岩王是故意手下留情 为了让林外的其他起儿听见 这让贾时期十分为难 起儿之间最看重抱团 可以与死 冻死 被父父打死 但不能被自己人害死 贾时期若见死不救 只怕以后会人心丧尽 这个张岩王看似蛮横 实则深谙起儿规矩 没用多少挣扎 贾时期便做出了抉择 区区一个饮酒壶的代价 还不值得让起儿豁出命去保密 何况他注意到 有一把黑色手弩挂在张岩罗腰间 这是军中采用的无据 恐怕背后还有更厉害的势力 好 好 我说 贾时期不再隐瞒 举着手从林子里走过来 他告诉张晓静 说有个胡人给了他一个饮酒壶 让他们在坊门看着 若有可疑的人入坊 就去日南王宅通知他 日南王宅 对 就在本坊的东南角 贞观年间 有个日南王来朝 在这里起了一大片宅子 后来他回国 宅子就荒废了 不过呢 这占地可不小 这个描述 很符合突厥人藏身之处的要求 偏僻 宽阔 有足够的房间 张晓静又问了几句 来人相貌穿着 贾时期 索性尽数土路 与草破岩高度符合 张晓静听完 一拍他的肩膀 示意前面带路 贾时期知道 抗议没用 只好让那三个倒霉企儿 互相搀扶着 先回药局 然后自己带着张晓静和猎犬 朝日南王费远走去 昌明房里 着实荒僻 那些两侧房屋料料 多是坑坑洼洼的土坡和林地 居然 还有着那么几块庄稼地和水池 正因为地不值钱 他的占地面积 起码比北坊大出一半 所以 虽然是在坊内行走 也颇废绞成 走到半路 张晓静忽然问道 你今天 有没有看到大量马车入访 您说笑了 这地方 鸟都不拉屎 一天都未必有一辆 贾时期看他脸色又开始不对 赶紧改口道 今天肯定没看到 访门那里有什么动静 可逃不过我们兄弟的眼线 张晓静 眉头一簇 没再说什么 两人一狗 走了小一刻 这才到了日南王的废园前 这里 断圆残壁 荒草丛生 不过 内院大门的大模样尚在 两扇黑漆剥落的门板紧紧闭着 门楣上的牡丹石雕 纹路精细 依稀可见 往日豪奢气象 贾时期说 那胡人的要求是 一旦发现访外有可疑之人进来 尽快前来这里通报 不必敲门 直接推门直入便是 张晓静闪身藏在门旁 牵住戏犬 拽出手弩 贾时期 壮着胆子 站到院门前 按事先的约定 双手去推门板 门上没锁 轻轻便能推开 随即 只听得啪哒一声 似乎门内有什么东西落地 贾时期还没顾上看 一道黄烟 一腾空而起 张晓静大惊 一把拽开贾时期 先闯了进去 他低头一看 一个烟丸在地上 污渍冒着浓烟 上头还拴着一截细绳 他急忙把烟丸 丢到了附近的一处雨塘 可先前冒起的黄烟 已经飘飘摇摇地 飘上了天际 在晴空之下 格外醒目 张晓静回过头 立声问道 他回日南王费园 是你亲眼见到的 还是他自己说的 贾时期说那人 亲自去药局发的委托 然后就离开了 并未亲见其返回费园 张晓静黑了一声 这些狼卫果然狡狭 曹破炎从一开始 就没有信任过这些企儿 他故意报了一个假地址 这样一来 就算是静安司追查到这里 也只会被企儿 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去 那一枚烟丸 应该是突厥人 在从张晓静身上搜走的 他被绑在了门板背后 一惊推开便自行发烟 这样一来 躲在真正藏身之处的狼卫 便立刻得到警告 争取到撤离时间 一个小小设置 一石二鸟 既误导了静安司 又向狼卫示警 曹破炎把这个烟门 真是用到了极致 现在黄烟已起 那些突厥人 恐怕已经开始准备跑了 而静安司的部队 还迟迟收拢不起来 张晓静狠狠抓住 贾石器双肩 急声道 这房里哪还有大园子 或者大宅 要离日南王费园最远的 贾石器略做私损 这里是东南角 距这最远的是西北角 有一处砖瓦窑 不过停工已久 张晓静独眼力忙一闪 让他大略勾画了一下路线 走出去两步 忽然回过头来 你现在马上回到坊门口 见到有公差 或者吕奔军过来 把他们截住 只去砖瓦窑 贾石器抄手笑道 张帅皇上不拆饿 话还未说完 张晓静冷笑道 让你们放风的是突厥人 他们要在长安城作乱 一听见这句话 贾石器脸色刷得白了 这才知道 自己惹了颇天的祸事 一个里通外贼的罪名砸下来 昌明坊的起儿 一个也别想活 无论是刑部还是大理寺 都不会认真调查 是不是冤枉 他们需要的是抓一批犯人 好有个交代 他急忙抓着张晓静的胳膊 哀声道 我一人死不足惜 可那班兄弟却是无辜的 恩公请救命啊 张晓静看了他一眼 叹道 你等一下就说是 剑贼心仪向我出手 也许能救你一命 然后又低声交代了一句 猛然把他推开 牵着狗大步急走而去 贾时期把花罗家斧头摘下来 头上已浸满汗水 张晓静这么说 是愿意替他圆这个谎 至于成不成 就全看造化了 他睁睁地望着远方的背影 忽然如梦出行 把斧头随意扣在头上 撒腿往坊门狂奔 张晓静跑了十几步 把牵口的绳索松开了 现在已不必顾虑打草惊蛇 得靠猎犬嗅觉指引 那猎犬早已焦躁不安 一解开绳子 脱枪一般冲了出去 直直冲西北而去 人或许闻不出 可对狗鼻子来说 此间石枝的气味已十分强烈 有以西北为甚 不斥暗夜明灯 他们一路斜跑 穿过大半个内访 遥遥可看到 远处竖着一根砖制烟囱 这是摇炉的典型标志 再凑近点看 看到一条高大的曲墙 挡住了去路 墙砖隐隐发黑 这是常年靠近高温炉子的特征 这里应该就是 甲石七说的砖马窑了 一条平整的黄土小路 蜿蜒伸向一座木门 两侧树木疯涨 不成格局 张小静放缓脚步 把猎犬换了回来 稍作休息 眼下等静安司的人聚拢过来 恐怕还得一段时间 这里如果囤积十只的话 守卫一定不少 他必须谨慎 他试探着朝前又移动了几步 大半个身子已经站在黄土路上 按道理 这里当有一个外围观察哨 早该发现他的动作了 可围墙那边毫无动静 仍是一片静悄悄的 不对 守卫人数应该不多 张小静改变了想法 如果人手充裕 狼卫根本不会雇佣起而放风 更不会在日南王费园搞什么机关 他们如此处心积虑 恰好暴露出狼卫捉襟见肘的窘境 张小静算了一下 今天上午 吕奔军在西市的突袭 干掉了十五个 他在仙教辞前杀死一个 修正坊一共干掉了五个 加在一起二十一个 这个数字至少是混入长安城的 突厥狼卫的半数 突厥人太穷了 没能力再投放更多资源了 要靠剩下的人控制这么大一个窑场 还要兼顾十肢的谢运 实在太勉强了 张小静深吸了一口气 决定在援军来之前 独自去闯一闯 此举至少能打乱敌人的部署 争取足够的时间 更重要的理由是 他得赶在静安司援军抵达前 先找到文然 他小心地把猎犬拴在旁边 轻易地揉了揉他的颈毛 再度站起身来 在西域锤炼出的凶悍杀气 自他身上猛烈的薄伐 张小静挽起袖子 最后检查了一下手弩 他左边的小臂露出一截刺青 这刺青是一把断刀 刀挤中折 笔触浊浦而刚硬 文武记啊 咱们第八团又要跟突厥人打了 你在天有灵 好好保佑你闺女 张小静的声音既似叹息 又向祈祷 那一只独眼光芒欲胜 他从腰间兜带里 掏出了两枚烟丸 双臂一阵丢了出去 两道黄烟扶摇直杀 在距离张小静 只有三十余步的曲墙内侧 曹破岩正在手搭梁棚 朝东南方向望去 那里有数缕黄烟 尚未被北风吹散 看来静安司的人 已经进入昌明坊了 对此曹破岩早有心理准备 甚至觉得他们来的比想象中还要慢一点 他已经把这个情况通知货站里面 龙波表示 这边的工作也差不多完成了 时机真是刚刚好 接下来就按计划执行吧 曹破岩把货站的大门从这边锁死 然后将那把搅货的手弩拿出来 用食指沿着弩槽边缘捋了一遍 其实他并不喜欢这种武器 既阴险又小气 相比之下 还是曹破岩的奇功更合胃口 可惜他的手臂受了伤 现在就算有功在手也拉不动了 真想在草原上再射一次黄阳啊 曹破岩眯起眼睛 端详了一番自己虎口上的老旧剪子 这双手恐怕已经没机会握功了 腾腾两声 两道黄烟在取墙另外一侧升腾而起 这说明敌人已经近在咫尺 他收起感慨 眼神转而冰冷起来 就像一头冬天的狼 他已是削去顶发之人 无权逃走 注定只能死守在这里 用生命为货站争取时间 曹破岩用手摸了摸项链 似乎要从中汲取力量 迎来他人生中最后一次战斗 大门依然安静 墙头上突然冒出了一个人头 曹破岩抬手射出一弩 同时身子一歪向旁边闪去 弩剑正中人头 却发出刺入草团的声音 与此同时 一支弩剑从另外一侧飞射过来 恰好盯在曹破岩脚边的土地上 张小静的身影跃入院内 一个迅速的翻滚 落在离曹破岩三十步开外的开阔地带 两人调整了一下姿势 四目相对 意识到犯了同一个错误 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宜寡敌重 可一交手才发现对方居然只有一个人 曹破岩 张小静喊出他的假名字 这个让整个长安为之不安的凶徒 终于被静安司再度追上 放下武器 还有活命的机会 曹破岩没有回答 扔开空弩 抽出腰间的匕首 长安城对武器的管制太严格 除了几支劣质短弩 狼卫一直用来战斗的只有匕首而已 张小静也迅速把空弩扔掉 在劲敌面前不可能有重装的余裕 还不如直接进入白刃战 他手里的杖刀虽然轻短 但比匕首还是要长许多 优势在这边 张小静用的是大唐军中刀法 直来直去 朴实刚猛 按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曹破岩应该柔身抢弓 可是他却不急不忙地游斗起来 这个策略固然暂时不会为敌所伤 但也休想伤到敌方 两人交手了数个回合 张小静忽然意识到 对方并不是怕死 而是在拖延时间 他的独眼朝曹破岩身后瞄了一眼 看到是一个很大的木质货站 大门紧闭 外头悬着铁锁 坏了 他是在给同伙 拖延时间撤退 张小静一念及此 手里的杖刀攻得更加猛烈 曹破岩紧握匕首 奋力抵挡 当当的呼吸声 充斥整个院落 张小静毕竟是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 经验丰富 很快就发现 对手的左手肘受了伤 无论怎么移动 都保持着一个奇怪的角度 于是 他有意识地加大了对左边的打击 这一下子正中曹破岩的软肋 后者左肢右处 很快便伸中树刀 虽然并非致命伤 可此消彼长 在高手对决中 很快露出败象 就在这时 院子外面传来纷乱的脚步声 随即大门 砰的一声被狠狠撞开 门外站着的是崔气 他亲自扛着一根撞门原木 如同怒目金刚 几十个旅奔军士兵 从他两侧蜂拥而入 看来 贾时期及时把消息传出去了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曹破岩的动作 有了一瞬间微微的沉滞 张小静仗刀一挥 滑向他的咽喉 曹破岩反应极快 身子向后急退 堪堪避过 可他脖子上那串彩石项链 却猛然弹起来 正好迎上刀刃 刀刃过出 继绳断开 绳串上的小石头 纷纷散开坠落 这时 曹破岩做了一个 出乎意料的动作 他脚下反向一蹬 整个身子再度前倾 试图伸手去抓那些彩石 只听见扑斥一声 张小静的刀尖 正好将其腹部 刺了一个对穿 可曹破岩的动作 并未停顿 他仍奋力摆动着手臂 想努力接住 哪怕一枚 可惜 彩石一掉落在地 滚得到处都是 怕头颅一扬 口中发出一个意义不明的 突厥阴结 似乎是什么人的名字 可惜 没人能听清 曹破岩就这么顶着杖刀 慢慢垂下头去 张小静一惊 曹破岩可不能死啊 有太多事情在等待答案 他不敢把刀抽出来 只能一手握住刀柄 一手搬住曹破岩的肩膀 凑近耳边 急切喝道 你们抓来的那个女人 在哪 可对方全无回应 张小静注意到 这狼卫的头顶 被削去了一片头发 露出头皮 突厥习俗 被削去顶发的人 等于被提前 收走魂魄 难怪曹破岩早存死至 他早就是个死人了 张小静愤怒地 摇晃着他的肩膀 试图把他唤醒 可狼卫的身子 软软地向下探了 在两人身旁 大批旅奔军士兵冲过去 直奔霍站而去 破门 一声中气十足的声音 从院子里响起 崔气此时已经恢复了精神 在他看来 曹破岩只是个小喽啰 生死无所谓 真正的大菜 在眼前的霍站里 这个霍站 是用砖瓦窑的库房改装的 门户皆用的翠梨木 根本没办法具现而守 几十名旅奔军飞速奔过去 带头的士兵 推了一下大门 发现从里面被拴住了 外头还有锁 他们根本不等抬来撞门木 手起刀落 顺着门缝狠狠劈下去 大刀去世猛烈 先劈断了锁头 又把门内横架的木门栓 斩断了一多半 但这把百炼钢刀 也被生生地崩断 另外一名士兵上脚猛踹 咣当一声 硬是把大门生生踹开 两人一组 并肩持弩突进 十几个人 依次余冠进入霍站 一进去 气息极其呛鼻 能把人熏一个跟头 士兵们 先定一下心神 才观察里面的动静 这是一间空荡荡的宽敞库房 中央摆着两口大瓮 瓮顶压着石盖 底下用石块和柴心架起 简单的烧灶 火势正旺 灶上 瓮上 都是一滴滴的黑色污渍 地面上 还有许多细碎竹蟹 在库房的尽头 是另外两扇敞开的大门 门口 是一个高出地面四尺的卸货平台 空荡荡的空无一人 士兵们互相看了一眼 都是一脸狐疑 手里的弩机保持平端 谨慎地朝前挪动脚步 院外拴着的猎犬 突然没来由地大叫起来 张小静耸了耸鼻子 连忙放开曹破烟的尸身 朝催气狂口道 快叫你的人撤出来 快点 催气莫名其妙 张都尉 莫急 我看这次 话音未落 货站里突然传来一声 剧烈的爆炸 震耳欲聋 这屋子在一瞬间 膨胀了一下 赤灼的火焰 从大门与窗口咆哮而出 煞食热浪四溢 宛如老军的炼丹炉 货站外头 站得近的士兵 猝不及防 纷纷被震翻在地 远处的人也感觉 面孔淫淫有灼伤之感 痛苦不堪 整个院子的人 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炸蒙了 足足十个弹指 竟没有人做出反应 大家都像慕咏一样 僵在原地 耳朵嗡嗡作响 直到催气近乎绝望的怒吼 在院子上空响起 众人才如梦初醒 七手八脚的去救伤员 崔气恍然看向张小敬 爆炸前 他喊过一嗓子快撤 一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张小敬的脸色 像是被墨北朔锋吹过 嘴唇颤抖着 吐出三个字 蒙火雷 早在高宗朝时 大唐的炼丹道士们便发现 把萧石 硫磺 与灶脚子烧成的黑炭 混杂在一起 可起亮焰 为之蒙火 在西域的艰苦战事中 唐军中的某位工匠 别出心裁 把石枝用特别的密法调制后 与碎木屑 油体籽 白鳞搅拌 加热后 灌入一个密封陶罐 封口处 捏制一团猛火 再把一节 毕麻油浸泡过的干藤 顺罐口引到外侧 使用时 先把干藤点燃 烧至陶罐口 便会引发猛火 猛火急炽热 与掺了易燃物的调制石枝一碰 事成龙虎相斗之势 威力惊人 因为它爆炸时 声若惊雷 因此得名猛火雷 寻常石枝 根本没法引爆 非得是这密法调制后的石枝 方有此威力 懂得这种调制手艺的降师极少 工艺太复杂 而且猛火雷又极易误炸 因此西域唐军用的也不多 可谁又能想到 只知公马的草原蛮子 不知从哪里找来会猛火的降师 居然在长安城的复兴 造出这等危险的东西 幸亏张小敬在西域经验丰富 一闻到了那一股子熟悉的硫磺味 立刻反应 否则伤亡会更惨烈 看着爆炸的声势 货战里的猛火雷存量着实不小 他们应该早算准了 会被静安司偷袭 预备了这一个杀招 守在前面的曹破岩 一开始就是为猛火雷 当幌子的牺牲品 在静安司众目睽睽之下 整个货战疯狂地燃烧起来 就像一只冒着浓烟的明亮火炬 它的结构暂时还没垮塌 顺着窗口和敞开的大门往里看 可以看到货战内已成夜火地狱 那十几个先冲入屋子里的 吕奔军士兵 下场之凄惨不必多说 这幅景象太过冲击 饶使这些永恨的士兵也只能把头转过去 个个面色凄然 崔弃铁青着脸颤声问道 难道这是一个诱我们入服的圈套 张晓静摇摇头 不对 杀伤我们没有意义 他们搞这个是为了阻止我们追击 方便他们尽快转移加工好的蒙火雷 催气倒吸一口凉气 两枚蒙火雷就已经有偌大威力 若是这样的东西有个几十枚 他急到 可我们入访之后就直奔这里 没看到他们的踪迹啊 张晓静抬手一指 在熊熊燃烧的货战尽头浓烟弥漫 但可以隐约看到 对面有另外一个出口 连卸货平台的轮廓都能看到 这里本就是砖马窑 生产量大 车子进出频繁 走昌明房访门的话极不便的 所以窑主应该奏请过余部 破例从正对着窑厂的访墙上 直开一道门 这样运货车可以很方便的直接上街 突厥人的马车进出都是通过那里 昌明房的企儿自然看不到 先前张晓静问过贾时期 后者表示今天没看到大量马车入访 当时他就怀疑另有出口 如今果然证实了他的猜想 这不能怪任何人了 砖瓦窑倒闭很久了 哪里还会有人记得住这些陈年的细节 突厥狼位 让曹破颜挡在前头 然后从这里偷偷溜了出去 可惜这个出口被大火锁阻 彻底熄灭之前 谁也休想靠近 静安司就差一步 没料到又被突厥人跑掉了 崔弃面如死灰 这玩意儿一旦在长安炸起来 他的性命基本上就到头了 不 还有机会 张晓静的独眼中锐光一闪 蒙火雷这种东西 无法提前置备 必须限加热限用 他们肯定刚走没多远 运送十只的马车 速度不会很快 现在追 应该追得上 崔弃一听这话 眼底又恢复了一点生气 站起身来 沉生河道 我去通知望楼 发酒观鼓 嗯 这里交给你了 张晓静 转过头去 朝附近的坊墙根跑去 崔弃迷惑不解 不知他想干什么 张晓静到了墙根下 轻疏圆壁 交替踩着几处土圆 干净利落的翻上坊墙的墙头 然后回过头来喊道 统治李思成 让周遭所有队伍 看我烟号行事 交代完这一局 张晓静打了一个呼哨 过不多时 墙外街 一匹枣红色的骏马 飞驰而至 张晓静翻身跃下 稳稳地坐在安子上 他不坐停顿 一抖江绳 飞快地朝前持去 姚汝能骑着另外一匹马 紧随其后 原来张晓静 刚才让贾十七 给姚汝能带了一句话 让他牵着两匹马 沿墙根外侧 朝西北脚走 如今时间 比金玉还贵重 没时间从访门绕行 翻墙而出 最快不过 此时街上 已经有点乱套了 进城的民众 越来越多 看到昌明坊 突然冒起黑烟 都纷纷驻足观看 一时 罗马车队 都挤在一处 议论纷纷 张晓静策马猛冲 几次险些冲撞到客商 有个驼队伙计 骂骂咧咧不肯让路 张晓静 毫不客气的 就是一鞭子 腾得那家伙 原地跳起来 周围的人 这才吓得往两边躲 他们追击到 敦义 归义 即东敦义坊 西归义坊的十字街口 不得不停了下来 张晓静 朝着四个方向 眺望一圈 看不到任何可疑的踪迹 他焦躁地扯动僵声 马匹因为迟迟不走 不耐烦地打着响鼻 时间在一谈一谈地过去 逃顿的突厥人 却如同消失在大海中一样 这些家伙 现在带着极度危险的猛火雷 又可能挟持了王运秀 无论去哪儿都是大麻烦 这时 姚汝能一指地上 张都尉 看这里 张晓静低头去看 看到黄土地面上 有几滴如墨黑点 姚汝能翻身下马 蹲下身子 仔仔细细看了一会儿 昂头道 这末点并非垂堤浑原 源头向西 轴尾向东 应当是车子向西几尺时 顶峰低下 故有此行 突厥人 撤离得比较仓促 故不得重新密封 这些石枝低落下来 成了最好的指示 张晓静 冲他做了个赞许的手势 这年头 肯仔细观察的年轻人 可真是不多了 姚汝能得了夸赞 双甲浮起两片淡淡的红韵 可心里一响两人之前的举语 顿时兴奋劲 就淡了几分 走 张晓静并不关心姚汝能 那点小心思 拨转马头 急驰而去 姚汝能也连忙上马跟上去 当前要武 是把突厥人抓住 其他事情容后再说 他们跑过一个路口 姚汝能再检查了 一下石之以撒 发现突厥人 在永安通归 这个路口转向 一路奔北而去 变明了方向后 张晓静和姚汝能 同时倒吸一口凉气 突厥人走的这条路 是朱雀门街以西第三街 南北朝向 从这里一路向北 沿途两排珠坊 据是富庶繁盛之地 向北一直到严寿坊 便是西京一等一的豪舍去处 而严寿坊西侧的对街 则是天下宝获汇聚之处 西市 这里平时就人满为患 而今又是上缘灯会首日 身时已到 日头西移 不知会有多少灯轮 灯树 灯架正被挑起 多少民众和商贩正在聚集 区区两瓮时之 就已经让吕奔军损失惨重 倘若让狼卫 带着更多猛火雷 闯入这个区域 恐怕整个长安西城的精华 都要毁于一旦 情况已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不容片刻犹豫 张小静一雷僵声 侧头对着姚汝能说 听着 接下来我要的是绝对服从 哪怕杀的是妇孺 也不许半点迟疑 能做到 就跟着我走 做不到 滚 说完他双腿一夹 朝北极池 咬汝能知道 情势糟糕到了什么地步 咬了咬牙 从怀里扔出一枚烟丸 也紧随而去 四周望楼 看到烟丸腾起 鼓声咚咚不断 纷纷把消息回报金安司 与此同时 崔气的报告也传了回去 打电之内 文书交错 气氛煞时紧张到让人窒息 崔气和张晓晶干什么吃的 这都能让他们逃了 李毕把清静扶尘丢到一边 迅速走到沙盘前 静安司中各部主事也都聚拢过来 十几双眼睛一起死死盯着 盘旗把象征狼位的黑涌 各道永安通归 人头向北 这样局势一目了然 李毕从弹旗手里抢过月干 在精致的黏土沙盘上 画了一条深深的线 口气斩钉截铁 必须在光德怀元以南 接住他们 这是绝不能逾越的死线 这个路口以北 皆是京城要地 北边光德坊 乃是静安司的总司驻地 还是经兆府的雅述 再往北则是西市 严寿坊等繁华之地 还有皇城 若是让人把乱子闹过这里 李毕这个静安司城 也不必干了 一名主示道 从永安通归 到光德怀元 只有四里远近 得尽快设卡阻拦 另一名反驳道 这附近是关灯最盛之处 现在设卡 只会徒增混乱 你忘了贺奸怎么叮嘱的 第一位主示回应 等到猛火雷一炸 弥烂数十坊 难道就不混乱吗 第三位主示提醒道 别忘了 王杰杜的女儿 还在他们手里 李毕听着这些人 争论不休 顿觉心烦意乱 他默念 到家清静觉 先把心定下 然后把手一挥 先把卫队调去 附近所有的路口 但不要明里设卡 这个命令 暧昧不清 因为李毕自己也不知道 该如何应付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通传 抄路下命令 朝外走去 冷不防李毕 在背后一声断鹤 用跑的 吓得他差点摔倒 跌跌撞撞跑了出去 强大的压力之下 李毕也顾不得 淡薄新兴 振之以尽 这时 徐斌凑了过来 还是那一副 畏畏缩缩的模样 李思成 呃 讲 说完以后 李毕看到是徐斌 态度稍微和蔼了点 这位主事刚刚立了 一个大功 识破了突厥人 运入十肢的伎俩 徐斌 似乎下了一个 很大的决心 深吸一口气 放才说道 如今 事态危如雷乱 思成 何不考虑 贾捷望楼 给张都尉 李毕一听这几个字 双目煞时 站出两道利芒 徐斌双肩 哆嗦了一下子 可终究 硬顶着 没把头捶下去 贾者 戒也 截者 权也 贾捷 本是汉进之时 天子授权 给臣子的说法 靖安司 用此古称 意义 却有不同 贾捷望楼 是指所有望楼 不再向 靖安司 总司通报 转而 听贾捷者的安排 徐斌这个建议 等于是让张小静 来接管 整个靖安司 成为第二个中枢 你知道 你在说什么吗 李毕冷冷道 这个人 刚立个小宫 就狂妄到了 这地步 徐斌 鼓起勇气道 望楼传至 总司 总司 再传至张都尉 周转时间太长 我们能等 突厥人可不能等 事急从全 你对张小静 倒是有信心 徐斌急切道 这家伙是我见过 最执着 也最值得信赖的人 贾捷给他 一定如虎 如虎天意 这话本来说的 气壮山河 可被结巴打断了气势 李毕纵然满腹心事 也忍不住笑了一下 我若不信他的能耐 也不会用他 只是贾捷一事 非同儿戏 他还是个死囚 您在贺奸面前 可不是这么说的 徐斌话一出口 意识到自己太梦朗了 额头浸出汗水来 连忙收敛口吻 在下的意思是 张都尉就在现场 他对局势的判断 总比躲在店里 看文书的我们 要准些 李毕心道 难怪这人 一辈子不能转官 实在是 太不会说话了 他挥手 让徐斌退下 回过头盯着沙盘 张小静催气 现在在哪 谭齐联盟推过岳干 把代表催气的赤勇 搁在南边 昌明坊 把张小静的挥勇 推到永安通归的位置 可以看到 静安司的主力 分散在南北两端 紧随在突厥狼位身后的 只有一个张小静 那辉勇 立在沙盘中 看起来无比重要 却又无比孤独 李毕只沉吟了三息 便发出了一道命令 第三阶所有的望楼 都给我盯住附近车马 三十息一回报 他犹豫了一下补充道 先报给张小静 现在一切消息 确保他最先知道 周围的主事都愣住了 都看着李毕 可李毕压根没打算解释 徐滨口才欠佳 但他有句话确实没说错 我们能等 突厥人可不能等 姚汝能一路追着张小静 向北急迟 忽然听见不远处的望楼 有鼓声响起 是定士传闻 他紧抓江省 在马上侧耳倾听 这个定士太罕见了 他要努力回想一下 才能回忆起 册子里对应的暗号 假节望楼 姚汝能几乎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会让这个死囚 瞬间变成全长安 最有权势的人之一 可他不敢耽搁 连忙驱动坐骑 和张小静并排 把这个新任命说给他听 张小静脸上毫无兴奋 只是简单地评论了一句 李思诚到底是明白人 你现在就跟望楼说 让他们盯牢宽尾的马车 这些突厥人 抢的是苏记车马行的马车 这些车是用来长途运货 车尾的木枕宽厚耐用 而在长安城内行走的车子 尾枕普遍尖窄如燕尾 以方便走街串巷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车马行外的人 一般还真不知道 让望楼上的五猴 分辨这么细微的差别 有点强人所难 可这是目前唯一 能快速分辨狼卫马车的办法 姚汝能从马背上挺起身子 手持两面红黄小旗 略带滑稽的开始比划 等到他把命令传出去 两人已过了 沿浮永平的路口 这条街越向北 街上的人就越多 过节的气氛 越发浓烈起来 在街坊两侧 许多造衣小工 爬在竹架上 正忙着用竹杆 挑起一盏盏彩灯 上缘春娟一条条垂下来 下面东一群 西一簇的百姓靠在树下 一边仰头观桥 一边指指点点 耍绳子的西域艺人 在唱唱跳跳 卖蒸饼十六水的小贩 行走其间 各处十四也纷纷出摊 卖起鱼座 羊绞和烤骆蹄子 甚至还有一群少年 手持乐杖 就地在街角打起了拘球 尘土飞扬 每入一球 几个旁观的节骨手 就拍动古典 比天子打球还神奇 这一派生平热闹的景象 看在张小敬和姚汝能眼中 却是格外沉重 如果不尽快抓到突厥狼位 这一切都将坠入地狱 唯一的好消息是 大街被这些人 挤得只剩中间一条狭窄的路 骑马尚且过去不易 更别说车马了 突厥狼位 只要继续向北 只会越来越堵 别想把速度提起来 这时 一阵低沉的嬉皮鼓声响起 穿过这一片喧闹声 清晰地传入两人耳中 两人精神巨矢一震 姚汝能飞快地 分辨了一下方向 朝东侧望楼看去 前方重弦访南 马车两辆 北行 这时 就体现出贾捷的好处了 若等望楼 传回靖安司 再传过来 目标早就移动到 不知何处去了 姚汝能大声喊道 靖安司办事让开让开 两人一斗僵声 撞开几个 跳参军系的排忧 至一路斥骂和尖叫于不顾 迅速冲了过去 他们很快就看到了 那辆辆马车 正不急不虚地走着 姚汝能有心表现 一马当前挡在前头 鹤令车夫停下 亮出靖安司的腰排 可很快 他就傻眼了 这是一个来自洛阳的小乐队 马车上堆的全是乐器和舞衣 是为了某家贵人的生辰表演而来 就在这时 另有一通传闻进入 长寿 代弦 宽尾车三辆 西行 长寿坊 代弦坊 在朱雀门街西第四街 按说不在他们预估的第三街路线上 姚汝能这次不敢扇砖 看向张小静 张小静一挥手 追过去看看 现在第三街非常拥堵 突厥狼卫非常有可能 先向西稍微绕一下 再从淮原坊折回来 两人扔下惊慌的西班子 横着向西狂奔而去 东西向的街道 比南北向街道相对畅通一点 马蹄翻飞 在大路上留下一长串匆忙的提印 他们很快就抵达了长寿代弦街口 附近望楼 及时地把最新动态通报过来 三车刚转向北边 这和张小静的估计完全一样 他面色一领 超出手弩 让姚汝能把烟丸握在手里 他们向北又跑了大约一百余步 姚汝能忽然叫道 是那个 在不远处的街口 有三辆马车正停在路口 马头斜斜向东 他们都是一样造型 轮幅长大 围枕宽厚 车厢里装有几个大桶 上头用草帘子扇住 他们没有前进 因为一队从北边过来的乡车 正在笨拙地东转 接口太小 若是两队马车对向而来 转向同一个方向 必须依次通过 这对乡车 四脚挂有六脚鸾铃 踩板沙木 旁边还有几个高头大马的护卫 想必是几家贵重女眷 结伴在西市买完东西 回返东城 按照一致令的交通规矩 见必贵 去必来 那三辆马车 什么旗都没挂 身份低下 只能乖乖让行 张小静 打马屯提速迅速接近 这三辆马车 是斜向而停 所以能从后方 看清车夫的侧影 独眼里 很快印出一张熟悉的面孔 正是这个人 在修正坊 用刀炫掉了他的肉 然后挟持着文染逃掉了 就像有感应似的 张小静一接近 他也鬼使神差地转过头来 两人恰好 三目相对 马格尔先是陷入一瞬间的惊恶 旋即大喊一声 三辆车里钻出五六个狼位 用水瓢和木盆 破出一大片漆黑的石枝油 然后一个人把松枝火把丢下去 地面灯石燃烧起来 形成一道不算太高的火墙 看来 他们对静安斯可能的追击 已经有了准备 张小静并不畏惧 可是马却发出一声惊恐的叫声 前提高台 怎么也不肯越过去 趁着这个档口 三辆马车猛然启动 不顾前方乡车还在转向 恶狠狠地撞了上去 以正面撞击脆弱的侧面 乡车立刻被轰隆一声撞翻在地 一时间 车内女眷的尖叫 和远马斯明混杂在一起 周围的护卫全蒙了 长安城里 何曾见过这等穷凶极恶的车夫 有护卫还要扯出江省理论 马格尔杀性大发 掏出匕首 狠狠地捅死了三名护卫和一个女眷 然后让马车后退几步 朝前再顶 张小静一看坐骑已不堪用 翻身下马 双手护住脸部 冲火墙穿了过去 身后的姚汝能 一看判明了敌宗 毫不犹豫扔出烟门 然后抽刀而上 黑色和黄色的烟幕 纠缠在一处直上天际 张小静穿过火墙后 眉毛头发都被撩着了 皮肤生疼 他顾不得拍面 勉强睁开眼睛 看到马格尔那辆车 已经顶开了侧翻的乡车 向东边移动 后面两辆车也相继加速 准备逃离 他紧跑两步 跳上那辆侧翻的乡车顶上 车内的女眷 正要从里面钻出来 却被张小静一脚踩到脑袋上 惨嚎一声又缩了回去 护卫们纷纷发出怒吼 可是有前车之鉴都不敢过来 张小静站在车厢上 利用高度向前高高跃起 恰好落在第三辆车的车尾处 那宽大的尾枕 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落脚位置 车上的一个狼位探出头来 用一根短木毛冲他捅过来 张小静用夜窝一加毛杆 左手发弩顶住他太阳穴发射 直接来了个脑浆四箭 此时另外一个狼位也扑过来 张小静把弩扔开 俯身把停车时用来固定的三脚刃石抱起来 狠狠掀入他的眼窝里 那狼位惨叫一声被他一脚踹下了飞驰的马车 张小静毫不停留 他踩住车厢狭窄的边缘 手扶着那几个大桶朝车前挪去 前方的车扶感觉大事不妙 回头正要反抗 一把锋利的杖刀已经从后面划过 几乎切开了半个脖颈 这一连串动作如电光火石 肩不融发 张小静扫了一眼 发现车上没别人了 手起刀落 把前方远马的绳索全部斩断 然后跳上马背去追第二辆车 这辆车没了动力 缓缓停了下来 后面姚汝能赶到 可又不敢离开 车上装了好几桶猛火雷 随时可能爆发 他只好先放了一枚烟丸 呼叫催气的部队能及时跟上 然后朝前方看去 看到张小静已经和第二辆车平齐了 高抬胳膊 翘起大拇指 这不是称赞 而是一个事先约定好的暗号 张小静要立刻通知静安司 在前方光得怀远街口拉起封锁线 疏散民众 事到如今 张小静没办法保证结下每一辆马车 必须要做最坏的打算 马匹毕竟比马车要快上许多 张小静很快就追进了第二辆车的侧面 狼卫们这次没用长毛 而是扯下扇部 改用食指泼胶 黑色粘稠的液体 从马车上飞洒而下 这玩意儿 只要扔个火把就会出事 张小静不敢太过靠近 只能紧随不舍 可以看到 马车上装着五桶猛火雷 占了车板一半面积 这五桶若是爆开 只怕这条街都没了 而这两辆发狂的马车 毫无减速的意思 前方传来一连串的民众惊呼 贪贩和行人被纷纷撞翻在地 他们已经接近西城最繁盛之地 距离李璧画出的那条死线不远了 张小静一咬牙 用杖刀狠狠刺了一下马背 远马一身兵鸣朝前一跃 第二辆车的狼尾 立刻又拼命颇食指过来 却发现 那马匹突然侧横 马背上的人不见了 原来张小静拼命把马头拨转 凭借自己高明的骑术 迅速掉在另外一侧 用巨大的马身 当盾牌挡住了食肢 借助敌人这一瞬间的尸神 张小静伸手矫健地翻过马背 朝马车上跳去 可这一次 他却没那么好运了 围枕上正好占了一个狼尾 两人重重地撞在了一块 身体一起倒向车厢中部 一时间撞的那几个大木桶 东倒西歪 车夫看来经验丰富 立刻让远马向左边来了一个急转 张小静一下子控制不了平衡 身子歪斜着朝外倒下去 其他两个狼尾猛扑过来 对着他胸口狠狠推了一下 就在身子摔下车的一瞬间 张小静集中生智 手里一抖 一条如蛇长影飞了出去 这是牛津座的副所 乃是京城不良人补盗用的装备 老资格的不良人 扔出副所如毕食指 连秋辞杂耍都自探服辱 张小静身为不良帅 手艺自然更是高明 这副所平时缠在右手手腕 需要时只要手臂一抖即可飞出 张小静落地的瞬间 副所那头已经死死缠在了马车侧面的吊柱 马车依然奔驰着 他抓紧这边的锁柄 死死不松手 整个人背部贴地 被马车硬生生拖着往前跑去 留下一长条触目惊心的拖痕 车上的狼卫掏出匕首 拼命要割断副所 可惜这绳索太过柔韧 一时半会儿根本切不断 车上的人甩不开他 但他也没办法再次爬上车 拖出去约莫三四十步 张小静衣衫背部已经被磨破了 背脊一片血肉模糊 他忽然用另外一只手在地上一捞 抓住了半块青砖 顺着去世勾手一砸 那砖头划了一道漂亮的弧线 正中前方右侧圆马的眼睛 那马促然受了惊 拼命向右边靠去 带着另外一批也跟着躁动起来 车夫如何拉扯叫喊都控制不住 整个车子不自愿地向右偏转 此时他们正在怀远坊 和西市南墙之间的横向大街上 前方街道右侧 坐落着一个巨大的灯轮 灯轮高达六丈 底部搭了一个镇石木台 上部是一个乘轮幅状的硕大竹架 外面糊着绣纸和春圣图案 几个造衣小丝攀在上头 用竹竿小心地把一个个大灯笼挑上去 这辆马车收不住势 以极高的速度一头撞到灯轮的底部 这一下子去世极为猛烈 两匹远马撞得脑浆崩裂 区区木制灯轮 哪里支撑得住这种力度 只听着哗啦一声 整个架子轰然倒下来 上头的小丝和十来个硕大的鱼龙灯 扶寿灯七宝灯 劈里啪啦的杂落 全都落在了马车上 车上的几个狼卫 就这样被灯轮架子死死压住 动弹不得 在剧烈的冲撞下 身后的几个大木桶 几里咕噜全都滚了出来 张小敬在马车碰撞之前 就及时地松开了手 没被马车拖入这次碰撞中 他躺在地上 手掌一片血肉模糊 背部也钻心地疼 还没等他爬起来 这是一股熟悉的味道 飘入鼻中 不好 张小敬面色大变 俯身拖起一个昏迷的造衣小丝往外拖 以便拼命地对聚拢过来的百姓们大喊 退开 退开 赶紧退 猛火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引火物 稍有碰撞摩擦便可能起火 那几个木桶经过刚才这一系列的追逐碰撞 本来就微如雷软 如今被这么狠狠的一撞 桶口的猛火一醒 随时可能引燃食之 要知道 这几个大桶 比刚才货战里的量 多了何止五倍 那些百姓不知厉害 还在围着看热闹 张小敬见警告无效 情急之下 从腰带上解下一枚烟丸 狠狠地朝人群里丢过去 烟丸一爆 可让那些民众炸了窝 众人不知道 是什么要挟作祟 惊呼着朝后头壁去 张小敬耳听得身后似有动静 立刻扑倒在地 与此同时 一阵轰鸣从身后传来 热风大起 不过这轰鸣 不似在货战里那样炸裂 反而接近于火上浇油后 火苗子上窜的呼呼声 张小敬手肘之地 小心地扭过头去 看到眼前五个大桶 变成了五团耀眼的火团 五道熊熊烈焰 铁饰着硕大的灯轮 纸灯笼和纸皮 最先化为飞灰 然后整个大竹架子 马车和附近的几根榆树 也开始燃烧起来 不时有劈劈啪啪的 竹子爆裂声 像是新年驱邪的暴主 那冒着黑烟的火焰 直窜上天 比坊墙还高 墙外一侧 已被染成了一片 触目惊心的黑色 至于压在灯轮下的人 除了被他奋力 拖出来的一个小丝之外 其他的肯定是没救了 但这已经是 不幸中的万幸 猛火雷的一大问题是 即使有猛火为引 爆炸的成功率仍旧不高 更多时候 不是引发石枝爆炸 而是简单的把它点燃 狼尾放在车上的 一共有五桶石枝 大概是因为密封不够好 所以才会一路滴滴答答的洒落 居然一个都没爆开 全都成了自行燃烧 这样一来 虽然火势依旧凶猛 呈现的还是蔓延之势 但是威力大减 否则张小静和这半条街的人 都得完蛋 他伸开酸疼的手臂 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喘息 刚才那一番追击 虽然短暂 可耗尽了他全部的体力 最后一辆马戈尔的马车 越跑越远 肯定是追赶不及了 只能寄希望于靖安司 在前方及时布下封锁线 火势如此之大 很快就惊动了 怀元坊的武侯铺 二十几个身披火患布的武侯 急急忙忙赶了过来 手持箭筒和麻达 还有人扛着水囊 今天上园灯会 朱房武侯铺都接到命令 随时应付火警 准备万全 可这些兵族一看火势如此之大 便知不可能扑灭 只能先画出一条隔离带 防止蔓延 再等他自行熄灭 其中几个人 看到躺在火势边缘的张小静和小思 七手八脚拽起来 嘴里骂骂咧咧 显然把他们当成是纵火元凶 张小静的腰牌遗失后 一直还没雇上补 没法证明身份 幸亏这时姚乳能 从后面赶制 掏出自己的腰牌 喝退众人 这才把张小静 搀扶到墙角坐定 张小静问旁边卖水的小贩 讨来了一瓢干梅水 咕咚咕咚一饮而尽 呼吱呼吱喘息不已 姚如能注意到 张小静在逃离爆炸区域时 居然还不忘 拖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造衣小思 一个出卖同僚 换取情报的卑劣之徒 一个惊艳老道 狠利冷酷的钱不良帅 一个放眼保护 微不足道的民众的圣人 一个对朝廷不满 却又拼命办事的干员 种种彼此矛盾的形象 让姚如能陷入认知混乱中 他想起张小静 之前说过的那一席话 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 想去询问一下张小静 你的死罪罪名到底是什么 可是眼下这场合有点唐突 姚如能犹豫了一下 还是把嘴闭上了 现实没有给他留后悔的机会 下一个瞬间 望楼的鼓声又一次咚咚响起 鼓声急促 同时远处起码有十道黄烟腾空而起 这代表了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故 所有静安司的属员 必须放下手中的一切赶去集合 张小静第一鼓声响起后 就睁开了眼睛 他看到黄烟腾空 口中喃喃道 光得怀远 光得怀远是李璧亲自划定的死线 绝对不容向北逾越 什么样的势态 能让这个敏感之地连连升起十道黄烟 那满载猛火雷的漏网马车到底怎么样了 姚汝能有点担心地说 张都尉您负伤了 还是我先过去了 张小静却一把按住他的肩膀 手里一压 整个人呲牙咧嘴地站了起来 一起走 他哑着嗓子说 姚汝能也指得从命 他们所在的位置 是在西市和怀远坊之间的大路 距离街口不过两里多远 张小静和姚汝能 立即起身 朝东边赶去 跑出去几步 张小静忽然停下脚步 扯够一个正在灭火的武侯 把他身上的火患布斗篷 抢了下来 火患布 惊火不坏 是救火的利器 张小静这么干 说明他已经认定 前方将会有巨大的危险 姚汝能迟疑片刻 也叫住了一个武侯 用静安司的腰牌 扮强迫地 征用了另外一件斗篷 披在身上 他们一路跑到路口 姚汝看到 吕奔军的士兵 正在把树道金桔篱笆拖过来 横在路中间 许多百姓和达官贵人 都被堵在一边 人声鼎沸 封锁道路 尤其是封锁这么重要的道路 是静安司最不希望采取的行动 李毕既然下达了这个命令 说明事态已经到了 几乎无可挽回的地步 姚汝能 让吕奔军的士兵让开一条路 让两人进去 他们很快看到 街口四边 已经被严严实实的巨马 和荆棘篱笆拦住了 南东西三面 是催泣的吕奔军 北面 站满了手持大盾的士兵 这些不是静安司的直属 而是属于右萧位的 暴旗精锐 光德坊北 是严寿坊 严寿坊 斜向东北 与皇城 宫城 只有一阶之隔 狼卫 已冲到了这么近的距离 南亚十六位 就是再迟钝 也该有反应了 暴旗是最先集结而来的 不过军方这一介入 恐怕静安司的日子 会不好过了 此时的光德怀远路口 空空荡荡 只有两个 弧到一半的灯架 总立在街侧 一辆双员马车 停在街心 扇步已经被扯掉 露出里面的 五个深色大桶 马盖站在木桶之间 手里举着一支 燃烧的火炬 在马车不远处 三具尸体 俯卧在地上 每一具背心 都插着数十只一箭 很显然 马盖驾驭马车 冲到了街口 正好被严阵以带的 静安司拦住 一番交战之后 其他狼卫全数阵亡 但他们争取到了 足够的时间 让马盖点起火炬 送到木桶口 这一手震慑住了所有人 没有人敢让 这五桶猛火雷 在如此敏感的地段爆炸 马盖尔一脸猙獰 把火炬 搁在距离铜口 只有数寸的位置 徐徐让远马朝前走去 附近的弓箭手 一筹莫展 谁能保证 能一箭将此疗毙命 谁又能保证 他死后 这火炬 不会正好掉落在铜口 姚汝能朝前望去 看到在光德坊的西南角 李璧等人 正站在一处高亭 死死盯住街口 大火烧到家门口 他也没办法在店内安坐 马盖尔是最后一个狼卫 知道自己必死无疑 却是毫无惧色 这么多唐人为之陪葬 这是多难得的际遇 他哈哈大笑 用一只手紧握火炬 另外一只手轻轻抖着缰绳 远马不知气氛紧张 只低着头朝前走去 他们的方向 依然是朝着北方 朝着最繁盛最热闹的街区 姚汝能道 不行 我得去告诉李四成 猛火雷点燃了 可未必会炸 张小静却拦住了他 可也未必不炸 这里是长安 没有时辰把握 李四成不敢冒险 姚汝能急道 这怎么办 就这么干瞪眼 看着他往北去 张小静没有回答 他眯起独眼 把火焕布斗篷 裹得紧了些 街口的局势 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简直不用猛火雷 就能随时爆炸 马杆的马车 旁若无人地 缓缓移动着 最终 抵达了北边的 封锁县边缘 远马撞开荆棘墙 两个前蹄 踢到了一排盾牌的正面 周围的士兵 明明一击 就可以把这个 突厥狼卫干掉 可谁也不能动他分毫 那五个褐色的木桶 就是五个 沉默的索命无常 在这种奇妙的对峙中 爆旗精锐 不断地后退分散 生生被马车 挤开了一条路 带头的将领 阴沉着脸 不敢轻举妄动 李毕站在房角的高台上 闭上了眼睛 一过死线 整个事情的性质 就全变了 必须得有个决断 他沉生道 被火箭 立刻有二十名精锐弓手 登上高台 旁边 二十名府兵 将事先准备好的 圆棉箭头 站上松枝油 点燃 递给弓手 随着对阵一声令下 弓手迅速上剑 拉圆 对准了访外 那辆马车 在座侍郎位 接近皇城与弓城 就是静安司 拿天子和文武百官的安危 不当回事 两害相权 李毕 宁可让他把半个光德坊 和自己的脸面炸上天 也不容他再向北了 他在耳边 听见弓弦脚紧的咯吱咯吱声 知道只要嘴唇里吐出一个字 整件事就结束了 二十支火箭 这个距离不可能射偏 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只能听天由命了 公子 这里太危险 还是先 那是什么 弹琪本来想劝李毕先下去 避免被爆炸波及 可他忽然看到 接口异动 不由得惊呼起来 所有人 都顺着他的御手所指 向接口望去 一个身影 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冲向马车 义无反顾 他身上 披着一块颜色古怪的斗篷 看不清面貌 马盖尔的注意力 全集中在前方的封锁线上 一时未曾发现 身影 趁机跃上车厢 手中的长锁一抖 缠住了马盖尔的手腕 是小静 居然是徐斌这个近视眼 最先认出了那道身影 静安司的人 听到这名字 据是精神一震 这个死球 在过去的几个时辰里 屡次创造奇迹 无论多绝望的局面 他总能顽强地 找出破局之法 上到主室 下到小丽 无补心悦成福 张小静此时悍然出手 让他心目中的英雄形象 更真于完美 若不是刻意礼法 他们简直要欢呼起来 只有礼弼不动声色 覆手而望 而是只火箭 依旧对准了马车 张小静可顾不上去关心 静安司什么反应 他的全副心思 都放在了眼前的 这个突厥汗匪身上 只要稍有闪失 整辆马车 就有可能会被炸上天 他刚才披着斗篷 在围观人群的遮蔽下 不动声色地靠近十字街北口 刚才封锁站内的一个士兵 承受不住巨大压力 手中长矛 举高了一分 这暂时吸引了 马格的注意 他抓住这个 稍纵即逝的机会 狂奔二十步 敏锐的阵足一冲 从后面跳上马车 马格立刻认出了 这个屡次给他找麻烦的混蛋 他用突厥语吼了一句 早该杀了你 张小静冷冷一笑 什么都没说 但那孤狼一般的凶悍毒眼 让马格一阵心计 两个人在马车上 不要命地斗起来 张小静 只要把马格拉开半尺 就足以让其他士兵上来助阵 马格只要争取半个弹纸的时间 就能把火炬伸入木桶 两个人就像是站在一条 伸牙之间的绳子上 一点点的不慎 就会粉身碎骨 这次交锋 只经过了短短的几个瞬间 先是张小静的拳头 狠狠地砸在马格的右眼上 纸缝里夹的碎铁片 直接扎瞎了狼尾的眼睛 然后马格尔用额头 撞向张小静的鼻梁 鲜血泵流 两个人打得全无章法 却又无比凶狠 如同两只嗜血的伤狼 马格尔的手腕 被副锁缠住 行动受限 张小静趁机猛攻他的头部 不料马格尔不闪不闭 强忍着头部被重击的剧痛 伸出手指 扣在了张小静腋下的伤口 这个伤口 恰恰是马格尔在修正坊 给张小静留下的 这一下 疼得张小静眼前一黑 动作为之一僵 马格尔没有乘胜追击 这毫无意义 他飞快了拿起火炬 扫了一眼 从四面爬上来的士兵 喃喃了一句突厥语 然后把火炬丢进木桶 张小静大叫一声 扑过去把马格尔一脚砸下车去 可这一切已经太晚了 童口迅速冒出硫磺味道 轻烟鸟鸟鸟 本来像蚂蚁一样攀上来的士兵 又吓得纷纷潮水般退去 高台上的李璧 沮丧地闭上眼睛 终究还是不成吗 公子快看 谭其惊道 李璧刷得又睁开了眼睛 眼前的一切 让他失态地朝前走了两步 差点从高台上掉下去 只见张小静 跳到车夫的位子上 抽打远马 还向前方士兵拼命做手势让开 向北驶去 张都尉这是何意 静安司的一个主事叫道 莫非他想要把马车赶到安全地带 这哪来得及呀 就算来得及 方向也不对 这不还是向北吗 那和突厥人要干的事 不一样吗 张小静现在如果选择退开 没有人会指责他 可他却冒着被烈焰吞噬的危险 把马车向北方赶去 那边皆是繁华之地 可没有任何能让这五桶猛火雷 安全引爆的空地 在七嘴八舌的议论中 一个奇怪的猜想浮现在大家心中 这个人可是曾经公开表示过 对朝廷的不满 他不会是想顺水推舟 驾着马车去工程实施报复吧 弓箭队的对政忍不住叫了一声 李思成 马车就快要离开射程了 李毕眼神闪动 终于发出了一个命令 撤箭 对政瞪圆了眼睛 以为自己听错了 李毕又重复了一次 撤箭 语气不容置疑 二十名弓手只得放下弓 莫名其妙 主事们一起看向李毕 李思成 一贯以大胆决断而著称 可这一次 未免太大胆了 此时李毕的内心 也在激烈地交战着 他想起张小静 对他说的那句话 人是你选的 路是我挑的 咱们都得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既然在这个死囚身上 压了巨注 干脆一睹到底 他相信 张小静这么做 一定有他的道理 可是以李毕的聪明 也想不出 这一局该如何破解 张小静 驾着马车 在西市和光德坊之间的 宽阔街道疯狂奔驰 身后木桶正冒出黑烟 猛火雷并没有在 第一时间响起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但火头已起 时之启然 随时有可能爆发出来 张小静忽然弯下腰 用绳索抽了一下 远马的左耳 整个马车 开始向左偏移转向 轮距 李毕突然反应过来 随即徐斌也叫起来 轮距 他看其他主事 茫然未解 多说了两个字 西市 轮距 西市一共有两个入口 一东一西 分别设置了一道过龙坎 过龙坎 是横在门下的一道实质门坎 门坎上有两个槽口 两槽之间相距五尺三寸 换句话说 只有轮距五尺三寸的马车 才能进入西市 过宽 过窄 都进不去 而长安其他珠坊的过龙坎 两个缺口之间相距 则只有四尺 只容窄车通行 这样一来 运送大宗货物的宽距马车 只能进入东西市 去不了其他坊市 而长安城内 日常所用的窄具小车 可以在珠坊之间通行无阻 却唯独进不得两市 大车小车 货客分流 既避免拥堵 又方便市署和京兆府管理 苏季车马行 一向只运送大宗货物 自然也会按照五尺三寸的标准 来制备车辆 张晓敬 如果想让马车 尽快脱离主街 进入西市是唯一的选择 西市的东门 此时恰好位于马车左前方 大约六十步 以马车的速度顺息可致 可是西市也是长安重镇 里面商家无数 货资山鸡 还有各国云集而来的豪商使者 若在内里面炸了 一样损失惨重 张晓敬的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李毕完全不知道 他现在没什么可以做的 只能用目光跟随那死囚犯 一路走到黑 在众目睽睽之下 张晓敬展现出了 极高明的御车之术 他以副锁替代马鞭 让远马向西一点点的转向 车轮在黄土路上 压出两条近乎完美的弧线 当车身向西完全调转过来时 两匹远马的蹄子 恰好越过西市东门的过龙坎 那两个飞转的木车轮 准确地切入过龙坎上的两个槽口 严丝合缝 整辆马车的速度 丝毫未因转向而受到影响 呼啸而入西市 他一进西市 并没有沿着大路前行到十字街 而是一头扎进旁边的民居院子里 先哗啦一声 撞开十几个堆叠一处的烧酒大瓮 然后又踏倒树道篱笆和半座木屋 顺着一个倾斜的土坡 一头直冲而下 那五个木桶是什么状况 张小敬不用回头也知道 经过这么多次碰撞 那硫磺味愈发浓郁 已经无限接近极限 事实上猛火雷能坚持到现在煤炸 已经是满天神佛保佑的奇迹了 死亡临近 可他的毒眼里 并没有显现出惊慌或绝望 只有沉静 那种如石般的沉静 土坡的底部是一条宽约六丈的水渠 渠面接着一层厚厚的冰 这条叫做广通渠 从金光门入城 沿居得群衔二纺流入西市 为了方便秦岭木材的草运 广通渠在天宝二载刚刚被拓宽过一次 屈身水宽 可行五百弹的大船 三个时辰之前 曹破岩就是在这里跳河 甩脱追捕 冰面上上海有一片开裂的窟窿 正是催气落水砸出的痕迹 张小静面无表情地把斗篷裹紧 最后一次用力抽打圆马 那道斜坡带来的趣事 加上远马腹痛疯狂地奔跑 让马车达到了一个极高的速度 他刷得掠过黄土夯城的梯状驱堤 义无反顾地朝宽阔的冰面落去 沉重的马车在半空飞过 重重砸向薄冰 随着一声巨大的声响 冰面毫无意外地被砸塌了 冰冷的浪花划为无数之首 把马车拽入深深的水底 与此同时 车厢中的猛火雷终于爆了也开来 一连串火云 拌在水面 拌在水下 发出闷响 圈圈连衣向外面急速扩展 广通渠如同一条受了惊的巨蛇 陡然间疯狂地翻滚起来 水花与火花同时绽放 无数细碎的冰块高高溅起 伴随了浓烟直冲天际 若此时 让游走于京城的诗人们 站在岸边看到这一奇景 一定会引出不少名剧 爆炸过后没多久 靖安司和幼霄魏的大批精锐 冲到了渠堤两岸 这时 这一段的冰面已全部崩碎 水面上只扶着半个 残缺不全的车轮 通体焦黑 整件事情 从这里的冰面开始 也从这里的水下结束 仿佛是佛家的轮回 一句线 经过初步清点 这一带的渠堤 被震出了一条大裂系 水门歪斜 林渠的一个城隍小庙 被震塌了半边 还有一些临近的岸边树木 与小舟被毁 几个康夫断了腿 这就是全部的损失 那武统猛火雷 到底爆炸了几个 已经无可查证 但有一点很清楚 如果没有张小静 把火车送入广通渠里 以水克火 无论他们在哪里引爆 损失都将是现在的几十倍 现在危机终于顺利解除 所有人心里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到现在他们才明白 张小静的用心 在那种危机情况之下 西市的广通渠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真难为他能想到这个办法 更难为他竟敢去亲身实行 静安司的人陆陆续续赶到 准备着手清理现场 徐斌比所有人都跑得快 他一马当先 冲到了渠旁 焦虑地望向河面 努力寻找好友的踪迹 他来回搜寻了几遍 没看到人影 嘴唇不由地哆嗦起来 是他把张小静 引荐到静安司来的 若因此番反害了性命 那真是要愧疚一辈子了 徐斌急得一把抓住旁边 姚汝能的胳膊 我眼神不太好 你看得准 看到他了吗 对了 西市署在广通渠内 有六支泽猛舟 赶紧调过来到河心找 姚汝能此刻百感焦急 这位死囚 已经让他彻底折服 原来张小静没吹牛 他真的为了这座城市 出生入死 现在回想起来 除了杀小蚁之外 张小静在这几个时辰内的作为 真是无可知债 姚汝能更加羞愧 他居然一直在怀疑 这样一位英雄 不过他认为 在那么剧烈的爆炸下 不太可能会有幸存者 姚汝能不太忍心告诉徐斌这个判断 于是一直站在河边 保持着沉默 凝目肃立 如果张小静就这么死了 他和他的那些经历 将会成为一个永久的谜 一阵脚步声传来 他回头一看 发现李思成也亲自赶来了 远远站在土坡上观望 看不清表情 那个美貌侍女就站在旁边 鹅黄色的锦脑 分外醒目 姚汝能心想 当初李思成 力排众议任用张小静 甚至为此和贺奸闹翻 不知他现在 面对这个结局 会是什么心情 就在这时 河渠对岸的岸上 有不良人挥舞着手 激动大叫起来 姚汝能连忙收起思绪 和徐斌同时朝那边看去 他们看到 几个不良人 正搀扶着一个身影 从河边往岸上走 那身影披着一件斗篷 看起来十分虚弱 但至少还能动 在他们身后 是一尊高大的 连伴九层石精状 大唐信佛 魏然成风 广通渠这样的要地 自然也需要力气精状 请菩萨加兰加持 兼有测定取水深浅的功效 刚才那身影 应该正好 躺倒在石精状下面 所以才没被 第一波搜寻的人发现 徐斌激动地跳起来 差点想直接游过去了 他催促姚汝能 连声问 是不是张孝精 姚汝能强抑制住 狂跳的心脏 急目远眺 他的目力极好 一眼就看到 那件灰褐色的斗篷 上头有好几个漆黑的大洞 没错 那是火焕部斗篷 这么说 张晓静还活着 估计 他是赶在爆炸前的一瞬间 主动跳了车 就是被爆炸的冲击波 抛到了石精状这边 斗篷 让他避开了 烈焰的第一波烧灼 而石精状的 八棱造型 适合攀爬 让他不至于沉入水底 这还真是神佛保佑 徐斌和姚汝能 像孩子一样欢呼起来 喜色异于言表 姚汝能大大的出了一口气 这样的结局 再完满不过了 他在心里 开始构思 一会儿见面的说辞 是先祝贺 他赦免死刑好呢 还是再道一次欠更好 张晓静并不知道 河对岸有两个人 为他的生还欢呼 他现在头还是晕的 身子虚弱得很 被掺着走了几步 就不得不原地坐下 刚才虽然极其幸运的 避开了爆炸 可先被火烧 又被冰炮的滋味 真不好受 断指 腋下和背部的伤口 又开始渗出血来 几个不良人 殷勤地把 湿漉漉的破斗篷 和外袍拿开 给他披了一件 干燥的后袄 张都尉 托您的福 如今已是一切平安了 其中一个不良人 讨好的说道 递过去一条布巾 张晓静 借过布巾 将眼窝里的水渍擦了擦 交还给不良人 脸色却丝毫没有 大势底定的轻松 狼卫确实是死光了 可他总觉得 整件事还没结束 猛火雷的数量 不是太多 而是太少了 区区十五桶 最多炸掉几个坊 但距离坟尽长安 还远远不够 突厥人既以厚望的 却乐或多 真的会这么简单吗 真这么简单 直接驾车冲撞便是 要什么仿图指引 更何况 文染的下落 目前还是不明 无论是货站 还是刚才那三辆马车里 都没有见到任何女子的踪迹 这件事的疑问太多 张晓静正想着 如何跟李璧说这件事 忽然听到 铿锭的脚步声 有远极近 抬眼一看 原来是崔弃 崔弃负责 河渠这边的搜索 所以最先赶到 崔吕帅 事情还没结束 立刻带我去见李思成 张晓静高声说道 可是崔弃 却僵着一张脸 疏无效益 他走到张晓静面前 一抬手 两个旅奔军士兵 如狼似虎地扑过去 死死按住了张晓静的双臂 带走 崔弃压根不去接触他的视线 第七章 深圳 天保三载 元月十四日深圳 长安西区第四节 西市 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所有人猝不及防 两名吕奔军士兵 粗暴地把张晓静按在地上 用牛筋副锁 捆住手腕 然后塞了一个麻盒在口中 让张晓静彻底失去反抗能力 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整个过程中 崔弃的右手始终握在刀柄上 紧紧盯着张晓静的动作叙事待发 似乎只要他有一丝反抗痕迹 就要当场隔壁 数课之前 这个人还处于崩溃的边缘 可怜巴巴地指望着张晓静救命 可现在却完全变了一张脸 张晓静口不能言 脖子还能转动 他抬头用毒眼 瞪向崔弃 崔弃把脸转开 嘴角却微微有些抽搐 他的内心并不是他努力扮演的 那般平静 几个不良人 还保持着谄媚的笑容 茫然地僵在原地 他们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了 这位爷不是大功臣吗 怎么转瞬就成了囚犯了 张晓静不是没想过 静安司的人会泄磨杀驴 他没想到的是 这些人竟一刻都等不得 河对岸的也被这一处搞糊涂了 河面太宽 看不清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只看到 张晓静远远地被人扶上岸 然后被按住 徐斌势力不好 急得直拽着姚汝能的袖子 让他看仔细一点 姚汝能努力睁圆了双眼 勉强看到两名士兵 压着张晓静离开 一名将领紧随其后 这个小队转过一片战墓后头 便从河对岸的视野里消失了 是吕奔军 姚汝能难难道 他们的肩膀旁有两条白韬 绝不会看错 徐斌一听是吕奔军 眼神大祸 不可能啊 但他们抓自己人干什么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他在河堤上焦虑地转了几圈 想过去问个究竟 谁知脚下一滑 差点滚落水中 幸亏了 他一把抓住姚汝能的胳膊 这才算是站定 姚汝能的内心此时跌宕起伏 这个年轻人虽然单纯耿直 但并不蠢 静安司对张晓静的态度 一直非常暧昧 既侵服于他的办事能力 又对他死囚的身份存有戒心 别说贺之章 就连一力推动此事的李毕 对张晓静也有防范 不然也不会派姚汝能去监视 吕奔军是静安司的支辖部队 崔器只听命于李毕 姚汝能猜测 大概是上头不愿让外界知道 整个静安司 要靠一个死囚才能办成事 所以第一时间试图消除影响 可这样一来 是不是实在太无耻了点 张晓静刚刚可是拼了命 拯救了半个长安城 怎么能如此对待一位英雄 姚汝能一抖跑脚 朝旁边的土坡一步步走去 李毕和他的那个侍女 正站在坡顶同样眺望着河对岸 他深吸一口气 打算去找李毕问个究竟 公开质疑上司 这是一个疯狂的举动 也许他从此无法在长安立足 可姚汝能如梗在喉 胸口有一团火在烧灼 徐斌注意到了他的动作 犹豫了一下也跟了上去 李毕听到脚步声 严厉的视线朝这边扫过来 徐斌赶紧原地站定 又顺手拽了姚汝能一把 可这时姚汝能已经往前迈出了 大大的一步 一脸的气氛藏都藏不住 李司成 徐斌决定 先开口缓和一下气氛 李毕打量了他们两个一番 冷冷道 如果你们试问张小静的事 我也想知道 到底是谁给崔弃下的命令 姚汝能和徐斌一下愣住了 原来这不是李毕下的令 那会是谁 整个静安司 有资格给崔弃下令的 只有司成和静安令 可贺奸已经返回宅子去调养 绝不可能赶上这边的瞬息万变 要说崔弃自作主张 他哪有这种胆子 李毕阴沉着脸一挥手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先回静安司 此时西市的居民和客商们 正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 对着和曲议论纷纷 刚才一连串的骚动动静实在太大 把这些关灯的人都给招来了 西市署的立员在拼命的维持秩序 可是碑水车心 这种场合实在不宜谈话 静安司与西市只有一街之隔 李毕一行人走过街口 看到一大群仆役 正在清理那几具狼尾的尸体 马格尔肥硕的身躯 如山猪一样躺在平板车上 眼睛瞪得很大 几个老百姓朝他厌恶的吐着吐沫 却不敢靠近 远远拿着柳枝在周围抛洒盐末 这些草原上的精锐 如今就这么躺在长安街头 如同垃圾一样被人咽弃 姚汝能对他们没什么同情 可他心想 干掉这些突厥人的英雄 同样也是这样的下场 那可真是太讽刺了 张小静对他说的那句话 不欺然又在耳边响起 在长安城 如果你不变成和他一样的怪物 就会被他吞噬 一行人回到了静安寺大殿 殿内之前弥漫十几个时辰的紧绷气氛 已然舒缓 大敌一灭 无论是疲惫的疏离 还是哑着嗓门的通传 都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 不少人开始悄悄收拾书卷用具 打算早点回家带家人去赏灯 毕竟这可是一年之中最热闹的上恩节呀 李毕服人不悦 王节度的女儿至今下落不明 这般懈怠让外人看到成什么体统 狼卫覆灭以后 王运秀绑架案就成为静安寺 最急需解决的事件 王中四是朝中重臣 他的家眷若有闪失 将会对太子有极大的打击 李毕绝不能够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徐兵赶紧过去 踢着暗角催促他们都打起精神来 这些小力只好重新摊开胯带 做了回去 但很多人内心不以为然 大家都觉得 他一定是死于昌明坊的爆炸 尸骨无存 没必要再折腾了 李毕没有再去管这些人 他心事重重地 走过长安城的硕大沙盘 静止来到自己的暗集前 他的暗集上 有七八个质地不一的文匣子 里面分别搁着 各出来的训报简录文读等 其中最华贵的是一个子文锦匣 专程官署行文 他一直都是空的 可现在里面却多了一份银编书状 谭奇确信 他们出发之前 这匣子还是空的 他粘起旁边的签收纸条 果然是刚送来不久 李毕拆开文书扫了一眼 不由得冷笑道 嘿嘿 我还没去找 他们倒先是把答案送来了 然后把他往徐斌手里丢 徐斌接过去略看了看 这书状来自于幼销位 里面说 鉴于皇城有被贼袭扰之忧 临时提掉吕奔军催气 拘拿相关人等彻查 特知会静安司云云 外人看来 这只是简单的一封知会 可在熟知官场的人眼里 却大有文章 静安司负责长安城内外 而幼销位负责皇城的外围安全 两者的职责并不重叠 也没有同属关系 突厥人这事闹得再大 他也只是静安司的权责范围 但狼位跨过了光德怀远 这条死线 让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 一过死线 他们对皇城构成了直接威胁 兴致立刻成了 惊扰盛架的大案 幼销位便有权 立刻介入调查 他们打起查案 这块金字招牌 想提掉谁就提掉谁 哪个敢不配合办案 谁就是谋逆 所以若幼销位 要求崔弃逮捕张小静 行为虽数越权 可他一个小小的降左 根本扛不住压力 不过崔弃在这事上并不清白 他明明可以提前告知静安司 让李毕有所准备 可他却默不作声的 搞了个突然袭击 还抓了张小静 直送幼销位 此举无异于背叛 姚汝能对崔弃的背叛并不意外 从西市放走草破岩开始 一连串的重大失误 让崔弃如惊弓之鸟 极度惶恐不安 狼位越过死线 是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崔弃自认为待在静安司 已是死路一条 还不如去抱幼销位的大腿 好歹会有投校职工 李毕对崔弃的去向不感兴趣 他用指头磕了磕暗面 为什么幼销位要抓张小静 这才是最核心的问题 幼销位甘冒与静安司冲突的风险 强行跃拳捉人 有什么好处 没有人回答 试射朝政 姚汝能级别太低 徐斌浑浑噩噩噩 这两个人都给不出什么有价值的建议 谭琪安静地站在一旁 指尖抵住下巴 一双眉眸睁睁注视着沙盘 忽然 他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伸出修长的指头 似是有意无意地指向了沙盘中的平康坊 李璧眼前疏然一亮 谭琪是家养璧 这种场合不敢开口 但他的暗示足够明确了 平康坊里可不只有青楼 这里还住着一位大人物 右下李林福 本朝最著名的政治景观之一 就是李林福与东宫的对峙 这位权倾天下的宰相 对东宫一直怀有敌意 只是没有公开化 他在暗处一直盯着靖安寺的错漏 好以此攻劫东宫 他是太子在朝堂最危险的敌人 从右销卫出动到张小敬被捕 只有短短的间隙 敌人能瞬间抓住破绽 一口咬准七寸 这惊人的眼光和执行力 绝非右销卫那些军汉能琢磨出来 必然有一位老手在后头支招 能这么干 且有能力这么干的 只有右下 顺着这个思路一琢磨 整个动机陡然变得清晰起来 倘若张小敬落到了李林甫手里 光是他的身份就能够做出好大一篇文章来 你为什么坚持要任用一个死囚 你凭什么认为他值得信任 狼卫都杀到皇城边上了 是他办事不力还是有心放纵 如果启用另外一位中军的干员 这些骚乱是不是可以避免 没有实诚把握 你竟然冒险 你有没有把圣上的安危当回事 李毕在脑海里 想象着李林甫各种质疑的嘴脸 不由的黑了一声 正如李亨此前在净土院提醒的那样 贺之章是遮风挡雨的亭鼎 他这一去 鸣枪暗箭立刻扑上来了 这次突厥狼卫事件 结局很暧昧 说成功也算成功 凶徒被全然击毙 说失败也算失败 这些草原蛮子一度逼近皇城 惊扰欲作 静安司未能防患于魏然 也是失职 换句话说 静安司这次究竟是晴天保驾 还是玩忽职守 就要全看朝堂上 哪边的实力比较大 张小静在右相手里 东宫可就被动了 难怪李相出手这么迅速 姚汝能徐斌站在原地 大气不敢出 他们虽不如李毕看得透彻 但光看上司的脸色 就知道这事麻烦大了 李毕简单地解释了一下 徐斌脸色一暗 垂下头去 姚汝能愤愤地摇摇嘴唇 他不明白 这事怎么能这么复杂 只因为官员之间的互相倾压 就可以把一个拯救了长安的英雄 任意抓捕 这可不是什么盛世气象 一来长安还太短 这样的事 徐斌摇摇头 姚汝能却看向李毕大声道 李思成 我们不能放弃张都尉 这不对啊 李毕是以他稍安勿躁 右手习惯性的 想要抓住什么 却发现抓了个空 谈起把扶尘从旁边取 来放到他手里 李毕扶尘一握 沉声道 我们不会放弃张晓静 突厥人的事 可还没完呢 三人文言 据事一正 狼卫不都已经全死了吗 徐斌以为 李毕指的是 王运秀的调查进展 联邦转身 捧起一卷报告 吕奔军 此时正在对 怀远坊的龙波住所 修正坊的空宅 昌明坊货站等地 进行 彻底搜索 但是目前 还没有发现任何 王运秀的踪迹 李毕摇摇头说 我说的不是王运秀 是突厥人 徐斌提到 哪个 司成还有什么顾虑 李毕看了他一眼 徐主事记忆不差 可记得 苏记车马行进城时 冒充没料爆关的 延州石辣 一共是多少桶 这些数字 徐斌暗熟于心 脱口而出 三百桶 分别装在 三十辆大板车里 三百桶石枝 就是三百桶猛火雷 刚才那三辆马车 加起来 一共只装了十五桶 也就是说 还有二百八十五桶 和二十七辆板车 下落不明 李毕这么一提醒 周围的人 都是悚然一惊 对啊 狼尾带来的 仅仅只是一小部分 仅仅只是那五桶的威力 已经把西式 搅得天翻地覆 如今 还有两百多桶 不知去向 这长安城 天哪 他们心中 同时浮现出四个字 却乐祸多 这时 姚汝能解口道 可突厥人死伤惨重 纵有落网之余 应该也没有人手 来运送这两百多桶啊 李毕似笑非笑 谁说做这件事的 非得是突厥人不可呢 姚汝能呆了呆 然后惊出了一身冷汗 张小静也罢 李毕也罢 他们总是不但 用最黑暗的思路 去揣则事态 仿佛这世间 一个好人也无 更可怕的是 他们很可能 是正确的一方 李毕道 所以我们还需要张小静 这事除了他呀 谁也办不到 众人不冤而同地 瞥了一眼沙盘 长安城上迷雾缭绕 在所有人 都在欢庆胜利之时 真正的怪兽 还折服在暗处 刚刚露出獠牙 只有张小静 才有可能披开迷雾 把那怪兽 拖到阳光下来 而他此时 却深陷 自己人编织的牢狱 姚汝能迟一片刻 向前一站 被纸愿去右销位交涉 徐斌在一旁 急得直搓手 糊涂啊 你什么身份 右销位碾死你 眼皮都不会动一下 那我也得去试试 实在不行 我就 我就 要如能说到这 把腰间令牌解下来 我就去劫狱 请自成放心 我会辞去差事 白身前往 断不会牵连静安司 少安勿躁 还没到那地步 李毕示意 他别那么激动 鸟汝能却捕捉到了 他的颜外之一 还没到那地步 意思就是说 如果真到了那地步 劫狱也未尝不可 李毕把扶尘重重搁在暗机上 眼神里射出锐光 这件事我会亲自处理 其他人等 给我严守岗位 继续搜索王运秀 不许有分毫懈怠 店内随即响起一阵 埋怨和失望的声音 不过在李毕的邓氏下 无人造次 小利们打着哈欠 把书架铺开 仆役们猫着腰 把压面的暖炉重新吹着 通船飞跑出店外 把这个不幸的消息 通告各处忘楼 李毕让徐斌 姚汝能和其他几个主事 督促搜索事宜 然后转过身去后堂 在那里 谭琪已经把他的外袍和算带 都准备好了 公子 你真的要去闯右销位吗 谭琪担心的小声问道 不 那样就郑重李向的下怀 他正盼着我跟南亚的人撕起来呢 李毕指示谭琪 要去的人不是我 是你 我 谭琪突然有些慌乱 为什么是我呀 李毕附在谭琪耳边 轻轻说了几句 谭琪惊恶地看了一眼公子 以为他在开玩笑 李毕却坚定地点了一下头 表示自己没风 你是个聪慧的姑娘 在这里端茶地水 摆摆沙盘 对你来说太屈才了 突如其来的保奖 让谭琪一下子面红耳赤 连忙垂下头去 李毕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身边值得信任的人不多 做这事啊 非你莫属 那公子你去哪里 谭琪问道 李毕披上外袍 挂上算带 把银鱼带的位置 在腰带上调了调 这才回答道 只有一个人 才能打破如今的僵局 我现在去找他 谁 贺奸 李毕口气平淡 可谭琪知道 这是公子最艰难的一个决定 风大轮有两个爱好 一是在宜乡阁里饮酒 二是宜乡阁本身 这间小阁宽敞皆为十五部 地方不大 可却有一桩妙处 四壁的墙中 产有滇国特产的云灰香草 舍香和乳香碎木 倘若有日光移入阁中 室内便会泛起一股悠悠异香 历久弥香 让人如居蓝室 此时日光虽已膝下 可香味有存 风大轮笑眯眯地举起 手中铜绝 浪声道 见圣人 以清酒为圣人 以灼酒为闲人 这是市邻里戏谑的说法 主人既起了姓 对手的客人也拿起酒绝 回了一句铜剑 然后大袖一服 一饮而尽 对手跪坐的是一个叫 袁仔的年轻人 这人生得儒雅端方 额头平阔如台 望之炎然 他正是永王推荐来的 大理寺平氏 轮起关节 比风大轮要高出一头 袁仔尹爸放下铜绝 脱口而出 好酒 这是 虾莫林的狼冠青 风大轮竖起拇指 原凭是好舌头啊 正是长乐坊的 虾莫林所出 他拿起酒勺 又给对方针满 慢条死里地说 说到这个名字 还有一桩趣事 长乐坊里啊 有一座古种 就在坊内街东 相传呢 是汉代贤士 董仲书之墓 儒家门人到此 要下马以示尊敬 所以呢 叫下马林 芒夫俗子不知名叫 以讹传讹 居然给念成了 下马林 这也真是可笑 他久坐营造 关于长安 访民古迹的掌故 熟籍而留 园仔哈哈一笑 在下出到长安之时 就好奇 怎么会有 这么个古怪地名 今日听了 风兄解说 才算恍然大悟 他捏着铜绝 环顾四周 忽然感慨道 风兄啊 你可真是会享受 这宜乡阁处处都有心思 在长安 也算是一处奇景楼 风大伦敏锐的注意到 原载目光所扫 皆是沉香木乌梁 水晶鸭帘 紫红嚣张 等奢靡之士 眼神炽热 但稍陷极势 他阅人无数 知道这说明 此人内心有着勃勃贪欲 但却能隐忍克制 将来一定是个狠角色 这时格外传来了敲门声 一个扶浪少年站在门槛 将一张纸条递进来 风大伦展开看了一眼 又没一条 随手揣进怀里 对袁载道 今日 请袁平氏来 是有一件小事 长安县域有个死囚犯 烦劳行一道文书 把他提掉走 哦 袁载歪了歪头 提掉到哪 大理寺域 随便什么理由 只想把他留在那三五日 在原样发回县域便成 风大伦 尽量轻描淡写 袁载听到这个请求 颇绝意外 不是因为困难 而是因为太容易 他本以为是 某家贵胄要捞人 不料 却是这么一个古怪要求 他眼珠一转 不由笑道 这个人 只怕如今并不在 县域里头吧 若是犯人还在压 御方可以直接上解 不必这么大费周章 只有犯人 要被其他辅司所控制 才需要大理寺 下发正式的提掉文书 给县域 县域 再拿着这份文书去要人 风大伦没想到 袁载反应这么快 略为尴尬 咳了一声 不错 此人今天被别人提走了 勇王希望 他能老老实实的 回去待着 他被哪个辅司提走了 袁载问 风大伦面孔一板 区区小事一桩 袁平氏 只管发文书便是 不必节外生枝 袁载注视着风大伦 他很喜欢观察别人 并从中读出 隐藏的真实情绪 这位仕途装出 很淡定的样子 可语调里 却透着胶着 他反复强调 这是一件区区小事 正说明 这绝非一件小事 若换作了别人 只管发出文书 收下贿赂 其他事情 才不关心呢 但袁载可不会 风主事 你可以更坦诚一些呀 他说道 风大伦微微 变了脸色 你什么意思 袁载哈哈一笑 把身子往前凑一点 勇王亲自过问 这人的身份 应该不简单吧 这不是你该问的事 风大伦终于有点绷不住了 袁载却毫不生气 他食指轻轻摇动 眼神真诚 您不妨 说说来龙去脉 若在下多知道些 也许能帮上更多忙 风大伦这才明白 为何袁载年纪轻轻 就以官居八品 这小子 对机会的嗅觉 太敏锐了 才几句交谈 他就嗅出了 这里头的深意 想把一个小人情做大 风大伦本想拒绝 可转念一下 静安斯是个强势的怪胎 一纸文书 未必奏效 倒不如听听 这小子的意见 贪婪 而懂得克制的人 往往都聪明绝顶 那你想知道什么 风大伦问 袁载笑了 比如说 这人到底是谁 为何入狱 风大伦迟疑片刻开口道 要提调的人 叫张小静 原来是在西域当兵的 续工 着为万年县的不良帅 天保二在十月 朝廷要为小伯律 来使兴建宾馆 蒸掉敦义坊的地皮 有个叫文记的铺子 不肯搬迁 余部的人去交涉 不料店主 文无忌 竟莫名其妙地死了 这个张小静 是店主的老战友 坚持说 店主为奸人所害 一定要查到底 最后和上司万年县位 发声举语 这家伙将上司杀死 碎扭送入狱 原载一边听着 面上的微笑不变 风大伦的叙述不进不实 比如这兴建宾馆 蒸掉地皮 里头就藏着不知多少利益 余部跟文记铺子老板的交涉 恐怕也不会这么温柔 至于勇王在里头扮演的角色 风大伦一字未提 不过这都无所谓 原载对真相一点都不关心 关键是 勇王想要什么 他用指甲敲了下同诀 去年十月判得死罪 按说同年冬天就该行诀了 怎么这个张小静 现在还活着 这不是副奏未完吗 所以一直积压在狱里 风大伦颇为无奈 原载理解的点了点头 自太宗朝起 朝廷提倡慎刑续罚 经施死刑案子 须得五次副奏 一个案子 从去年拖到今年执行 并不罕见 风大伦继续道 今天在万年献狱 张小静被静安司的人给带走了 公然除去枷锁 行走于释坊之间 形同赦免 说这话时 他不由自主地捏紧了酒勺 原载注意到 他的情绪更紧张 静安司 原载咀嚼着这个陌生的名字 他们找张小静干什么 不知道 但无论如何 得把他弄回县域 风大伦略带紧张地说 去年那案子 费了多少周折 才把那阎王弄进狱里 绝不能让他恢复自由身 原载隐隐猜到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张小静的那个所谓菊语 怕是让永王 风大伦这些人 十分忌惮 生怕他恢复自由之身 想通了这个要害 其他细节便无关红纸 原载 拿起同学 美美的又品了一口狼冠青 整理了一下思路 那静安司能去献狱捞人 权柄必定不低 光是大理寺出面 怕是会被挡回 那一阁下之间 不如动用御史 让他们去弹劾 不可不可 风大伦连忙劝阻 永王说了 不想招惹蓝台那些疯狗 御史台的那些人 本职工作就是找茬 谁的茬都找 指望拿他们当刀 得留神先伤了自己 您托我去找别人麻烦 嗯 说明你也有问题 我也得查查 御史们全是这样的思路 说好听点 叫求全责备 说难听点 就是疯狗一群 看着风大伦尴尬的表情 原哉大笑 风兄精熟营造 对宋玉可就外行了 我们大理寺经手的案子 都得去御史台司报备 所以咱们只需要寻个由头 让大理寺接了案子 在下在报备文书里略做手脚 自有那闲不住的御史 会替咱们去找静安寺的麻烦 风大伦听得不住的点头 这么一操作 确实不露痕迹 谁也攀不到永王那边去 他略一思索又问道 什么由头好呢 这个由头得足够大 才有资格让大理寺和御史台受礼 但又不能把自己和永王牵扯进去 原哉用指头站着清酒 在案子上写了几个字 身犯互恶背义之罪 岂有不赦而出之礼 风大伦一见大喜 连声说好 这几个字避开拆迁 单说张小敬杀县卫使 有暗示 有人寻思枉法 公然袒护 尤其是不设而出这四个字 御史门见了 必如群影 看见星血 区区十六个字 数层意思 面面俱到 不愧是老御暗读的刀比例 御史门一出动 不怕静安寺不教人 至于张小敬 是被抓回县域 大理寺域 还是御史台的台域 都无所谓了 袁仔笑眯眯的拍了拍手 带过了上元节 在下便立刻去班 风大伦一听就急了 这个最好能今日班妥 袁仔没想到 他急成这样子 可如今已是深时 大理寺的大小官吏 早就回家准备关灯了 哪还有人指手啊 风大伦连忙双手一拱 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把尾音二字咬得很重 张小敬一日不出 他便一日寝食难安 袁仔思存在三叹了口气 士气仓错 若想今日把张小敬抓回去 上欠一位要饮 要饮 缩使张小敬行凶的 是文记乡铺吧 若他们家有人肯主动投案 这就有了名分 大理寺才能破例当日受礼啊 风大伦府长大笑道 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文记铺子店主的女儿 恰好刚刚被我手下请回来 就在隔壁 我还没顾上去打招呼 不妨一起去看看 原载知道他有一重身份 是熊火帮的头领 熊火帮不敢跟静安司对抗 但欺负老百姓那是家常便饭 他也不说破 欣然应成 两人起身离开宜香阁 穿过庭院来到一处低矮的柴房前 几个熊火帮的浮浪少年正守在门口 风大伦见他们各个灰头土脸 眉头一皱 问 不过是抓个女人怎么搞成这样 浮浪少年们面面相去 你一言我一语 半天说不清个所以然 原载趁他们交谈当 先把柴房的门推开 里面有一个狐袍女子被捆覆在地上 云病散乱 神色恍然 嘴里塞着麻盒 只能发出呜呜的声来 原载与他四目相对 忽然注意到 这女人塞边 有数点脚银脆电 盘骑上 还插着一只凤尾南木簪 神色不由移动 他站在原地 眼神闪烁 忽然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 一回声 把门随手关上了 这世上的事情啊 非常玄妙 一饮一酌 莫非前定 就在不久前 李毕不露痕迹地 把贺之章弃病回家 现在 却又不得不硬着头皮 去请他出山 又宵为扣押张小敬 这事儿 就像是悬在绳子上的 一枚鸡蛋 十分微妙 无论李毕 还是太子出面 都会立刻打破脆弱的平衡 让鸡蛋跌破下来 贺之章 声望济龙 胜倦未衰 却已公开隐退 是能取下鸡蛋 而不破的唯一人选 如果有半分可能 心高气傲的李毕 都不想向这位老人低头 可他内心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长安仍处于极度的危险中 一定还有一个大危机 正在悄然积蓄 时势逼人 他只能把个人的荣辱好恶 先搁到一旁 贺之章的住宅 位于万年县的宣平坊中 距离靖安寺不算近 要向东过六个路口 再向南过三个路口 此时街道人潮汹涌 若非他的马有通行特权 只怕半夜也未必能到 李毕捏紧缰上 骑马在大街上急迟 此时还没到上灯 放夜的时辰 但长安城的居民们 俯老邪幼 早早的就拥上了街头 和蒙着彩断的牛车 罗车挤成一团 住宝的灯架 还在做最后的准备 灯下的摆系 已经迫不及待的 先开始了表演 一路上 玩剑脚底 戏马斗鸡热闹非凡 空气中浮着一层油腻腻的 烤羊香气 伴随着胡跃般的春吊子 飘向远方 与歌女们摇摇传来的 踏歌声相应和 这只是一处小小的街区 在更远处 一个接一个的仿式 都陆续陷入同样的热闹中 长安城像是一匹 被丢进染缸的树林 喧腾的染料 漫过纵横交错的街道 像是漫过一层层惊陷违线 只见整个布面 被慢慢如湿浸透 彩色的运轮逐渐扩散 很快 每一根丝线 都沾染上那股欢腾气息 整匹树林变了颜色 透出冲天的喜庆 在这一片喜色中 只有礼璧 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顽固斑点 敏紧嘴唇 逆着人流方向前进 他拨弄着码头 极力要在这一片混乱中 冲撞出一条路来 看着这一张张 带着喜色和兴奋的脸 看着那一片片热闹繁盛的坊街 李必知道 自己别无选择 为了合成百姓 为了太子 未来的江山 他只能放下脸面 做一件自己极度不情愿的事 这既是责任 也是承诺 全当了红尘历练 底力道心吧 李必疲惫的想 马蹄一直向前奔去 宣平坊这里地势很高 坡度缓缓抬升 远远望去 就像是在城中 凭空隆起的一片平头山丘 这片山丘叫做乐游园 上有宣平 新昌 升平 升道四方 可以俯瞰整个城区 灰白色的坊墙 沿山坡以礼而展 墙角便知玫瑰 墓序 更有满园的绿柳 春夏之时极为烂漫 景色绝佳 乐游园和曲江池 并称山水 是长安人不必出城 即能享受到的野景 园上的乐坊 戏场 九寺 遍地街市 又有慈恩寺 青龙寺 崇祯关等大庙 附近进宫坊内 还有一个马球场 是长安城为数不多 可以公开观看的地方 乃是城中最佳的 玩乐去处之一 贺之章住的宣平坊 正在乐游园东北角 他选择这里 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柳树甚多 那是老人最喜欢的植物 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在南边的生平坊中 设有一处东宫药园 太子对这位茂蝶老人格外尊崇 特许可以随时从东宫药园公药 贺之章置事之后 把京城房产全部卖掉了 只剩了这一座还在 可见是非常喜欢 礼壁驱马灯园 沿着一条平阔的黄土大路 直驱而上 景色逐次抬升 园上柳树极繁 甚至有别称叫柳京 冬季刚过 枯枝太多 官府严令不得放灯 所以无论坊内 还是路边 都没有彩灯高架 不过这里地势高龙 灯高一跳 全城华灯尽收眼底 所以不少官宦家眷 早早登员 前来站个好位置 这一路上 车马轩腾 歌声连绵 不输别处 李璧勉强杀出重围 来到宣平坊的东南宇 这里宅院不多 但门楣上一水 全盯着四个门簪 可见宅主各个 出身不凡 赫之章家很好认 门前种了一大片柳树 他静止走到 绿树后的一处宅院 敲开脚门 里面 仆役认出他的身份 不敢怠慢 一路引到后院去 赫之章的一个儿子 正在院中盘点药材 这是个木讷的年轻人 在赫之章的诸多子嗣中 并不出众 很少在外界露面 不过 他认识李璧 连忙迎了上去 说父亲神志尚算清醒 只是晕眩未消 只得卧床休养 言语上有些艰难 看他的态度 赫之章应该没有 把静安司的事 跟家里人说 李璧来到赫之章的寝室前 定了定神 身识一衣 李璧拜见赫奸 过了好一会儿 屋里探出一个者医奴婢 请他进去 他踏步入室 看见老人在踏上 艳艳斜靠着一块 瘦皮苗筋的圆枕 白眉低垂 不由生起一股愧疚之心 赫之章双目浑浊 勉强抬手比了个手势 那位侍奉的奴婢 弯腰告退 还把内门关紧 带的屋子里 只剩两个人 赫之章开口 从喉咙里滚出一串含糊的弹音 李璧好不容易才听明白 长远 如何 赫之章苦于头晕 只能言简一该 李璧连忙把情况约略一说 赫之章静静地听完 却未雨智平 李璧摸不清 他到底有什么想法 趋至前榻边 何见 如今局势不静 只好请您抢起病驱 去与幼霄卫交涉 救出张小静 否则长安不静 太子难安 赫之章的双眼 挤在一层层的皱纹里 连是不是睡着了都不知道 李璧等了许久不见回应 伸手去摇摇他身子 赫之章这才如动嘴唇 又轻轻吐出几个字 不可 又想 然后手掌在踏矿上一颗 李璧大急 赫之章这个回答 还是朝征的思路 怕救张小静 会给李林府更多攻击的口实 要静安司与这个死囚犯切割 绕了一圈了 还是回到两人原来的矛盾 李璧要做事 得不择手段扫平障碍 赫之章要防人 须滴水不漏 何光铜尘 外面的水漏 一滴一滴的落在桶中 李璧不由的提高声调 强调说 如今时辰已所剩无几 尚有大量猛火雷下落不明 长安微如雷软 可赫之章却不为所动 乃是一下一下用手掌磕着踏边 他的意思很明确 事情要做 但不可用张小静 李璧在来之前就预料到事情不会轻易解决 他没有半分犹豫 一托蓝袍半跪在地上 贺奸若耿耿于怀 再下院 负荆请罪 任凭处置 但时不待我 还望贺奸 以大局为重 他借交税之死 故意弃退贺之章 确实有错在前 为了能让贺之章重新出山 这点脸面 李璧可以不要 他保持着卑微的认罪姿态 长眉紧皱 白皙的面孔微微胀红 这种屈辱的难堪 几乎让李璧喘不过气来 可他一直咬牙在坚持着 贺之章 垂着白眉 置若罔闻 仍是一下儿一下儿磕着手掌 肉掌撞击木榻的啪啪声 在室内回荡 这是谅解的姿态 也是拒绝的手势 老人不会挟私怨报复 但你的办法不好 不能通融 见到这个回应 李璧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 心中一阵冰凉 若只是利益之争 他可以让利 若只是私人恩怨 他也能够低头 可贺之章 纯粹出于攻心 只是两人理念不同 这让他怎么退让 啪 手掌右一下狠拍目他 这次劲道十足 态度坚决 绝无转环余地 李璧偏过头去 看了一眼窗外 一开始变暗的天色 呼吸急促起来 明明路就在前方 可老人的执拗 如同一块岩石 横跟在李璧面前 把路堵得密不透风 他居然起身 不能再拖了 必须当机立断 华山从来只有一条路 纵然粉身碎骨 也只能走下去 右萧位的官署 位于皇城之内 坐落于成天门 和朱雀门之间 由十八间 玄山顶的屋垫组成 皇城内的其他官署 都是大门外场 右萧位却与众不同 在屋垫四周 多修了一圈 灰红色的尖脊墙园 从外头看过去 只能勉强看到屋顶 和极杆齐帆 显得颇为神秘 这是因为 右萧位负责把守 皇城南侧驻门 常年驻屯着大批暴旗 兵者凶器 所以要用一道强缘 挡住煞气 以免影响到 皇城的祥和气氛 谭齐站在右萧位 重门前的立马栅栏旁 保持着优雅的站姿 他头戴围帽 帽颜下 有一圈柏鲜垂下 挡住了他的表情 一旁的姚汝能很焦躁 不时转动脖颈 朝着皇城之外的 一个方向看去 他们已在此等候多时 却还没有进去 似乎还在等着什么 此时夕阳西沉 再过一个时辰 长安一年中最热闹的 上原灯会就要开始游竹了 皇城诸多关属的人 已经走了大半 偶尔有几个轮值晚走的 也是步履匆匆 生怕耽搁了游玩 这两个人 闲力在玉道之上 就显得十分突兀了 忽然 远处传来一阵鼓声 姚汝能连忙 打起精神 借着夕阳余晖 去看旗语 这次的旗语不长 只传来了一个字 姚汝能面色沉重 转头对谭奇道 已 围貌轻轻晃动了一下 这一个字 意味着公子 在乐游园的努力 已经失败 必须要启用 备选的一号计划 谭奇 默默地把所有细节 都检查了一遍 深吸了一口气 心脏 依然跳得厉害 这是一个大难 危险 而且后患 无穷的计划 只有彻底走投 无路时 才会这么做 只要有一步不慎 所有人 都会万劫不复 不过他并不后悔 因为这是公子的要求 如果说公子 一心为太子的话 那么他 一心只为了公子 他愿意为他 去做任何事 包括去死 谭奇姑娘 照计划之行 姚汝能问道 你再仔细想想 确实没什么疏漏了吗 谭奇不太放心 这个计划 是李毕首肯 具体策划 却是姚汝能 对这个愣头青 谭奇并不像 对公子 那么有信心 姚汝能一拍胸膛 表示不必担心 好 我们走吧 谭奇强压下不安 在姚汝能的伴随下 走入 又消卫的重门 守卫没想到 这会儿 还能有访客 警惕地斜过长脊 姚汝能上前一步 手里的腰排一扬 我们是来卫里办事的 就要往里迈 守卫连忙 直击挡住 本属官方紧要 无交余服者不得入内 还请恕罪 那腰排荧光闪闪 守卫不明底细 所以话说的已经很客气了 姚汝能道 我们已经与赵参军约好了 有要事相谈 请问贵客名讳 居平康 守卫回身去翻茧廊下挂着的一串门籍竹片 哗啦啦啦 找了一通 回复道 这里并没有贵客的门籍 姚汝能面露困惑 不会吧 赵参军明明已经跟我们约好了 你再找找 守卫 耐着性子又翻了一遍 还是没有 姚汝能脸色一沉 这么重要的事 怎么连门籍都没事先准备好 你是怎么做事的 守卫有些紧张 这里只负责官房 每日更换门籍 是苍曹的人 姚汝能怒道 我不管你们右校尉内部怎么折腾 别耽误我们的时间 说完就要往里硬闯 几名守卫一下子都紧张起来 横击的横击 拔刀的拔刀 谈棋忽然发声道 莫乱来 姚汝能这才性性的停住脚步 退到重门之外 随手扔过来一片名刺 好好 我们不进去 你把赵三军叫出来行了吧 守卫暗自松了口气 苍曹的黑锅 他们可不愿意背 对方能松口 这再好不过了 赶紧把话传进去 别给自己添麻烦 于是 他捡起名刺 跑进去回禀 过不多时 匆匆赶出来一位 胖胖的青山官员 这官员一脸莫名其妙 不知哪儿来了 这么两位客人 不过 他到了重门口 这么一大量 连忙拱手畅诺 态度客客气气 前面这个年轻护卫 倒也罢了 但他身后的那个女人 围貌薄纱 还披着一件 宽大的悬色锦袍 虽然如今天气 还穿的这么厚的锦袍 有些怪异 但这身装扮 价值可不菲 赵参军想得很明白 有资格进着皇城的人 非富即贵 敢站在右销卫门口 点名要参军出营的人 更是手眼通天 他区区一个八品管 可不敢轻易得罪权贵 花灯将上 两位到此 有何贵干 谭旗没有掀开帽 而是直接递过去一块玉佩 赵参军先是一愣赶紧接住 这玉佩有巴掌大小 雕成一簇 礼花形状 礼花色白 白玉剔透 两者结合得浑然天成 简直巧夺天工 玉至上城 更难得的是这手艺 赵参军握着这礼花玉佩 一时不知所措 谭旗道 赵七郎 我家主人 是想来接走一个人 赵参军 听这个年轻女人 居然一口叫出自己的排行 再低头看那块 礼花玉佩 和居平康的名次 眼神忽然激动起来 尊家 莫非来自平康坊 尾帽上的薄纱一颤 却未作声 赵参军登时会议 把玉佩还回去 然后毕恭毕敬的 把两人迎入鼠内 守卫正要递上门部做登记 赵参军大手一挥 把他赶开 他们穿过长长的廊道 来到了一处待客用的静室 赵参军把门关好 方才回身笑道 没想到下官渐明 也能入尊主人法眼 主人说过 赵七郎的堂弟级 终有风骨 稀乎不鲜 赵参军的脸上都乐出花了 他曾经附庸风雅 看了一本诗集 不过只是亲友之间送送 没想到 那一位居然也读过 他受宠若惊 连忙抖擞精神 不知又像 嗯 搏杀后的谭琪 发出一声不满 赵参军连忙改了口 尊主 尊主 不知尊主此番 遣跪使到此 要接走谁 谭琪道 张小敬 赵参军一正 姚汝能补充道 就是半个时辰前 你们抓的那个 西市那一场混乱 赵参军听说了 也知道抓回了这么个人 可他没想到 这事居然连右相也惊动了 这 可是朝廷要饭哪 赵参军虽不明白 这背后的复杂情势 可至少知道 这人干系重大 谭琪道 此人叫张小敬 本就是我家主人 与你们右销位安排的 要不然 怎么会给 静安司的知会文读上 连名字也不留 他的语气从容 平淡中 带着一丝 高门上府的 矜持与自傲 赵参军一听这话 私存片刻 右手轻轻一锤 左手手心 表情恍然 原来 竟是如此 谭琪和姚汝能两人 心中同时一松 成了 这个乙计划 是让谭琪 冒充李林甫的 家养币 混入右销位 接走张小敬 整个计划的核心 乃是在那一封 右销位 发给静安司的文书 拘捕张小敬 是李林甫 暗中授意右销位所为 所以文书中只说 拘拿相关人等 彻查等字眼 不写名字 这样 李相可以不露痕迹的 把人带走 静安司 想上门讨要 右销位随便 换另外一个人 便可搪塞过去 我们只拘拿了 相关人等 可从来没说过 拘拿的是 您找的那一位啊 李毙 深暗这些文读上的 文字游戏 便反过来设法利用 既然 你们只能偷偷提人 不欲声张 那好 我就先行一步 冒充你们 把人劫走 那一块玉佩 其实是李亨 送给李毙的礼物 李花寓意 宗室李姓 恰好这三个人 都姓李 用来冒充 李林府的信物 全无破绽 使得满天过海之妙 所以谭旗 一亮出李花玉佩 和居平康的化名 赵参军便先入为主 认为来人是李相所谴 再加上 对方一口闹出 静安司的文书细节 赵参军更不予有他 立刻想通了 哦 原来李相和本位 有着秘密合作 这是来提人呢 这一连串暗示 看似侥幸 实在是静安司 大暗读术 单惊节律的成果 谭旗 见时机成熟 便催促道 眼看灯会将至 还请参军 尽快带我们去提人 赵参军一想到 能和李相搭上关系 身子骨头飘了 忙不迭地答应着 赵参军带着两人 往位属深处走去 这里 香郎 内侍 停库之间 环环相套 四通八达 若没人带 一定会迷路 走过一个转角 迎面走来一队军士 赵参军突然停住脚步 轻轻哀了一声 谭旗和姚汝能的心跳 灯石漏跳半拍 以为出了什么纰漏 姚汝能把手探向腰间 那里藏着一把铁齿 不料 赵参军却谄媚道 再往前头走 路岸 岩低 怕贵士的围貌有妨碍 还请多加小心 谭旗松了一口气 隔着一层薄纱 在这么窄的通道里 走路确实不方便 他把围貌的薄纱 掀起下来 露出了一张绝色容颜 赵参军惊讶于他的容貌 又不敢多看 连忙转过身去 传说李相沉溺声色 积世营房 连这么一个家养的奴婢都如此漂亮 他心中寄存了来人 是李相使者的定见 什么细节都会往上联想 越发笃定无疑 他们一直走到一处小院 方才停住 这里说是院子 其实和室内也差不多 四周皆被临近大屋的宽颜所遮 显得逼则昏暗 在院子尽头 是两扇孤铁大门 五六名守卫 站在院子入口处 据赵参军介绍 右校尉本身 并无专门的监牢 这孤铁大门后头 是个库房 平时储物 此时安排了守卫 显然是临时冲作牢房 用来积压重犯 有声小说 长安十二时辰 上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请访阅